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又白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呢 第517集 陈老太太将目光落在屋子里的几只箱子上 箱子里都是他们从经中拿回来的银钱 其中大部分都是卖粉蜡纸和毛毡的银子 不是要用银钱吗 我们不是带了回来 高氏惊讶地看着陈老太太 看什么 我们陈家村的银钱 可以先留一部分在村里 但绝不能欠着外面的银钱 尤其是那些孩子啊 还得跟着永逸一起去那么远的地方 长途跋涉呢 家中人难免担忧 再不给租了银钱 气非逞了欺压人家 你说 咱们陈家村啊 是最早卖药材的 还受了朝廷几次赏赐 无论怎么样 也比外面的人日子好过些 为了长久之际啊 就只能先委屈大家了 这次进京 皇上与皇后的赏赐不少 但这些东西 大多只能供着 不能变卖 换不出银钱来 眼下肯定是要动一些 村中的银钱的 不过自从卖药开始 就一直如此 有了银钱再发下去 从来没有亏待过大家 陈永胜道 我与良辰算了算 各家各户的银钱 还是照给 动用的就是 每次留在村中的那部分 虽说肯定不够用 但可以缓着来办嘛 如今宋县束手的 是代州兰州 新州和龙州 代州新州 有张老将军帮忙 这两州的村民 我们也熟悉 就先从代州和新州开始 不用做太多的知己 离春更还有一段时间 足够我们筹备的了 做知己的时候 也要说好 做知己也要算工钱的 我们还要有人过去 交做献岁 都是要算银钱的 但这银钱不是现在拿 而是等赚到了钱之后再给 谢良辰也是为长久打算 所有的事都要说得清清楚楚 生意是生意 正绩是正绩 这不一样 大家心中都有一本账 不适于将来出现分歧 往后都是如此 做知己给工钱 交做线碎毛沾粉蜡纸 都一样要给工钱 因为不只要用到陈家村的人 郑州不少村子 都有成熟的先生 不给银钱 如何请人家过去帮忙呢 诶 是这个道理 若是糊涂着呀 旁人也会以为 我们会从别的地方取利呢 郑州是最早用织机的 苗先生教会了不少女眷 往后只要改进织机 就从郑州开始 做新的仿线 也从郑州先试 啊 还有毛毡的样子等等 郑州做好了再交下去 郑氏管着脂肪 听到这里就明白了 啊 那现在我们卖的线碎 就不做了 以后就试新织机 仿车 做新样式的毛毡花毡 嗯 是这个意思 至少要以试新织机为主 等到巴州需要人手的时候 村子里会做织机的人 都要出去帮忙 这还能做多少线碎呀 而且 若是不试用新织机 做新样式 陈家村的货物 很快就不是最好的了 我们用的大支机 也不是不能仿座的 当年零二小姐的事 大家都还记得吧 我们若是没有线碎 这生意现在 就是零二小姐的了 所以 必须要设法 做到更好 旁人能仿座 我们的货物大仿车 若是我们一直 能改进仿车的话 推陈出新 就可以永远 走在所有人的前面 这次春毛线碎 卖得不好 他们改做毛毡 也是这个道理 怪不得梁晨说 坐纺车要工钱 交做线碎 什么呢也要工钱 日后我们不坐纺线 就要靠这个追银钱 那我们不都成了苗先生了 咱们做的草 自然都是先生 要不然怎么交下去 眼下人手多了 就要各司其职 等去了八周 若是有悟性好的 擅长改进器具 用织机的人 我也会让他们来郑州的 郑氏还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从什么也不会 到自己试着做毛织物 然后请来了苗先生帮忙 现在居然也成了先生了 以后都要做先生了 旁人也会像对苗先生那样 对他们 这还真是从来没有想过 他就是个农妇 能做这样的事啊 郑氏心中虽然质疑着 但却万分雀跃 只觉得有着用不完的力气 恨不得立即回去 与苗先生一起试用纺车 他们的大纺车 适合将毛线纺成线碎 但是用来纺骚丝 却不太好用 要在赵州的残茧下来之前 将纺车调好 谢绍元点点头 梁晨想得没错 郑州到底是他们 最放心的地方 将这里作为源头 再好不过了 他也可以让刘继带些人 来陈家村 商量完了这件事 陈永义就要去村子里 寻人手 先定下最先去巴州的人 准备妥当之后 他们就要动身了 陈老太太则拿着他的账目 与正式去核对 先将大家这段时间的 工钱给发下去 谢良辰与谢绍元 陈永胜等人 继续商议着其他的事 天暖和了 村子里可能要休憩一下 等到巴州有人过来 村中啊 就要住不下了 谢绍元这是为了长远考虑 还得加固一下围墙 毕竟啊 将来有不少东西都要放在村里啊 谢良辰知晓 村子里要修建房屋 也是为了他嫁人做打算 众人纷纷道 对啊 眼下各家各户都有了银钱 都能好好修修房子 我们应该早些去买些青砖回来 哦对 还得将村口好好垫一垫 今年修的路已经不太平整了 这次好好修一修 等到良辰出嫁的时候 也得风风光光的 到底还是说到了他的婚事 谢良辰本来有许多话说的 现在倒不知该如何开口了 哈哈哈哈 那就想想该怎么做 这次将村子再往大了阔一阔 哎 上次去行州 我们瞧见有的村子 修了很高的围墙 我们就照那种来做吧 啊 众人纷纷说好 脸上都是欣喜的神情 要修弃自己的家 谁能不高兴啊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哈哈 三连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右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五百一十八集 陈老太太这边刚掏出账本 就听村中女眷来送信 宋老太太来了 陈老太太忙去迎人 两个老太太愈发熟络 分开许久没见到 不但没有生疏 反而因为两家的亲事 愈发的亲切起来 两个人在屋子里坐下 宋老太太静止道 我也不瞒老姐姐 我这次来 是为了两个孩子的婚期 大红帖子拿出来 上面列了三个日子 陈老太太看着宋家 选出的日子不禁一正 她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陈老太太又伸手揉了揉眼睛 这三个日子 最早的是二月二十六 最晚的是三月十九 人家三个日子 至少相隔半年 他们可好 这来来回回就二十多天 这是 你一定要在春更之前 将良辰给娶回去了 您这是不是写错了呀 没有错 我对了好几遍 家中请了几个先生 对着两个孩子的生辰帖子 这才挑出这几个最好的日子 当年我女儿出嫁的时候 第一个日子与第三个日子 都不是同一年 您这是不是有些着急 着急 不瞒老姐姐 若早知晓有这一日 我恨不得在谢儿哥四五岁的时候 就将她送过来 四五岁 陈老太太这个童养席也没有那么早就被爹娘给卖出去啊 您舍得啊 再说 能放心 怎么舍不得 早早晚晚都是你们家的人 我又有什么不放心的 送老太太说完 拉住陈老太太的手 说是三个日子 其实啊 就一个日子最好 二月二十六 您看可不可行 送老太太眼睛中全是恳切的神情 老姐姐放心 我会将所有的事都安排好 绝不会让梁臣受委屈 送家都这样说了 陈老太太也不好意思拒绝 这个 我还得送家给陈丫头的父亲看看 是我一个人也做不了准 这是大事 你们慢慢商议 说着慢慢商议 送老太太又让管事妈妈将绣品的花样拿过来 啊 两个孩子的喜福快做好了 你看灵魔 选这个行不行 这套窄袖衣 给梁臣回门时穿 还有这娇领的被子 我知道梁臣平素不喜欢 但那几日穿着喜庆鞋 城老太太与宋老太太一起看了半赏 都是梁臣的衣裙和他们房中用的被褥 宋线统共就两套衣裳 我在荆州也看了不少男子的衣袍样式 我孙儿的衣衫 老姐姐不用担忧 只要两个样式就好了 城老太太不明原因 她屋子里的衣袍都是一个模样 您见她除了关袍之外 是不是都那一身 城老太太回想了一下 还真的是 这倒让梁臣省了事 日后不用多在她身上费心 随随便便做几件更替也就是了 反正她看不出来 不管你那边做多少 我们都得给姑爷多背几身啊 他们有脂肪 还有自己做出的线碎 城丫头不喜欢做针线 但大家都能帮衬着 想一想 离成婚的日子 还有不到两个月了 想到这里 城老太太忽然清醒了些 这不知不觉中 她好像就被宋老太太 给带着跑了呀 谢良辰从屋子里出来 看到等在外面的陈永逸 孙阿爷和孙家村 北山村大柳村的几个礼政都来了 想与你商量些事情 谢良辰跟着陈永逸去见了几个礼政 我去京城前跟几个村中的礼政就说过要去巴州坐房车 方才我刚要去村中找他们 他们就先寻了过来 我便将你说的那些知会了大家 大家怎么说 可还愿意跟着你前去巴州 而且这几个村子的礼政说 他们不需要我们陈家村垫工钱 他们村中也留了银钱 可以先拿出来 发给自家村中的村民 说话间 陈永逸和谢良辰走进屋子 见到了几个礼政 郡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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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政门纷纷道 谢良辰还礼 诸位李政都是我的长辈 还像从前一样换我良辰即可 礼政门见状只得应允 谢良辰提及工钱的事 礼应我们来出 那不对 孙阿爷掀开口道 陈家村带着我们一起做生意的时候 帮我们坐房车 也没收我们银子 出去的时候 外面人不都说我们郑州的是一伙人 我们村中留银钱 也是与陈家村学的 既然从前一样 现在怎么就不同了 眼下正好缺银子 都有陈家村哪 哪里够用 倒不如让我们分担一些 我们手里的银钱虽然不多 但付给本村人的工钱 那是绰绰有余 更何况将来赚了钱 这银钱还会还回来呢 几个李政都点头 孙阿爷说得对啊 要是细算 我们村中大多数女眷 都学会了做线水和花站 都是陈家村的女眷交的 这要怎么结算银钱呢 我们村中的人 从八州回来就说 八州的情景 还不如郑州战乱的时候 饿死的 吃雌土死的数不过来 一整个村子看过去 没有几间好屋子 所以这一次过去 必定不容易 遇到难事 我们也想分担一些 就是范李政说的你啊 我们也想帮忙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三连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右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519集 那就多谢几位李政帮忙了 不过若是村中 没有多余的银钱 定要告诉我 我来想法子 花瞻占卖了不少银钱 这些日子又做出一些来 至少今年够用了 这去巴州坐纺车 有什么特别要在意的 是不是还得嘱咐嘱咐大伙 巴州毕竟不如郑州这样安定 我们新纺车的图需要大家记下来 到了巴州 就准备新纺车需要的物件 但先不要将新纺车造好 纺车上用的重要物件也先收走 避免被人盗用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陈家村的线碎毛毡 花毡粉蜡纸 已经扬名了 随之而来的 还有旁人的惦记 所以必须有所防备 京中 鲁王齐王也准备离开京城 回去属地 来的时候 两个王爷分别带了长子和次子前来 走的时候 两个长子都被留下了 只有次子要与他们一同归家 两个王府又是欣喜又是担忧 喜的是 自家的小主子可能成为储君 忧的是 事情没落定之前 谁也不知 是福还是货 鲁王每天喝得醉醺醺醺地回家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没有什么心机的酒鬼 每天都在与人说 他的长子如何聪颖 皇上皇后如何夸赞他的儿子 这样的鲁王 虽然让人看着生气 却莫名地给了皇帝几分安心 皇帝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一眼就看透的人 在书房里坐下之后 鲁王的醉醺渐渐从脸上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眼中的一片清明 鲁王端起茶喝了一口 不多一会儿 书房的门被打开 一个人走了进来 等到门被重新关好 鲁王看向那人 这次货物卖得如何 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气度不凡 他躬身道 商船的货物被一抢而控 尤其是那些粉蜡纸和毛毡 都是被人高价买走的 鲁王听到这话 神情没有任何变化 李陶继续说道 海商都在问我 什么时候还能有这些货物 鲁王手指轻轻地 在自己膝盖上敲了敲 宋献回到了北方 会立即忙碌雀场的事 就算雀场一时半刻不能做好 但会有一批货物 从辽国那边过来 宋献在京城时 荒生阴云 会将辽国送来的羊毛留在巴州 这些羊毛大部分会做成毛毡 化毡和线碎等物 到时候 我会让人前去买来 你便能运去海上 为何 为何 为何不自己做 一来陈家村用的纺车不同 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做毛之物 笼络了不少人守卫之所用 而且巴州原来的百姓就会做毛毡 再加上西北本就产皮毛 加上这次与辽国却场一开 能拿到价钱合适的皮毛 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理人和 或再做也不能做得比他好 再说 他们做出的毛毡花毡也不贵 陈家村一直都是以辞取胜 既然我们做不出这样便宜的卧件 不如先从他们手中买来 这样又快又省事 李陶明白过来 我也没那么多精神于他们做这样的周旋 只要能赚到银钱 从海上换来我需要的东西即可 而且他大动干戈 会引来皇上的猜忌 到时候皇上查到他走海商 即便他有货物也不能运出去 又有什么用处 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 不过与陈家村争一点点的小力 他岂会这样做 我这就去安排 休憩好船只 等到货物备好了 立即就会出海 鲁王点点头 李陶显然还有别的话要说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道 王爷 我听说 广阳王的郡主 死在了海上 李陶说这话时明显有些紧张 鲁王见状忽然一笑 我还以为你不会问及此事呢 李陶只觉得自己手心里开始出汗 那年圆平九年十月 是我帮萧星宗在海上抓人 我 瞧见了一个男子和妇人 李陶没敢继续说下去 当时萧星宗和王爷有来往 王爷想要借萧星宗的手打压宋家 萧星宗人手不足时 李陶就会带人前往帮忙 那一年十月 李陶记得清清楚楚 那些人与萧星宗作对 他帮忙抓人 鲁王点点头 就是那次 你让人杀了广阳王的郡主 猜测被证实 李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妇人来头竟是如此之大 半少他都没能说出话来 所以你日后行事要小心 我要被宋县和家安郡主的人抓到了 我 还好那时候 他们应该没有发现我 没有瞧见我的模样 鲁王定定地看着李陶 李陶被看得心中发虚 我 王爷 知晓些什么 那日除了那男子和妇人 你可看到了一个孩子 那孩子就是如今的家安郡主 你的模样没有被家安郡主瞧见吧 李陶根本没有瞧见家安郡主 现在被鲁王这样提醒 就好像背后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 只要被看出破绽 他就会立即丢了性命 李陶结结巴巴地道 我 我不知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三连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五百二十集 鲁王瞧见李陶这般模样 站起声来走到李陶面前 伸手缓缓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要太紧张 那时候的家安郡主 不过才七岁 他不一定能认出你 这件事你知我知 只要你好好为我办事 我定会护着你 宋贤虽然拿下了八周 却还不是我的对手 多谢王爷庇护 我一直觉得 有你在 将来高丽也会畅生 高丽也永远都是你们李氏的 李陶不敢有别的心思 就像鲁王说的那样 宋贤和家安郡主 知晓当年的事 绝不会放过他 所以他只能一心一意地 追随鲁王 他不敢有别的心思 否则鲁王将那桩事 透露出去 宋贤没有能力 立即除掉鲁王 却能够对付他 李陶觉得 自己的性命 已经完全被鲁王 捏在了手心中 去吧 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 拉上货物就离开 等有了消息 我会让人知会你 王爷放心 还有一事 我们的船还是太小了 走得不够远 拉的货物也不够多 你还要早些造出大船 还需要什么人手 我都会给你送去 但记住 不要让我等太久 我一定尽心尽力 为王爷办事 去吧 能在京中见到你 本王也很欢喜 你差事办得好 这次又为本王 赚了不少银钱 本王练兵养兵 都要靠你 如此一番话 方才那让人慌张 和恐惧的气氛 仿佛一下子 荡然无存了似的 李陶根在鲁王身边 许久了 可每次见到鲁王 变脸如此之快 依旧觉得心惊 他躬身向鲁王行礼 这才战战兢兢地 走了出去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 鲁王重新坐回椅子上 今晚他的目的达到了 借着当年的事 让李氏不敢动别的心思 也将李氏赚得更牢了 眼下他从巴州买来货物 卖出海 的确是最方便最省事的 不过他也不会放任宋献这样获利 宋献就像一只肥羊 等到机会成熟了 他自然会下锅取肉 李陶走回赞住的宅院 身边的清姓立即上前道 二爷 怎么样 你与鲁王确定了吗 是 当时我们杀的那人 就是广阳王郡主 清姓倒吸一口凉气 两个人久久没有再言语 李陶舔了舔嘴唇 能确定 当时确实杀了广阳王郡主吧 那种时候应该是活不成的 李陶闭上眼睛 还好 广阳王郡主就那么死了 思量片刻之后 他拿定主意 回去之后 将那子随我一起办事的人 全都解决了 一个也不留 不能让这消息传出去 就让一切随着肖兴宗 埋在地下 肖兴宗没有说 宋宪和家安郡主那些人 也永远不会得知 他稳住情绪 吩咐清醒 早些抓住那刘夕 好好拷问他 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带着船队在海上辨别方向 这么来去自助 从现在开始 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平安 也得好好为鲁王办事 不能让鲁王有半点的不满 郑州陈家村 谢良辰正在冯衣山 一不小心针尖刺入到了指腹中 他惊呼一声 将手塞入嘴里 高氏见状不禁心疼起来 哎呀 你看你 这是扎了几次了 谢良辰请高氏坐下 我从前面过来 听到你的婚期定下了 高氏说完 就拉起谢良辰的手指看 陈丫头做什么都能耐得很 唯有这女工 也不是良辰做得不好 而是别人花三分力气 她要花六分 而且还弄得满手都是伤 定的哪个日子啊 高氏抬起头来 难得地看到陈丫头脸颊发红 眼中透出几分羞涩 还能是哪天 宋老太太都住下了 就是要磨着定最早的日子 二月二十六 无论是谁家女眷 遇到宋家这样真心实意的男方 都要给几分颜面的 整个陈家村都看得出来 宋家是真的很想将良辰取进门 也难怪宋家这样了 这么好的陈丫头 谁不想要啊 二月二十六 这眼见着就要进二月了 谢良辰总觉得 自己什么都没筹备 这就要出嫁了 高氏看着谢良辰发症的模样 轻声道 你也别担心 宋家不是说了 将来你能带着孤雁回陈家村住 不像许多人家 女儿嫁出去了 很少能归家 往后大家还在一处 孤雁敢对你不好 只管与我们说 我们都会护着你 二舅母 我知晓了 她正愣不是因为害怕成亲 而是想起前世 觉得恍惚 前世离开郑州时 心如死灰 只觉得自己从小失去父母 又被人牙拐走 虽然好不容易找到了亲人 最终还是落得如此田地 被二叔卖给苏家之后 以后做事也都身不由己 前路一片黑暗 不知该何去何从 欢迎收听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右白 为小耳朵们领弦播讲的 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 第521集 现在却是不一样了 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明 他知道自己要嫁给喜欢的人 知晓将来他会好好的待自己 珍视彼此 也知晓就算前路再难 也会携手走过 虽然也有即将出为人妇的忐忑 但也有憧憬与欢喜 东黎先生这长袍就要缝好了 后面还有什么针线 我们帮你做 谢良辰应声 以他的女工 也只能给两位先生 外祖母 还有父亲 做做衣衫了 其余的都要村中的女眷帮他 婚期这么近 他们要赶制不少活计出来 宋老太太 还在与祖母父亲说话吗 是啊 老太太还有许多事 要问大伯母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男方 什么都要问女方的意思 高氏说话的时候 陈玉儿走进屋中 他刚好听到 于是插嘴道 是阿姐有福气 福气还不是自己挣来的 你也一样 别看你二伯答应了苗家 但也是有花在先 绝不能让你受委屈 你要好好与你阿姐学学 人前腹小 并不能让人看得起 真正有本事 才能让人高看一眼 咱们陈家村 不就是这样 陈玉儿认认真真地点头 我 我跟阿姐好好学 谢良辰不禁失笑 本是她的事 现在反倒弄得 玉儿这般紧张 前面还说了些什么 宋老太太说 咱们要忙的事情太多 许多女工用不着我们来做 宋家都筹备好了 若是我们实在觉得不好 她就让绣娘们过来帮忙 还说不用顾及那些礼数 阿姐这段日子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算离开镇州也使得 就是身边要多带一些人 高时越听越觉得满意 难得的是 宋家一心为良辰打算 我再去前面看看 你就在书药所坐着 有消息 我再来告诉你 高氏离开后 陈玉儿上前几步 说姐夫知晓定下了婚期 定然要欢喜 宋县前日就带着人去了八州 一起同行的 还有陈永义等人 他们会先去新州 然后前往代州 算一算 这个时候 他们应该快到王家村了 宋县到了新州 先是见了张老将军等人 又去雅蜀处置公务 这些日子 吏部派来的官员陆续到了 州县官员上任之后 眼下略微有些混乱的局面 就会有所改善 张卫和以为 宋县至少要在郑州 耽搁些日子 没想到 宋县来得这么快 到了新州之后便大刀阔斧 让人传令 前来赴任的官员 要在七日之内 迁往鼠牙 各司其职 伟王留下的官员 也要一一甄别 贪赃王法 草菅人命者 一律入狱 也有一心一意做事的官吏 茶食之后可以留用 这几日积存下来的公物 宋县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处理了最紧要的几双 第二天就带着人 前往代州 与新州相比 代州多年几经战事 情形更加不好 听说节度使来了 代州百姓沿路相迎 更有不少一美之言 十九年 十九年 朝廷总算收回八州了 我 我等 感谢朝廷阵绩 宋县勒住缰绳 翻身下马 拨开人群 找到了一个老翁 那老翁瘦的皮包骨头 面色发黑 穿着粗布衣裳 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 随着众人的声音 一起呼喊 赶紧打 起朝廷 忽然 他感到周围一阵喧闹 这才抬起头来 发现 那本来应该在 高头大马上的 宋节度使 不知什么时候 竟然站到了 他的面前 老翁腿一弯 就要跪下行李 然而手臂 却被宋县牢牢地拖住 老人家不必如此 宋 宋节度使 老翁一时不知 该说些什么话来感谢 是谁让你们来的 这 他下意识地看向不远处的牙钗 那些牙钗是前朝留下的人手 伟王被抓之后 他们就战战兢兢 生怕宋县与他们算账 听说宋县前来了 为了讨好宋县 就让所有百姓 都出来迎节度使 宋县顺着老翁的视线 看了一眼 那几个牙钗 差点就此跪在地上 宋县收回视线 继继续询问老翁 朝廷的振机梁可能吃饱 吃饱了 振机梁够用 再也不用饿肚子 老翁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感觉到干瘪的肚子被人碰了碰 他昨天就吃了些粗粮和坑皮 如今腹中空空如也 这是吃饱了 老翁愣在那里 不知该说些什么 更不知道如今是福是祸 不由得腿脚有些发软 还好宋节度使目光柔和 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否则他真的是要吓得晕厥过去了 我知道身体量不够 但我会想方设法 让大家吃饱 从前大家受了不少委屈 吃了不少苦 但那些日子都过去了 从前那些不敢说的实话 往后尽刻一只眼 会有人为你们做主 雅鼠是大家的 里面的官员也是大家的父母官 那些在黑暗中瑟瑟发抖 苦苦挣扎的日子过去了 有太多太多说不完的痛苦 不能宣知语口的恐惧和愤怒 都过去了 全都过去了 事后只要是我宋献束手之地 若还有挤压百姓 逼迫百姓的官吏 一律下雨 说完这话 宋献脸上的肃穆散了些 他看向众人道 有人给大家带了能吃饱饭的东西 百姓这才回过神来 一个个红着眼眶望着这位年轻的节度使 目光中多了期盼 哎 子羹子羹 我听说陈阿姐的新书及时已到要上线了 是真的吗 嗯 是啊 我的月票都攒起来了 准备都支持阿姐的新书 及时已到 幽默反转 温馨不憋屈的古言新书 及时已到上线了 不过 不过那里等着你的不是我谢良辰 而是 而是我这个被人说到的女顽酷女画师 但不管是良辰还是我吉衡玉 相信我们 我们的故事都很精彩的 所以呢 请你一定一定要来支持哦 等你们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五百二十二集 宋宪这样一开口 整个气氛都不同了 不少百姓开始抹眼泪 甚至有人低声交谈 是不是 朝廷又有震灾粮了 嘘 别乱说话 朝廷没有震灾粮了 随着宋宪开口 周围灯食安静了下来 没有粮食 他们如何能吃饱啊 大七这么多州邪 朝廷每年收的睡饮有些 不可能一直给八州振寄 而且我们八州 也不可能等着别人来振寄 但牙手准备了两种 耕牛 离地的雾身 还有药材种子 等天暖和了 最像地里种上浓雾 八州土地肥沃 能养活这里的人 不过在春耕之前 我们还是要做些别的营生 赚了银姐 用来买米买衣衫 宋宪话只说到这里 没有说到底要怎么营生 但戴州的百姓们脸上 却重新露出了期盼的神情 虽然从前伟王的官员 也曾与他们说过类似的话 却从来没有实现过 他们也早就听得木然了 但这次经由宋节度使说出来 他们的胸口却有情绪在翻涌 这是守住戴州的宋县 擒拿了撩人皇子的宋县 郑州百姓愿意拿出自己的粮食 送来八州 为宋县做军粮 这样的宋县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必然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 而好官说的话自然可信 宋县看向身边的屈成美 在大州之州没来上任之前 有曲之州在雅书住室 但凡有什么男士 都可去雅书诉说 他话音刚落 屈成美就感受到 百姓的目光又落在了他的身上 那一双双可怕的眼睛 是对宋节度使和他的信任 曲成美深深吸了一口气 郑重地向百姓们攻身 本官必定极尽所能 宋节度使让他暂待之州之职 只等到几个之州上任 他身上扛着重责 绝不能让百姓失望 给宋节度使丢脸 他得让百姓看看 宋节度使治下是个什么模样 宋县转身上马继续前行 百姓们将曲成美围了起来 大人 朝廷会有什么营伤给我们 大人 曲成美感觉到 一双枯瘦的手拉住了他的关袍 许多人说不出话来 只是固执地拦着他 不想让他离开 好像他走了 这期望就会落空似的 曲成美仿佛能够感觉到 巴州百姓都经历了什么 他忍不住鼻子一酸 差点煽然落泪 一会儿各村李政 都会前来雅鼠 与我商议后面示意 等李政回村之后 大家就什么都知晓了 现在 只要回去耐心等待 宋县骑马到了雅鼠 这次没了那些 故意奉承的声音 宋节度使的脸色 反而好多了 踏入雅鼠大门 宋县就看到了 站在旁边请罪的牙钗 宋县没有理睬 只是从他们身前走过 牙钗就腿一软 纷纷跪倒在地 他们想要求宋节度使饶命 却张开嘴 说不出话来 等到宋县的脚步声远去了 几个牙钗才战战兢兢地 抬起头来 向雅鼠里面看去 明明雅鼠还是那个雅鼠 与往常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可宋县走进去之后 他们却感觉一切都不同了 那般的肃穆威严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现在该怎么办 自己去大牢里认罪 如果不主动前去 只怕要罪家一等 若是敢脱逃 被抓回来 就是死路一条啊 宋县和屈城美 在雅鼠看了文书 屈城美留下安排后续的事 宋县则带着人 马不停蹄地赶去 关卡和军中查看情形 雀场要开了 边疆束手 更不能出半点差池 屈城美将宋县送走之后 就吩咐身边的人 让李正们到来吧 我们一起去二堂说话 代州村子里的李正 纷纷在二堂坐下 自从他们做李正以来 这还是同一次 被这样请到雅鼠议室 别说知州大人了 就算是从前的县位 也没有时间见他们 众人坐好之后 就看到屈知州 带着人走了过来 李正们纷纷向屈知州行礼 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商量 一会儿说话的时候 就不要再有这样的虚理 李正们应声 还有一点 只许说实话 眼下有什么要求和困难 你们只管说出来 雅鼠会设法去解决 任何人不会怪罪你们 若明明有困难 你们却藏着 等到将来出了差错 唯你们试问 李正们纷纷点头 屈成美看了一眼牙差 牙差打开门 只见几个汉子走了进来 其中几个王家村 李正认识 正是镇州陈家村的人 看到陈家村的陈永义 王李正松了口气 不管是宋杰度使 还是谢大小姐 答应了他们的事 全都做到了 王李正那皱起的眉头 渐渐松开 走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还将货物摆在了 雅鼠的桌案上 那些货物是线碎 毛毡 花毡 屈成美让李正们上前来看 从前我们也做过毛毡啊 只不过没做得这样简直 天气日子说 王家村的几个人去做花毡 难不成做的就是这个 众人看王李正 王李正点头 是啊 镇州来的女眷 帮衬着一起做的 这毛毡和花毡 在京中卖得极好 那以后我们要做这个 难不成 这就是宋将军说的 为他们寻的营生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做了 可以正大光明地做出来 再卖出去 得到银钱 可以养活家里人了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三连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五百二十三期 王里正一些人知晓些内情 但真的盼到了这一天 还是心中激荡 大家从郑州来 会帮着这村子 做出纺车 教大家如何做这种 线碎毛毡等物 这几天 大家都要来商议此事 每个村中 能有多少人会做毛毡花毡 多少人能学纺车 纺车放在哪个村子最为方便 那都是李正门要商量的事 陈永义等人 陈永义等人已经准备好 要开工坐纺车了 屈成美将雅鼠旁的一处院子收拾好 让陈永义几个住进去 陈永义带着郑州来的人 这些日子就在这院子里坐纺车 众人商议到天黑 第二天一大早就来雅鼠碰面 说话的奸细 乔家村的李正想起一件事 问陈永义 之前在戴州关卡上遇到的那位 谢大小姐还来不来 他们怎么听说 那位谢大小姐好像是广阳王的外孙女 被朝廷封为郡主了 但这消息他们拿不了蠢 来 换些换钱来 乔李正知晓那位大小姐很厉害 医术好 郑州的人都听她的 便问道 真的 谢大小姐给他们村中不少人都治过病 村子里的人都想要当面感谢谢大小姐 陈永义刚要说话 却看到巡迎回来的宋县走了过来 乔李正只听得身后传来宋节度使的声音 真的 因为2月26日 郡主便会嫁与我为己 日后我们夫妻一体 自然会在一处 宋节度使这话一出 这些日子的一些传言就得到了证实 宋节度使口中的郡主 就是那位谢大小姐 而且谢大小姐即将成为节度使夫人 李正们互相看看 这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好消息 广阳王还有后辈在 虽然是女眷 但在戴州战事的时候 谢大小姐带着人诊治伤兵 直到宋节度使打赢了这一仗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谢大小姐的为人 与老辈人口中的广阳王 十分的相似 不愧是同一血脉 现在他们巴授有了宋节度使 广阳王的后辈又回来了 还怕将来日子不好过吗 他们现在只要跟着节度使和郡主 往前走就行了 几个李正不再耽搁 忙将手里的名录交给屈承美 那些都是他们村中能用的人手 屈承美仔细看去 戴州会做花毡的人聚在一起 也有不少 女眷们也都能学会用织机 织机做好之后就能交下去 等到雀场开的时候 这边也就准备好了 乔李正问道 织机做出来之后 谁来交村中女眷做献祟呀 柳二娘从角落里走出来 开始时我来交 等到织机做出来 郡主也会带着人到戴州 戴州的人自然相信柳二娘的 他本就是带手走出去的 有人给做织机 有人教村民怎么做 所有的事都替他们想好了 李正们想起来向宋县行礼 郡主没在 他们就感谢宋节都市 可是转头这么一找 不知道宋节都市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这宋节都市走了吗 几个李正面面相去 屈承美道 有了访车 有人教大家做献祟 还要有羊毛才行 节都市上表朝廷 准备在灵丘开雀场 到时候辽国的皮毛 就会通过雀场运进来 王李正道 二月二十六 节都市就要成亲了 剩下的几个李正 这才回过神来 节都市和郡主要成亲了 却还前后来带州忙碌 郡主都准备差不多了 新州那边也在收拾宅子 宅子里的几间屋子都弄好了 如今正在修其远墙 王李正看向屈承美 有些话想要说 不过却没有说出口 李正想问我 为何知晓得这么清楚吧 王李正回道 不敢 曲承美在节都市和郡主口中 都听说过王李正 知晓王家村在战事时 帮了大忙 便觉得王李正比旁人 更亲近些 于是笑着道 你若是天天跟在节都市身边 自然也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每日都要听着送节都市问几次 有时候还要问我 虽然问是假 炫耀是真 咱也得老老实实地听着不是 鼠崖旁的宅子里 陈永义正带着人坐纺车 别看陈永义手有残疾 但做起事来却十分的麻利 更何况身边还有陈仲东几个帮忙 到了饭点 村民就会将饭菜送过来 除了吃饭睡觉 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做工 天黑下来的时候 屋子里还点着灯忙活 四伯 明日我们就能将第一架房车做好了吗 陈永义道 先不装起来 我们继续做 多做几家 等到雀厂那边有了消息 咱们村子的女眷过来之后 再一起将房车装好 这是良辰嘱咐他的 八州这边必定不熟 说不得有眼线盯着 晚些弄出来 也免得被人学了去 陈仲东将这话在脑子里转了几圈 也大约明白了四伯的意思 明天都打水洗一洗 连着干了几天活了 身上都臭了 虽说天很冷 但架不住每天干活太卖力了 水也没有少出汗 十几个老爷们住在一起 这屋子里真不是个味儿 等村中的女眷过来 哎呀 只怕话还没说完呢 就要先被熏个跟头 知晓了 陈仲东几个纷纷道 不过这话刚说完片刻 屋子里就响起了憨声 真是累啊 但累得直 只要每天想到 那些眼巴巴看着的村民 陈咏义就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算了 管他们喜不喜 先把活干完最要紧 不能误了手中的活 也不能误了梁晨的婚期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三连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又白 为小耳朵们领先播讲的 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由喜马拉雅 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 第二天醒过来 陈咏义带着大家 继续甩开膀子干活 将其余的都抛在了脑后 等到陈咏义媳妇 正是和十几个女眷 来到代州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胡子拉扎的男人们 正在木料里穿梭 头上身上都是木碎 远远看过去 还当他们是做了苦衣呢 陈咏义媳妇不禁埋怨道 瞧瞧你 你将人带出来 就弄成这般模样 这有什么 我们没耽误工夫 多做出了好几架房车 你们做的东西 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良辰将这事 交给你来做 做不好了 岂非要丢了良辰的脸 知道了 你安心就是了 以后这些东西 都要他们来做 他们来修 他当然不能大意了 陈咏义刚要问 良辰有没有跟着一起来 就听到外面传来 嘈杂的声音 谢良辰被虎子几个拥着 走进了院子 看到陈咏义和众人 这副模样 谢良辰走上前道 这些日子 四舅和大家都辛苦了 为了出来 紧走方便 谢良辰脸上 依旧做了遮掩 看到良辰这个模样 陈咏义也算放心些 四舅 辽国那边有消息了 很快 毛皮就会送过来一些 我们的纺车 可以装起来了 雀场虽然还没建好 但当时和辽国商议 送还三皇子之后 就要运一匹毛皮前来 陈咏义点点头 转身吩咐陈仲东 哎 知乎大家 装房车 很快 在众人忙碌之下 一架房车摆在了屋中 这么大的房车呀 几个李正带着人 站在旁边看着 柳二娘将事先准备好的羊毛 放在房车上 陈咏义握住把手 缓缓摇动 房车在众人眼前动起来 哎呀 有了 有了 随着房车转动的声音 众人盯着那碾子 缠在钉子上 线碎越绕越多 越绕越大 陈咏义本来以为 能听到欢腾之声的 谁知屋子里 会如此的安静 她转头看过去 刚好瞧见一个女眷 用袖子蹭了蹭眼角 陈咏义想到了陈家村 第一次赚银钱的情形 许多人也是欢喜得眼睛发红 穷苦都是一样的 希望也都是一样的 静谧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有人急切地问 这房车 我们村里也有吗 灵秋对面的辽人 一直盯着宋献骑马入城 这才松了口气 三皇子葛坤 阴沉着脸道 宋献回戴州关卡了 回去复命吧 被宋献掳走之后 好不容易才回到辽国 经过这一次 她可谓是颜面尽尸 本想要一直将自己 关在家中的 没想到太后娘娘和父皇 派了这趟差事给她 让她再次直面宋献 再见到宋献的时候 葛坤脑海中浮现的 还是被宋献擒住时的情形 她知晓太后和父皇的苦心 想要让她从这阴霾中挣脱出来 可她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提起勇气 带兵与宋献对阵 太后这是在提醒她 既然没有把握 带兵与其人征战 眼下暂时不要动别的心思 先将雀场做好 宋献回到城中 长安就来禀告 郡主到戴州了 如今就在王家村 叫大家用纺车 刚刚好 她取回了毛皮 纺车也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 清洗羊毛 纺线碎了 葛坤也带着人回去了 这里有几个副将盯着 这里离王家村不远 若是有事 他们会来村子禀告 也就是说 大爷可以去见郡主了 宋献自然想立即见到梁臣 不过撩人的兵马 还没有走远 他依旧有些不放心 再等一等 趁这个机会操练一下兵马 这里的事了了之后 他就要回到镇州城清了 在他离开的时候 关卡不能出任何差错 我立即让副将前来中军大仗 用了整整一日的功夫 大访车送入了戴州三个村子 柳二娘和郑氏 带着女眷开始教大家如何用纺车 女眷们在屋子里用纺车 村中虎子这样的孩子则守在院子外 见到谢良辰走过来 虎子立即围上前去 传阿姐 你累不累 谢良辰刚要摇头 发现虎子打开怀中的竹篓 里面放着一支茶吊 阿姐 这水还是热的 你喝一些再去脚家村 谢良辰心中一软 从虎子手中切过竹篓 你刚刚一直捧着这个 不重吗 不重 阿姐快喝 一会儿就要凉了 谢良辰倒了一碗水喝下去 温热的水十分甘甜 他看向虎子 虎子的笑容更深了些 阿姐 你去脚家村 我带路 好像又回到了代州战事的时候 那些日子也是虎子带着他 去周围的村子中的 一路上 虎子一直在说这些日子的事 他们还说阿姐不会来了 我就说阿姐答应好的 一定会回来 晚上阿姐就住我家 村中的大伯帮忙心盘的炕 我早就想好了 等阿姐再来 让阿姐住过去 我去跟大伯家的哥哥几一几 谢良辰能想到 在那样的冬日里 虎子一直在为他做打算 心情念念的念着他早些来代州 哎 子羹子羹 我听说 陈阿姐的新书 及时已到要上线了 是真的吗 嗯 是啊 我的月票都攒起来了 准备都支持阿姐的新书 及时已到 幽默反转 温馨不憋屈的古言新书 及时已到上线了 不过 不过那里等着你的 不是我谢良辰 而是 而是我这个 被人说到的女顽酷 女画师 但不管是良辰 还是我吉衡玉 相信我们 我们的故事都很精彩的 所以呢 请你一定一定要来支持哦 等你们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右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525集 虎子带着几个小娃子们 在谢良辰身边走着 大家都听着虎子说话 不时地发出笑声来 谢良辰 看着这些孩子 心中多了几分清静感 就好像回到了郑州 那时候他也是这样 带着黑蛋几个去山中采药的 黑蛋几个边走边被药采 前面就是乔家村了 阿姐 你还记得吗 带州有战士的时候 你就来过 虎子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到一阵嘈杂声 抓住他 就是他 不知道怎么混进村的 乔家村的村民 将一个男子围住 这两日 村中常有人来 他就混在人群中 我瞧着不对 我就跟着他 果然看到他奔着放纺车的院子去了 你去做什么 是想要偷看纺车 还是想要弄坏我们的纺车 妇人声音很大 加上村民一个个瞪圆了眼睛 一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模样 让那男子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他结结巴巴地道 我没有 我就是听说你们村子有了大纺车 觉得好奇 于是 莫要骗人 屈知谢说了 想要大纺车的村子都可以去雅蜀 就算你不去雅蜀 也可以向李正说清楚来意 这样偷偷摸摸 就是不准备做什么好事 对 二嫂说的没错 李正不在 我们先将他给绑了 等李正回来 再送他去雅蜀 大家拿定主意 立即上前用草绳 将那男子捆一个结实 咱们纺车还没用起来 就有这样的人上前 事后还得了了 还是多找几个人寻村 眼见事情处置好了 骨子几个人才上前 村民们也瞧见了谢良辰 谢良辰走上前 大家又要见李 他连忙道 我是来看访车的 大家莫要再如此客气 刚刚还一脸怒气的富人 见到谢良辰 声音便柔和了起来 郡主不知晓 那人呢 就藏在院子里 想要等我们走了之后 进放访车的屋子中去 我哪里能让他得手 我喊了一声 他一看被发现了 转身就要逃走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这富人是乔李正家的 平日里大家都叫他李二嫂 是个爽力的人 这纺车比我们性命还要紧 岂能让纺车出什么差错 他可是亲眼看着郑州的人 不眠不休地赶工作出来的 做出的三架纺车 其中一架放在他们村子里 那便是对他们的信任 他恨不得日夜都倾眼盯着 才能放心呢 这往后 这样的人连村子都不能进 见到村民们这样谨慎 谢良辰也能放心了 纺车先在带州用起来 等他成亲之后 其余几个州 也都能准备妥当了 几个人正要往村子里走 就听到马蹄声响 是宋家的家将前来报信 常月听了消息 上前向谢良辰道 大爷让人将羊毛送去雅鼠 等做好了文书 就让李正取来 宋县人呢 还在关卡吗 大爷说 让您放心 他那边一切顺利 留下也是为了练兵 明日一早就会回戴州 我知晓了 大爷还问 您这边准备好了吗 等他回来 就要带您回镇州 成亲 哎 我可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这样的话 大爷也好意思让我来传 谢良辰听到常月说的话 立即看向那打马离开的家将 他都不知晓要如何说宋县了 之前他就惊讶 不知道宋家的帖子 怎么送得那么快 婚期定下来的第二日 镇州雅鼠的官员 就都知晓了 现在他好像有些眉目了 这大约都是宋县 无意识地透露出去的 再在这里住几天 应该也就人尽皆知了吧 谢良辰看着常月 你觉得宋县来这里之后 有没有将这些说给别人听 大爷来了之后 就去雅鼠处理公务 然后又去巡营 接着就去了关卡 筹备雀长 应该没有腾出功夫啊 常月尽职尽责 说的都是实话 所以他说的是 没有腾出功夫 如果换了长安 长安肯定会替宋县遮掩 想到这里 谢良辰不禁一笑 我也觉得 他还没有功夫说出去呢 谢良辰与常月说话时 乔家村的人都在旁边等着 看着谢良辰向前面走来 李二嫂才又上前去 郡主定然还有许多事要忙 这边忙完了 还得回去郑州成亲 离二月二十六 也没多少天了 谢良辰惊讶 他们也知晓二月二十六呀 看来他还是小看了宋县 宋县再忙 也有时间将这些透露出去的 这时候的宋节度时 简直就像个小孩子 你们真信宋县啊 不过就是利用你们罢了 说什么大齐 说什么广阳王 别说八州之地了 就连齐人站的地方 那本都应该是高家的 他们拿纺车来 就是要你们为他们效命 等到纺出了县岁 卖了银钱 都是宋县和郑州的 怎么可能给你们啊 说话的是那个潜入村中被抓的男子 最近八州抓了不少这样的人 大牢里关押了不少 有些官员罪责难逃 但一些被伟王蒙蔽的百姓并没有犯什么大错 朝廷也不会动用重刑 你看 我就说这人定然有问题 伟王这些年 我们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 居然还有人一心一意念着伟王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三连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五百二十六集 李二嫂向来直言直语 她这么一说 乔家村的人也纷纷道 伟王再留八州几年 恐怕戴州就要没人了 戴州好几个村子人都死绝了 每年赴税仍旧不减 遇到天灾 好不容易等到了朝廷阵界 也不过就是掺了沙子 发了霉的晨凉 再说了 赴了银钱怎么就是朝廷和镇州的 朝廷和李政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知晓自己该赚多少 将他送去雅鼠 对 现在就送去雅鼠 乔家村的人压着男子奔鼠牙而去 谢良辰看着那男子 刚好那男子也向他看来 兴许是心中有鬼 男子看到他之后立即就低下了头去 等到押送男子的一行人走远了 谢良辰看向长月 让人去雅鼠盯着点 那男子一开始推托说 不过是好奇之机 怎么突然提起伟王 真的拥护伟王也就罢了 现在八周多的是因为伟王入狱的人 不过也要小心 免得有人浑水摸鱼 明明是为别人办事 却装作如此 这样做 一来不会暴露自己真正的目的 二来 就算维护伟王 没有犯下大错 也顶多领些板子 就会被押回户籍看管 不会被重责 在这样的时候 必须要小心 将这桩石安排好 刚好乔李正也赶了过来 谢良辰道 从辽国来的皮毛货物 已经运去了雅鼠 很快就能领羊毛了 眼下村子里 都拿不出银钱买羊毛 要等到变成现碎卖了银钱 再将这些银钱给雅鼠 等于是先从雅鼠 奢羊毛来用 从前只有雅们 向他们借粮食的份 没想到还有衙门 借他们东西的时候 让人将清洗羊毛的物食准备好 乔家村也像王家村那般热闹了起来 乔李正则带着人去了雅鼠 等到雅鼠入了文书 他们就能将羊毛领回村子了 羊毛洗好还要晓干 越早动手自然越好 村子里的人都在等着羊毛进村呢 不愿意耽搁任何时间 喂 来了 李正将羊毛领回来了 快 收回女眷吧 先将羊毛分好 然后开始清洗 这些年村民们苦不堪言 如今劳累一些 对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 一会儿的功夫 村子里就是一片热火朝天 谢良辰先去看众人分毛敬毛 不一会儿的功夫 正是也带着人来帮忙了 村民们虽然手法还不娴熟 但做得十分仔细 一直忙到天黑 大家才不得不停手 明日天一亮 就接着做 只要这两日不下雪 很快就能将羊毛晾干 还是慢 如果是夏天就好了 李二嫂如是说着 可是已经不慢了 这么多人动手 院子里都是晾晒着的羊毛 大家将所有的力气 都用在了这上面 下午的时候 谁也没张罗着吃饭 晚上吃糠皮对粗粮的时候 每个人脸上都是笑容 正是与谢良辰回到了王家村 住在虎子家的屋子里 他拉起谢良辰的手 过两日你就回郑州吧 这里的事交给我们 谢良辰点头 看到戴州的情形 他也就放心了 忙碌一整日 几个人梳洗之后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谢良辰醒来 穿戴好 就听到院子外 一阵嘈杂声响 他梳洗干净走出去 便看到了 站在院外的宋县 王家村的村民 对宋节度使 还是心有畏惧的 不敢走到前面来说话 正式将宋县请进门 趁着旁人离开的时候 宋县走到谢良辰身边 今日还有什么要忙的 还要去几个村子看看 好 我让人准备了快码 最晚明日我们就要走 谢良辰点头 不能再迟了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阿借也疼疼我 谢良辰的脸颊 微微一热 恐怕宋县再说出什么话来 忙说道 我知道了 明日就走 那我就回去等着了 明日尘时 我千万来接你 谢良辰不过 才来到戴州几日 就成了戴州几个村子 村民的主心谷 天刚刚亮 村子里的人见面 都要问一句 郡主来了吗 一开始 大家还称呼谢良辰为郡主 谢良辰让大家改回阿借 不过 八州的百姓却很固执 外面的人他们不管 但在八州地界 必须叫郡主 只因为八州不同 避开镇州来的人 私底下悄悄说 这里才是郡主的家 他们称呼郡主 罪名正言顺 就算是日后郡主 嫁给了节度使 他们依旧这样叫 谢良辰走在村子里 纺车装好了 羊毛带回来之后 村中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从前 大家都缩在屋子里 尽量不走动 如今有了活计 大早晨的 也有人在造坊里 生火造饭了 郡主说 粮食不是省出来的 再这样下去 等到春耕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力气 去地里忙活了 到时误了春耕 到了秋天 打不出粮食 还是要挨饿 所以现在 无论如何都要吃饱 别想着把粮食 留到后面 先顾好眼前的 如果没有纺车 做不出现碎 就算郡主来劝 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敢这样做 现在不同了 村中有了活计 大家每日做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等商谷拉走了货物 就会照这个下发银钱 有了银钱 什么不能买 孰清孰众 摆出来之后 就全都明白了 更何况 这条路 郑州的陈家村 本就走过 虽说 现在代州 远远不如当时的郑州 但是当时 郑州没有人帮衬 现在 他们直接将 郑州走通的路 拿过来走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三连什么的 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五百二十七集 村中的大人忙 虎子这样的孩子 也在村中帮忙传递消息 拿物时 跑得脸颊通红 虎子也跟着村中人 改了称呼 君主 就连三阿婆都去织房了 在这之前 大家还觉得三阿婆 熬不过这个月了 没想到 跟着吃了些饭时 又用了君主给的药 人就好起来了 谢良辰用帕子 擦了擦虎子头上的汗 三阿婆的病 还要养一阵子 这些日子 你要盯着她吃药 不要让她太劳累了 知道吗 嗯 只想 我想让三阿婆豪起来 哼哼 她饿得不行的时候 还是三阿婆 往她嘴里塞吃食呢 这些她都记得 她最不喜欢听三阿婆 嘱咐村中人 说的那些话了 什么直接用草席 给她送去后山 家中没有旁人了 就得劳累大家了之类的 现在三阿婆不用死了 也就不用劳累别人了 郡主明日就要回镇州了吗 明天就走 不过这里有人帮忙照应着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们的线税 应该都已经迈去南方了 污子虽然舍不得谢良辰 但知晓 他是要回镇州成亲的 满心为谢良辰欢喜 郡主 村中人都说宋节度是好 谢良辰点点头 就是看着有些吓人 宋节度时 带着的人也是那般模样 立在那里 好似都不会笑 谢良辰脑海中 浮现出长安长月兄弟两个 又想到 陈子庚被宋县背着去 更衣时的模样 虎子到底是个孩子 不懂得遮掩自己担忧的情绪 节度时会好好带郡主吧 会 往后你就知晓她的为人了 谢良辰摸了摸虎子的头 他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呢 心很软的宋县正站在城墙上 他回到代州见了良辰一面之后 就回到了代州关卡 三皇子葛坤听到消息说 宋县一直在练兵 生怕出什么差错 几乎一夜没有睡 这次再出什么差错 他就没脸回去见太后和父皇了 本想着运了货物之后 两国关卡上都能恢复从前的安静 谁知道宋县那边偏偏动静不断 若是换了旁人 葛坤不会担忧 但宋县 轨迹多端 不能不防 于是一晚上下来 葛坤就将眼窝熬得发青 他怎么还不走 不孝成亲了吗 也该回镇州了吧 说不准会在哪里成亲 听说星州也盖了院子 也有可能是镇州的人过来办喜事 那边的消息叙叙事实 我们探的也不一定准 就算消息打探蠢了 也难保这不是宋县故意放出来给他们听的呀 不能轻挤妄动 最终 葛坤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觉得自己 从此以后 要将至少一半的精神 都放在宋家军身上 在不清楚 宋县和宋家军之前 他其余的事都不必去做 宋县在关卡又守了一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 就带着长安一起去了王家村 沉识出 王家村的人将谢良辰送出村子 眼下代州太穷 但村民们还是亲手做了针线作为贺礼 谢良辰翻身上马 与宋县四目相对 然后催马前行 一路向郑州而去 村民们一直站在那里 直到那几个身影 彻底看不到了 虎子蹲在路边 郡主成了亲就会回来吗 二月二十七就能回来吗 村民们笑 虎子到底是个孩子 虽然不知节度时与郡主 会是什么时候回巴州 不过必然是春更之前 谢良辰与宋县马不停蹄地 一路进了郑州 远远地就看到了 陈老太太和宋老太太 带着人站在村口等他们 瞧见了宋县和谢良辰 陈老太太这才松口气 哎呀 回来了就好 这十几天哪儿都不能去 除非有天大的事 否则都要放下先忙婚事 宋县和谢良辰应声 宋老太太望着孙儿道 好好用心 哪里做得不好 定饶不了你 说完这话 宋老太太笑着看谢良辰 良辰不用做别的 这些日子太累 好好歇着就是 谢良辰上前 宛住陈老太太和宋老太太 一起向村子里走去 宋县吩咐长安 长儿回来了 衙门里有事物 就去寻她 从现在开始 她要回宅院布置一切 礼陶从船上跳下来 这处小岛远离大岐 岛上都是鲁王积攒下来的家业 他帮鲁王在海上行走 找到不少人手安置在这岛上 有流民 有买来的奴仆 还有原本就住在这岛上的人 如今全都在为鲁王做事 新副管事低头向李陶禀告 带州那边始终没有消息传过来 也没能拿到镇州新纺车的图样 不管是镇州还是带州那边 都看得紧 爬州的隐线 许久没送消息来了 还真像鲁王说的那样 宋宪和谢良辰不好对付 否则找到纺车坐出来 再将羊毛运到这里 让岛上的人做那些线水和毛针 岂非更加方便 看来不能急 只能慢慢来 另一桩是呢 之前我带出去的那些人 全都处置了 处置了 但还有一个人 也曾在那时去过大旗 只不过不是在当日 而是隔天前去的 当时是怕黑有余祸 他前往身后 是正是 管事应声 正是帮他管着这岛上的女眷 不像寻常手下 随随便便就能杀了 暗地里打探一下正事 若他不知晓别的 就暂且留着吧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三连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由唐宝S 白小生白右白 为您领衔播讲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呢 第五百二十八集 李陶的管事朴寿 领了命就去寻正事 正事正站在院子里 拿着明鹿等朴寿 这个岛上的人只进不出 这些年鲁王的人手 将这里守得如同铁筒一般 不过 就算没有守卫 岛上的人也离不开 大船都被鲁王带走了 这里离有人烟的小岛 相距甚远 除非砍伐岛上的树木 坐一条能在海上航行的船只 这样才有逃走的机会 不过 这种法子 必定耗费太长时间 没等船坐好呢 就会被发现 李陶帮鲁王管着这小岛之后 每二十人编在一起 众人互相监视 若其中有一人逃走 二十人一并处死 郑氏等人和李陶一样 曾与如今的高丽王争畏 失败之后被鲁王救出 在岛上帮鲁王做事 将来找机会重新回到高丽 郑氏一向做事仔细 李陶十分信任他 就连鲁王也见过郑氏两次 所以郑氏没有像那些人一样 被立即处死 苗寿翻看着明路 全都在 上个月岛上死了十三个人 时事都经过查验 埋在了后山 其余的人都在这里 苗寿点点头 郑氏向屋子里看了看 管事 岛上有几个人被带走了 他们犯了什么事 苗寿自然不能告诉郑氏 那些人曾在原平九年 与李陶一起出海 当时杀了一个妇人 而那妇人是广阳王郡主 为了让这桩事不要泄露出去 于是将这些人干脆都处死 毕竟当时活下来的 谢少元和谢良辰可能见过这些人 我也不知晓 可能离大人和鲁王另有安排 不过就算他们不回岛上 也是一样在为鲁王做事 李陶虽然没有官职 但是被鲁王信任的人 他们习惯称呼为大人 等到鲁王大事成了的那一日 李陶自然会任职 您说的是 外面情形不算好 鲁王缺人手 有些调动也是寻常 郑氏没有再问及这些 之前那些货物 卖得可好 提及这件事 瓢兽脸上露出笑容来 很好 都被海上买走了 是不是过阵子又会有货物的 还是准备让这里的人学做一些 这些货物到了之后 瓢兽让郑氏看过 不知王爷后续会做何安排 让郑氏知晓一些 也方便日后行事 眼下 他们主要在这岛上 存储往来的货物 还挖出了几处铁矿 这里的妇人还会用织机 做一些海商喜欢的布料 还要为鲁王屯军备 郑氏以为 鲁王会吩咐他们 做那些毛毡 你们能做出来 郑氏摇头 那有人肯将 而且恐怕 还要务神来做 说工作不了那般细命 这就是了 现在找不到人来教 其人那里也是财星企 等他弄来做这个的法子 自然会吩咐你们 这阵子大家也没闲着 靴子粗步都做了不少 你们可知外面是什么情形 不能白白养着他们 自然要尽心尽力 为鲁王做事 现在乱得很 你好好管束女眷 不要让他们闹出什么事端来 朴寿想想那些做苏活的女眷 都是些又老又丑的女子 只能拼着力气换些吃屎 不像岛上那几个年轻些的女子 还能做些个其他的活计 那些活计可要轻松得多 正是从朴寿那里离开 回到了他们的村寨中 走进屋子喝了一碗水 正是坐下来思量 总觉得这次带走的人有蹊跷 一定是外面出了什么事 但朴寿等人口风极言 此两间有人走了进来 那是一个脸上带着烧疤的妇人 烧灼留下的痕迹十分地害人 如果不看那伤疤 光看妇人的眼睛 会觉得那双眼眸格外地清澈 平日里正是叫这妇人陈嫂 陈嫂虽然面容丑陋 但极为聪明 被正是看中以后留在身边 帮她管事 这位陈嫂从前可不安分 总是想方设法地要从岛上离开 被人抓回来打了个半死 还是正是保下了她的性命 她看向陈嫂 以后想要打探外面的消息 只怕更不容易了 我们相熟的那些护卫 都被带走了 陈嫂的嗓子被烟火熏坏了 听起来有些沙哑 为何被带走 是知晓了我们向他们探听消息 应该不是 若是他们知晓了这件事 我就不会活着回来 那些护卫没有什么错处 怎么会突然被带走 这其中必然有什么缘由 陈嫂也相信 并非是将人调走去做事 朴树的态度十分奇怪 陈嫂目光轻亮 你难道还觉得鲁王会为你们报仇 会送你们回高丽 外面传进来的消息越来越少 你什么都不知道 往后的日子 也只能任人摆布 这些年 你一直在我耳边说这些 你就是想要我不再信任鲁王 陈嫂点头承认 因为你想要离开这里 回到齐地 光靠我一起之力 根本不能脱身 但我说的也是实话 我想要活下来 也想你们一起活下来 正是看向桌子上的毛毡 拿去吧 你身子不好 用这个会好些 本集播讲完毕 各位听众老爷们喜欢的话 三连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懂得都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部 第五百二十九集 陈嫂伸手去抚摸那毛毡 从前棋地也有毛毡 但没有这么好 一晃这些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家里变成什么模样了 陈嫂的话让正是动容 还是得想方设法 打听外面的消息 至少知晓现在外面变成什么模样 这样才能有所准备 等到时机到了 等到时机到了 能怎么样 正是不知晓 但陈嫂说的一点没错 现在一无所知的情形 更让她心慌 陈嫂不客气地拿走了毛毡 回到了自己的屋中 将毛毡铺在身下 她躺下来 只觉得有说不出的舒服 干燥 温暖 陈嫂闭上眼睛 梦里面有个清脆的声音 一直在喊着 母亲 母亲 二月二十五这天晚上 谢良辰觉得自己一直都没睡踏实 一会儿梦到小时候的事 一会儿梦到母亲 一会儿又想起养大她的李家夫妻 大约是因为要出嫁了 就格外地想念不在身边的亲人 如果他们都活着就好了 陈嫂儿叫醒她的时候 谢良辰紧闭着眼睛挣扎 不想起身 陈嫂儿见状不禁笑了起来 阿姐 宋家的人早早就过来帮忙了 喜娘也来了 一会儿全服夫人就到了 阿姐真的不起身 谢良辰前一晚 还在跟田惠珍一起对账目 一下子将这些东西全部都放下 心中空出来的地方 顿时被紧张和羞涩站满了 起身洗澡穿戴的时候 谢良辰听到 外面愈发热闹起来 都知晓她这边穿戴得差不多了 女眷们也都进来说话 不一会儿的功夫 屋子里就站不下人了 陈阿姐真好看 有人笑着说了一句 大家就停不下来了 还要抹这么多的粉吗 可能是平日里自在惯了 这一层层的粉弄上去 总觉得怪怪的 喜娘仔细地端详了一番 说道 这样就好了 郡主本就长得白 不用敷那么多 嗯 而且这般根本用不着打扮 雪良辰抿着嘴 桌案上零零总总的盒子一大堆 真的从头到尾用一遍 只怕呀 她走路都得掉粉 宋家那边特意嘱咐的 说迎亲的队伍要按照时辰来 头冠太沉 戴得太早会累着 你行动也不便 等时辰差不多了 我们再戴上 最后一层对筋的大袖和瑕疲也没穿 谢良辰看着瑕疲下的筋疲坠 是莲花鸳鸯的满池胶 在京城赐婚的时候 皇后娘娘赏赐的 好像赐婚的时候还在眼前 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极日 还真快呢 忙碌得差不多了 高氏才让大家上前 与谢良辰说话 陈家村之房的不少女眷 都让郑氏带着去了八州 这一会儿正忙着帮大家仿线岁呢 自然不得空回来 于是郑州其余几个村子 早早就让女眷过来帮陈 烧水 做饭 帮忙打理一些杂事 大家都忙得团团转 不过心中 都十分欢喜 这可是郑州的大事 宋节度使成亲 娶的是家安郡主 陈家村的陈阿姐 周围村中的人不止过来帮忙 还带了不少吃食 都是自家村的好东西 还有过年没杀的大肥猪 大早晨 前往陈家村的路上最为热闹 有人说笑 有人驱赶家畜 整个郑州都知道这样的喜事 见到这般也不会惊讶 从别的地方来的人不免就要问上一句了 这怎么了 只要是郑州村民就能告诉他 哎呀 今天呐 郑州办喜事 什么喜事啊 嘿嘿 姑娘要出嫁 过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 对于陈家村更是如此 过年时陈老太太等人不在 陈家村也就凑合着热闹热闹 将所有的欢喜都憋着用在了今天 造房的炊烟鸟鸟 整个村子都笼罩在香气之中 等到宋家来迎了亲 陈家村也要摆宴席 长长的桌子连在一起 饭菜不间断地摆上 周围村子的人都会前来贺喜 陈老太太在村子里走了一圈 看着大家忙得热火朝天的 如果不知道的 还当是他们陈家村要举媳妇呢 高氏从良辰那里出来 找到背着手四处走的陈老太太 将陈老太太拉到屋中 将手里的花带在了陈老太太的头上 花是用沙做的 高氏在京中时就买好了 花了不少银子 但买的时候 想想大伯娘戴在头上的模样 就半点也没心疼了 陈老太太看着那红花就要推举 我带她做什么呀 这都成什么样了 高氏没理会 净纸给戴好了 婆母还活着的时候 她就听婆母说过 陈老太太最爱美了 夏日里见到好看的花 都要戴在头上 可自从大伯过世之后 陈老太太就再没戴过 今天不同 好日子嘞 您这衣裳太素敬 戴得花喜庆 陈老太太一边向镜子里瞧 一边道 哎哟 这该喜庆的是良辰 哎 你也跟着美一美 哎哟 我可不喜欢这个 高氏暗中思量 这花是买对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三十集 陈老太太嘴上咸气 手却一直往头上扶 生怕那花转眼就飞了 在经历的时候 我还瞧见有男人在花呢 也想买一朵给姐夫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姐夫肯定不带 那就等我带完了再借给他 让他回门子 婆媳两个笑个不停 两个人再走出去的时候 发现村中的人更多了 陈老太太心里没了底 今天是要来多少人呢 思量间 陈子庚跑了过来 祖母 二婶 可能要多备些吃食 赵州那边也来人了 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陈老太太和高士心中都没谱 就要迎过去看 祖母别急 姑父在前面待客呢 宋献穿好吉服 在长安面前走了好几圈 一会儿整理衣服下摆 一会儿摸摸腰间带着的物事 最重要的是 那只香囊 那可是陈阿姐夜里挑灯封出来的 宋献问了长安好几遍 怎么样 一个多余的褶都没有 我去陈家村寄梁辰的时候 梁辰头上是不是已经遮了盖头 长安也没有成过亲呢 不过他向喜娘打听过 应该是 那就不能立即看到我的模样了 他得好好护着这身吉服 等挑下盖头的时候 还得是现在这样 长安心中发笑 难得大爷这般注重仪表 不过说到底 也就是为了让君主看罢了 大爷 今日陈家村的人可不少 咱们得早些做准备 郑州村子不少人都在陈家村 这种情形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不知道一会儿有多少人拦门呢 宋献看着长安 他们会拦我 不好说 虽说村中鼠牙都送了贺礼过来 但人却都去了陈家村 可能村民们都觉得 节度是这边送些贺礼 陈家村那边还要多多出力 出力 这如果是在拦门上 大爷想要见到郡主 只怕也不容易了 那就早些走 反正他也坐不住了 心早就飞去了陈家村 长安让人去安排 宋献去堂屋 向宋家长辈行礼 宋氏族中来了不少人 全都坐在堂屋里说话 听说宋献这就要走 宋老太太道 早点也好 免得误了时辰 宋献成亲 与宋家交好的都来庆贺 又因为宋献是节度使 北方的节度使 要么自己前来 要么遣了自家的子弟来恭贺 秦茂行也从营州赶了过来 宋献选了年纪相仿的几个人 和他一同迎亲 秦茂行便在其中 他看向秦茂行 这里只见秦茂行 而不见苏怀卿 可想而知 苏怀卿是去了陈家村 虽然在谢良辰面前 宋献一直声称大度 实际上只要想起苏怀卿 宋阿弟的心中 依旧是不舒服 且并没有因为即将成亲 而减少半分 其实 苏怀卿已经很有分寸了 自从见到谢良辰上了 宋家的马车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 以两家私交为借口去见谢良辰了 希望这次 苏怀卿也就做个寻常宾客 走吧 宋献知会一声 宋家的迎亲队伍 浩浩荡荡地 一路向陈家村而去 宋几政看着热闹的队伍离开 知晓宋献想要迎娶谢良辰之后 他也帮着筹备长子的婚事 但宋献自己早有打算 宋献事先买好了宅院 还在陈家村里盖了几间房 看样子是准备和江安郡主 去陈家村里常住了 虽说郑国将军府没有分家 但宋献这些年常在外面 早就不用他给阅历银子了 银钱完全与郑国将军府分开来 没有继承他家业的意思 这次成亲 宋献也没有向他讨要银钱 就动用自己的积蓄和生母逢侍留下的银钱 宋几政让人送了银子给宋献 也被他原封退了回来 本是他长子成亲 可仿佛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宋几政只好向母亲打听情形 想着宋献需要的话就以母亲的名义送出去 哪知道母亲也不帮他遮掩 就算动用银钱 也是母亲的私库 夜深人静的时候 宋几政常常陷入深思 他有三个儿子 宋明宋玉 归根结底 想要的是他手里的兵权和郑国将军府的家财 如今他们败露 死的死 下狱的下狱 而宋献 如今他唯一的儿子 却并不想要他拥有的这一切 他如今就像是没有子嗣一般 而这都是他自己的错 不知将来还有没有机会挽回 宋几政努力压制着情绪 希望能融入着喜庆之中 秦茂行跟在迎亲队伍之中 经过蔡荣的事后 秦茂行从心底里佩服宋献 能够安排好北方的事 又能一举情拿住高玉 就算是三个他也做不到 更何况宋献借机 用撩人的三皇子 换回了肖兴宗这个祸患 但这不影响他为怀亲惋惜 如果不是苏怀亲的母亲 或许今日去陈家村迎亲的 就是怀亲了 他们在迎州忙碌的时候 听说谢良辰被封为嘉安郡主 赐婚与宋献 苏怀青竞命了半赏 才道 宋献演结果 将来必定会有一番作为 嘉安郡主聪明良善 这桩婚事很般配 如果怀青心中一点波动都没有 就不会思量那么久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三十一集 银青队伍停下 秦茂行回过神来 只见最前面的宋献翻身下马 这还不到陈家村 怎么宋献就下马了 只听杜剑道 前面都是村民 八成是贺喜的吧 总不能从现在开始就拦路吧 新郎官都下了马 他们这些迎亲的人 自然也得跟着这样做 秦茂行与杜剑走上前去 只见贺喜的村民们将宋献围住 宋家人开始送喜钱 村民们却不肯收 哎哎哎 不要银钱 新郎官 说些好听的来 村民们推剧者 谁也不伸手接 而且也堵在那里 不肯散去 不能轻易让新郎官 取走他们的姑娘 虽然他们不懂什么 大户人家的对师 但至少可以拦在这里 反正及时尚早 平日里他们不敢这样 对宋杰都市 今日趁着喜事 大家都热闹热闹 不知道宋杰都市 要如何过他们这一关 是准备作诗呢 还是要作文章 村民们的笑声中 只见宋献上前两步 躬身向众人行了礼 站在最前面的黑蛋剑状 就像一条泥球一般 缩入到人群中 他怎么能受宋大人的礼数呢 还不及闪躲的村民 受了这一衣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宋献虚度二十年 幸遇郡主 今日得取 此生无憾 感激各位前来贺喜 宋献 必定铭记于心 婚期定下了之后 我日夜期盼 说度日如年也并不为过 终于 等到了良辰即时 还请大家为我映录 让我早些跪拜 陈家谢家长辈 众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从没想到过 宋杰度使居然 能说出这样的话 什么今日得取 此生无憾 日盼夜盼 度日如年 这话呀 面皮薄的听了 只怕都要直接红了脸了 宋献边说边向前走 后面的杜剑 撞了撞其冒行 诶 你听到没 宋献都说了些什么 秦冒行清了清嗓子 他好像知晓 为何怀清错失良缘了 也不完全是苏家长辈的错 怀清自己 也不是宋献的对手 秦冒行看向宋献身后的 长安等人 宋家的家将 仍旧面不改色 各司其职 不得不说 宋献练兵 的确有一套 长安一直笑着 之前他们听惯了 大爷说这些 耳朵早就磨出了老简 现在这一句句的话 对他们来说 尾时是算不得什么了 黑蛋一路往村子里跑 宋大人太厉害了 根本就挡不住 他眼看着大家 渐渐散去 将兰门变成了贺喜 硬生生地让出了一条路 而且黑蛋能肯定 一会儿到了陈家村 村子里的人会败得更快 宋大人那话说的 他都想向大家求情了 宋大人多不容易了 快别拦着了 宋献往前走着 不停地感谢着身边的人 大爷 这礼数 我们可受不得呀 宋献心道 如何受不得呀 真心真意来贺喜 拦路也是为了良辰 光是这样就该感谢 宋献一路前行 在陈家村村口 瞧见了从巴州赶过来的 张卫和等人 宋献迎过去 张老将军 张卫和还没来得及拒绝呢 已经被宋献抱住了肩膀 我还要谢谢老将军 岳父面前 都会给老将军帮忙说话 否则 没这么容易让岳父点头 张卫和看着一脸欣喜 眼睛明亮的宋献 没来游得一阵心软 蔡村母和岳父定然等计了 我就进去拜见了 张卫和没有说话 宋献快步向村子里走去 他身后的迎亲队伍 也一拥而入 谢良辰穿好了大袖吉服 听得外面传来喜悦声 宋姐度时在外面候及时了 一会儿就要进来叩拜长辈 喜娘拿起放下谢良辰的红盖头 低声提醒谢良辰 一会儿啊 我和陈家大爷拉着郡主上轿 谢良辰点点头 陈子庚握住他的手 阿姐别担心 我跟阿姐一起去送家 如果没有阿弟 也就没有他和宋献的今日 谢良辰轻声道 阿姐不担心 主屋里 宋献正向陈老太太谢少元行礼 祖母岳父放心 小许 必定会良辰一生 世事无常 没有绝对 所以 这一生 可能是他的一生 也可能是 他的一生 万一自己走在前面了 那他留下的东西 也会保他平安 只要想一想 他便踏实 欢喜 他许诺 只许诺这一次 紧着一桩 用一生 来完成 谢少元听着宋献这话 眼看着他败在自己的面前 脸上满是恳切的神情 顿时感觉到欣慰 这两个孩子都是有福气的 他不由得向旁边看看 主位上是陈老太太 他旁边的椅子空着 那是给良辰的母亲留着的 若是良辰母亲看到这些 定会十分欢喜 说不定还会因此红了眼睛 然后给他使个眼色 让他差不多就行了 哎呀 起来吧 宋献起身 从喜娘手中接过茶 奉给陈老太太和谢少元 等陈老太太和谢少元 将茶喝了 宋献才到 白祖母 父亲 我彻底去见良辰了 去吧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子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部 第五百三十二集 宋献躬身行礼 然后向外走去 围在外面的人 立即打发人去 向陈子庚和黑蛋传话 姐夫庄主屋里出来了 宋献拜见谢少元和陈老太太的地方 设在熟药所的屋子里 谢良辰则在陈老太太的院子里 两边一个在村尾 一个靠村头 陈家村的孩子们跑得气喘吁吁的 这才早几步将消息带到 趴在墙头上的陈子庚大喊 关门 将门收好了 这里是姐夫迎姐姐的最后一关 黑蛋站在墙下十分紧张 四公 你可要争气啊 不要像前面那些人一样 算两句就可以打发了 黑蛋可是亲眼所见 就连张老将军都没能拦一拦姐夫 之前怎么说的来着 所有人都担忧他们 生怕他们最后这一拦 让姐夫给轻易过了 早知道就应该先笑话笑话那些人的 放心吧 这一关没那么好过 他们事先做了完全的准备 姐夫想要进门来 先要射中树上的剑靶 当然射剑对姐夫来说太过容易了 所以他们动了些手脚 剑靶后连着一条绳子 等到送线射剑的时候 趴在墙上的陈子庚会向黑蛋比个手势 黑蛋一拉绳 剑靶换了个位置 自然就射不中了 黑蛋紧紧地攥着手里的绳子 整个陈家村最靠得住的人 就是他和子庚了 这次就让大家看看他们的本事 墙外的苗子柜小声提醒 准备好了吗 人可来了 好了 希望送节度使 不要怪我 苗子柜也是要做陈家村姑爷的 现在哄好小舅爷 将来他成亲的时候 也能让大家高抬跪手 宋仙走到陈老太太院子外 就瞧见了趴在墙头上的陈子庚 他笑着看向陈子庚 怎么爬那么高啊 要不要将你抱下来 小舅爷还没说话 就被姐夫逗得发笑 姐夫先叫开了门再说 好 这块要怎么过 简单 陈子庚指了指树上的剑把 射中正中间的红点就好 红点很小 不过对于宋仙来说 算不得什么 宋仙从喜娘手中接过弓箭 长公绑着红段握在宋仙手中 将他整个人的脸颊映得更加鲜亮 陈子庚觉得 今日的阿哥和往常十分不同 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眉眼之间都含着笑容 笑得是那么的温暖 堪比头顶娇阳 宋仙拉宫之前 道 子庚 在你心里 你阿姐可重要 陈子庚点头 那是自然了 在他心中 阿姐最好了 他这辈子最敬佩的人 就是阿姐 不光是他 还有许多人也是这么思量的 所以才会跟着他们 一起换阿姐 将来 你还会遇上值得用一生 去真实之人 但是良辰 是我的唯一 从清坊后 他是我的己 我最真爱之人 宋仙说到这里 笑容更深了些 这笑容将陈子庚 晃得愣了一下 不过 宋仙接下来的话 就让他僵在了那里 半赏都没回过神来 只听 宋仙轻声道 他也是我的阿姐 陈子庚听到 嗖的一声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宋仙已经将弓 丢给了喜娘 而那只剑 不偏不倚地 射中了剑靶上的红心 陈子庚和黑蛋 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这一关就已经过了 黑蛋手心中的汉 将绳子都给尽湿了 竟然没有排上用场 他焦急道 阿子庚 你怎么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陈子庚这才彻底 回过神来 他竟是被阿哥 不 被姐夫给骗了 他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想到 姐夫竟然当着 那么多人的面 叫阿姐 院门被打开 宋仙整理了 山上的吉福 大步向正屋里走去 高师用手 戳了戳黑蛋的脑门 就说你们是最没用的 我说错了没有 等下次 我拦半个时辰 我就不叫黑蛋 苗子庚当时感觉到了 一阵寒意 宋杰度使这关 过得太容易了 让小舅爷自觉无能 这原本与他是无关的 可无论怎么想 他都觉得 小舅爷这股劲儿 会发在他的身上 这就是县世报吗 门开了 谢良辰头上遮了盖头 整个人被笼罩在 一片红彤彤之中 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形 只能听到喧闹的声音 知晓宋仙进了门 离他越来越近 心跳不由地跟着加快 喜娘笑着道 姑爷站在那里就行了 不用太靠前 这宋新娘子上轿子 用不着您 哎呦 都到这里了 不急不急 想想宋宪被喜娘拦住的模样 谢良辰本来的紧张散了一些 忍不住想笑 接着谢良辰被 陈子庚和喜娘 一左一右挽住 新娘上轿了 宋宪望着一身喜福的谢良辰 看着他款款向前走过来 喜娘和女眷们在旁边护着 直到他弯腰上了轿子 他才快走几步上前 谢良辰终于听到了宋宪的声音 良辰 我就在旁边 我迎你回家 谢良辰点点头 两个喜娘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他们还没有见过这么体贴的新郎官呢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三十三集 迎亲的队伍渐渐远去 谢绍元来请众人宴席 人群中的苏怀卿收回目光 本是为谢良辰 欢喜 但那欣喜之中 不知为何夹杂着一缕苦涩 虽然几乎淡得 让人无法察觉 谢良辰不是那个 被他从越州接回郑州的可怜少女了 他找回了自己的父亲 被朝廷封为嘉安郡主 嫁给了喜欢的人 以苏谢良家的情分 他也就只能关切到这里了 苏怀卿微微笑着 想起母亲知晓 谢良辰被封为郡主时的急切模样 母亲一生都在动用小心思 不想本本分分地做事 只想投机取巧 一招翻身 可没想到她做梦都想要的机会 却被她自己亲手断送 母亲为此被折磨得夜不能寐 她没有规劝 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种种心思 付出代价 后悔也好 奢求也罢 谁也帮不上忙 轿子台的平稳 这一路除了喜悦 就是众人恭贺的声音 还有马蹄声响 始终离她很近 陪着她的轿子一起向前走 这一路 谢良辰不知道自己都思量了些什么 从海上救下宋献开始 两个人重活一世 从相互防备到彼此信任 发生了许多事 却又是那么的自然水到渠成 轿子落下 这次是宋献在喜娘之前撩开帘子 谢良辰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握住 温热的手掌捂着她微凉的指尖 然后便是宋献的声音 我扶持良辰 不用你们了 进门拜堂这段路 应该是喜娘在旁边搀扶 她与宋献并肩前行 没想到宋献改了章程 女方的喜娘迟疑着 要不要开口提醒 毕竟有这么多宾客在 这样思量间 南方的喜娘将她给拽住 低声道 有只巨板 她这一路跟着见到的太多了 宋大爷在人前都说了那些话了 还差这个 不差了 梁辰 第一次归家 我们一起走 谢良辰轻轻轻点头 宋献感觉到 谢良辰微凉的手指微微收紧 同样握住了她的 此时此刻 也给予了她相同的回应 宋献胸口灯食一剂 差点忍不住就要将她揽在怀中 走吧 好 他们这条路 从来都是两个人一起走的 她虽然晚了一些 但绝对不会放她一个人独行 两个人手牵着手跨入院中 走进堂屋 喜娘跟在后面 若是新人都像宋洁度使 和家安郡主一样 他们起飞省了许多事 这才是真正的 珠连碧合 宋献将红筹送入谢良辰手中 这是童心节 宾客们瞧着 年轻的年轻的宋洁度使与郡主低语 不惊低效 不过他们可半点都不惊讶 郑州谁人不知 宋洁度使可急着澄清呢 武将官家还听说 宋洁度使为了能早些回到郑州 还在代州练兵 让辽人将领连着好几日都不敢在关卡上露头 所以 这亲手拉着郡主进门 亲手地同心节 放在宋洁度使身上 再寻常不过了 接下来的拜堂 谢良辰感觉到宋献的紧张 立在那里 等到及时之后 周围再无宾客喧闹之声 两人千金 先拜天地祖先 然后进入洞房交拜 谢良辰被扶着坐下之后 就听喜娘道 大爷别愣着了 该挑盖头了 趁敢不就在您手里吗 大家不禁都笑了起来 别说喜娘了 就算送献本家的女眷 也是第一次瞧见宋献这一般 要知道 在宋家 最让人害怕的 不是宋启政 而是眼前这位宋小将军 宋献很少去族中 每次若是露面 都是板着脸的 眉眼上仿佛结了一层 厚厚的冰霜 同辈晚辈的人 谁也不敢上前与她说话 这次宋献婚事 他们算是开了眼界了 没想到 他们的大哥 宋小将军还能这一般 又体贴又温和 这也就罢了 有时候还愣在那里 就那样瞧着郡主 仿佛忘记了自己该做些什么 同辈的妹妹们都心中感叹 这可还是我们的大哥嘛 趁敢终于动了 红盖头被取了下来 谢良辰眼前一亮 抬起眼睛看过去 正好瞧见宋献整理身上的衣袍 宋献今日格外的不同 眼角仿佛染了一抹鲜艳似的 身上的脊肤那般妥贴 不过脊肤再好看 也遮盖不住她的光彩 谢良辰扬起头 在她清亮的眼眸中 瞧见了自己的身影 该喝合锦酒了 喜娘在旁边提醒 宋献这才回过神来 拿起酒杯送入谢良辰手中 谢良辰看向宋献手中的酒 宋献本就坐在谢良辰身边 看到她的目光 又向前轻了轻身 低声道 夫人放心 我怕饮酒无食 这杯是茶 虽说之处有盈 但还是要问问你 为父以茶代酒可好 你若是不应 为父这就让人换酒来 大哥在跟郡主说些什么呀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玉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三十四集 女眷们一阵欢笑 大哥这般模样 助长了他们的胆色 一个个都跟着开口 大哥 快些说 我们还等着撒账呢 捧着喜果的手都酸了 宋献眼中满是笑意 不过却没有动 依旧等着谢良辰回答 饮酒会悟什么事 不用想也知晓 宋献吃酒酿 园子都会醉 真的这一杯酒下去了 再清醒就要等到明日了 谢良辰微微攥了攥手 不过宋献饮茶也就是了 还偏偏要过来问他 这么多双眼睛瞧着呢 宋献又是这样一副面孔 谢良辰只好点头 好 那我们就饮了吧 谢良辰将酒杯举到唇边 与宋献一起饮下 甘甜的味道在嘴中散开 没有半点酒味 谢良辰这才发现 他这杯也是蜜水 宋献伸手过来取他的杯子 凑到耳边道 我不能醉 夫人也不能醉 谢良辰抬起头来 对上宋献微生的眼眸 脸颊灯石发烫 女眷上前将锡果撒在床上 又拥上前来闹腾了一阵 就有人来催他们去前面宴席了 我先去前面 很快就回来 一会儿让人耸些吃得进屋 你将头上带的花灌出来 身上的肌肤也换掉 您快去前面吧 这边啊 有我们侍奉 谢良辰点头 喜娘笑着道 宋献站起身 谢良辰以为他这样就会离开 哪知他端详了一会儿 又弯下腰来 谢良辰感觉到腿上一热 刚要称怪宋献大胆 就瞧见宋献从他的腿旁 剥开了两颗枣子 躲着血 别割着了 谢良辰不禁一政 原来他是为了这个呀 这哪里能割着他了 不过仍旧是心中一热 被暖得一塌糊涂 谢良辰柔声道 去吧 我就在屋子里 宋献点点头 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喜娘笑着上前 服侍谢良辰换衣服 两个喜娘动作很快 不出一会儿的功夫 就将花灌给拿了下来 沉重的头饰卸下 谢良辰立即觉得轻松了许多 虽说这一天他没走多少路 但因为紧张 也感觉到了疲惫 换好衣服 就有下人送来吃时 饭菜点心摆了一桌子 都是才做出来的 谢良辰一早急匆匆的 就吃了几口饭 看着这些还真觉得饿了 丫鬟低声道 大爷说您多吃些 前院摆了十几桌 一时半刻大爷不能回来 您吃了 大爷也能在前面用一些 与宋县相比 他少了待客的劳累 不过这饭时 应当等宋县回来一起用 他就少吃些垫垫肚子吧 也免得他牵挂 谢良辰坐下来拿起了柱 那边乡 宋县堆着酒杯进宾客 长安寸步不离地跟着 他得护着大爷 不能让大爷沾到半点的酒气 安安稳稳地将大爷送去婚房 宋县堆是杯子里的 是酒吗 长安听到杜剑质疑 他立即上前 是酒 我给大爷倒的 真的 杜剑伸手就要抢长安手中的酒壶 只见长安定定地看着他 相信我是酒 为了你好 为了大家好 这真的是酒 谢良辰吃了饭 坐在屋子里看账目 屋子里十分地安静 适合他摆弄手中的算筹 两个喜娘离开之后 丫鬟收拾了碗筷 也再没有进来 屋子里没有旁人打扰 谢良辰反而更加自在些 不知不觉中 就将账目看了大半 正准备起身走动一下呢 就听到门口传来长安的声音 大爷回来了 我让人打水侍奉 大爷有规矩 水就放在外间 里面你们不用去了 有事大爷自会吩咐 谢良辰正仔细地听着说话声 就听得门被推开了 紧接着 宋县走了进来 瞧见宋县身上的疾伏 谢良辰的思绪才完全回过神来 比起他的正冷 宋县就自然地多了 他几步走到他的跟前 眉眼中满是笑意 前面人太多了 等着急了吧 谁急呀 他吗 若是他再晚回来一些 他可能都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但在这个时候不能说真话 谢良辰的声音 谢良辰迎上宋县的目光 可累了 你歇一会儿 我去倒杯茶来 他刚要抬脚向前走 却感觉到腰上一紧 整个人被抱了起来 送回到了软榻上 惊讶之间他抬起眼睛 看到的是宋县明亮的眼眸 宋县正定定地望着他 谢良辰就这样被看了一会儿 心里一阵突突乱跳 迷乱之间开口道 你饮酒了 身上一股酒气 没有 宋县的声音比往常更加温和 手臂也一直没有从他的腰间挪开 是被他们的酒气熏的 宋县说到这里 眉头略微一皱 就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 他们都想管我酒 好在我事情有所准备 都挡过去了 杜卓的二弟杜剑 可能还念着他三爹的仇 偷偷地换我酒杯 杜剑怎么样了 人还好吗 大喜日子你可不能动手打人呢 谢良辰故意露出郑重的神情 两个人四目相对 就在彼此脸上看到了笑容 谢良辰笑意未散 感觉到宋县放在他腰上的手臂紧了紧 然后他就落入到了 宋县温暖的怀抱里 宋县吹下头 温热的气息吹在他的脸颊上 谢良辰刚刚松懈下来的精神 立即又崩起 我没打他 但他真讨厌 将酒撒在了我的衣袍上 酒气熏得我头疼 他信了他才怪 就算宋县酒量不好 也不至于被酒气熏罪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部 第五百三生五集 那你喝点茶 不用 让我抱一会儿就好 夫人身上好像 宋县手臂更紧了些 虽然之前他也抱过她 却都没有像这次这般肆无忌惮 谢良辰脸颊发红 那是脂粉味 不是 不是脂粉味 也不是造脚 他提及造脚 谢良辰才想起来 在经中时 宋县也说过这样的话 他那个时候说是造脚 我买来用了 味道不同 还有比这人更没脸没皮的吗 谢良辰不知该说他什么才好 梳洗一下吧 我去外间端水 谢良辰感觉到 宋县在他井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气息十分地灼热 吹在他的身上 似是在炙烤一般 让他心中又羞难 又有些害怕 我去 我侍奉你出息 谢良辰刚要开口拒绝 宋县抬起头 紧接着 他身上一清 已经被宋县抱了起来 宋县大步走到床边 将他轻轻放下 自然而然地弯下腰 脱掉了他脚上的鞋子 一切一气呵成 等他回过神来时 他伸手轻轻揉捏了一下他的小腿 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谢良辰看着宋县转身离开 紧接着 外间便响起了梳洗的声音 又过了一会儿 宋县重新走了回来 手里拿着洗好的帕子 看到他的模样 宋县不禁一笑 谢良辰从他眼眸中 读懂了意思 从他离开到右近屋 自己的姿势一点都没变 啊 刚刚喜娘已经打水 让我洗过了 他脸上有太多脂粉 韦石不舒坦 那就泡一泡脚 他转身又去外间端了热水进屋 摆在了床边的脚踏上 生怕宋县要给他脱袜子 在修难和更修难之间 他选择了前者 白皙的脚踏在水盆中 本是想让气氛不要太过尴尬 谢良辰轻轻轻动了动脚 在静谧的屋子里 突然被撩动的水声显得格外的大 倒像是在提醒他眼下的情形 他让宋县服侍着洗脚 而且刚刚不停说话的宋县 不知为何现在又这般的安静 你要不要吃些东西啊 宋县总算回过神来 目光从那盆水中挪开 你吃了吗 嗯 吃了 我也吃了些 事先吃了 免得耽搁时间 不过若是夜里饿了 我让小厨房准备了鸡汤 为何怕耽搁时间呢 明明现在也不算晚呢 而且为何夜里 想到这儿 谢良辰总算明白了宋县的意思 夫人知晓我在说什么了吗 夫人想的没错 我就是有些着急 从秋天搬到冬天 又从冬天搬到现在 谢良辰再次被抱住 弄白的脚突然踢开水面 水珠见得四处都是 大红的漫障被解了下来 谢良辰感觉到额头一软 紧接着是鼻尖脸颊 衣带被解开 手指顺着他的腰间伸了进去 一路向上轻轻地揉捏着 良辰 你好软 你怎么这么软 屋子里很暖和 谢良辰整个人都陷入到了床铺之中 鼻尖都浸出了一抹汗珠 虽说他心中欢喜宋献 但毕竟从未经过这样的事 仍旧是有些慌张 心跳得极快 好像要喘不过气来似的 别怕 宋献忽然低声道 他拉起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胸口 让他感觉自己的心跳 与他一样的慌乱 紧接着 谢良辰便感觉到 柏梗上一凉 他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宋献明亮的眼眸 伸手一摸 柏梗上多了一块玉佩 玉佩上雕刻着一只白鹤 是当年 他们在海上相遇时留的信物 一对玉佩 另一块就悬在宋献的脖梗上 宋献沉下身 嘴唇贴在他颈侧柔软的皮肤上 生平第一次 夫人多胆态 谢良辰开始还担忧宋献会喝醉 他着实不想在新婚当晚 就哄一个醉醺醺的宋阿弟 不过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推翻了 他开始后悔 杜剑怎么就没能换了宋献的酒杯呢 他现在宁愿见到那样的宋献 虽然魔人 但是很听话 只会粘在他的身边 还会乖乖地挨打 没醉的宋献 说再多的软话都是骗人的 谢良辰的手被紧紧地扣住 半点动弹不得 宋献 谢良辰喊了一声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听起来与往常十分不同 别说声音不由他控制了 他整个人早就身不由己 呼吸 心跳全都不是他的了 全部都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中 额头鼻尖上起了一层薄汗 脑子里除了送线和眼前发生的事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来 伸手推了推他 他却低着头在他耳边央求着 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字 软 他现在只知晓浑身酸软的感觉 突然想起他教自己拳脚功夫的时候 几次将他摔倒在地 现在他相信 那个时候他是收着力道的 那时真是冤枉了他了 好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梁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霓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三十六集 谢良辰终于抽回手 忍不住去推他 宋宪还死之前那般 仿佛在哄着他 还没有 我没力气了 还有 宋宪微微松开与他紧扣的手 他立即挣脱开来 你走 这不是还有吗 还早晨呢 总之 无论他怎么样求 他总是能够应付 谢良辰望着宋宪的眼睛 有那么一瞬间 他是失神的 他从来不曾见过这样 待宋宪稍稍回过神来时 就定定地瞧着他 呼吸愈发地灼热 谢良辰一时心软 不过很快就又后悔了 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 听到他从外间端了热水 泡在浴桶之中 又被擦干净 裹成了一个茧 梁辰 跟你说件事 谢良辰应了一声 没有睁开眼睛 而是将自己往下缩了缩 我从小不太喜欢 有下人在身边 屋子里的屋神 都是自己整理 只有两个默默 帮着清理屋子 身边没有太心地过的丫鬟 方才给你端吃食那个 是祖母院子里的 你可能不太习惯 不过 祖母那里有幸地过的家人 明日 你过去自己选一选 谢良辰感觉自己 应了一声 然后宋献摸了摸他的头 听着床边发出 嘻嘻嘶嘶嘶的声音 谢良辰从劳累中 挣脱出来 睁开了眼睛 只见宋献在床边忙活着 似是在换脏屋的被褥 他的睡意 随着宋献的忙碌 慢慢消散了 脑子也渐渐清明 仔细回想刚刚宋献说的话 宋献应该不是不喜欢身边有下人侍奉 恐怕是他小时候 容是在他身边安插眼线 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让他心生厌恶 宁可凡事轻力轻微 院子里的嬷嬷八成也是宋老太太派给他的 有时不好的经历没有那么容易消散 宋献收拾妥当 转身来踏上抱他 没睡 不累了 嗯 累 谢良辰恐怕某人又生出别的心思 立即闭上了眼睛 宋献一笑 将他抱了起来 重新放回床上 可能是因为财沐浴过 又躺在软软的床褥间 谢良辰只觉得有些热 他拆散了被子 将手臂伸出来 想要透透风 却紧接着被宋献将手臂给塞了回去 小心良辰 他靠过来 就像个热炉一般 他哪里会着凉呢 谢良辰缩着头 一会儿热出了汗才要着凉呢 靠在他的肩膀上 刚才用光了力气 现在只觉得周围暖暖的很舒服 闭上眼睛就要睡着了 这样就很好 什么 外面有长安长月 院子里还有两个嬷嬷 屋里没什么事 不需要那么多人 我也不习惯 宋献仔细听着 等谢良辰说完话 他低下头去瞧 只见他呼吸绵长 已然睡着了 宋献令一只手臂 搂住谢良辰的腰身 脸颊贴在他的绣发上 此时此刻 他只觉得无比踏实 想想方才良辰说的那些话 前世他在苏家 身边也有人侍奉吧 何时不习惯过了 他这是在为他思量 他不喜欢他与他的地方 有旁人随意出入 那种心思 也是最近才发现的 眼下还应付得过来 便先如此 大不了在外面院子 多拍些人手 这样想着 宋献安然地放松了自己 进入了梦乡 谢良辰习惯了早起 总会在外祖母起身前醒过来 尤其是在冬日 抗凉了也就没那么好睡了 有时候会再躺一会儿 但绝没有赖床的习惯 可今天他睡得格外的沉 因为身边一直都是暖暖的 外面的嬷嬷 也一直没有来叩门 宋献不出去练拳脚了 嬷嬷也没来催 应该还走吧 这样安慰自己 又睡了一会儿 忽然又觉得有些不对 万一宋献永运不起身 宋老太太也吩咐 不让人来催呢 想到这一点 谢良辰睁开了眼睛 天果然已经亮了 再睡一会儿 宋献伸手 轻轻地揉着他的后背 搓揉的力道刚刚好 在这种慢慢的安抚中 很想再闭上眼睛 哎呀 得起来了 要去给祖母敬茶呢 一会儿祖里面来人 还要认清 祖中没人过来 祖母昨天吩咐了 等我们有空 再去祖里看看 祖中那么多人 这一面也认不得几个 今天家中也没有外人 祖母不着急 谢良辰就知道 一早安排好了 否则哪里能这般安静呢 挣扎着要坐起身 谢良辰向宋献看去 哎 我的衣裙呢 宋献没有让人进门侍奉 自己先起身穿戴好衣袍 这才将阿湘准备好的衣裙拿过来 谢良辰伸手拿衣衫 宋献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帮你穿 哎呀 不用你 背过身去 两个嬷嬷站在院子里 听着屋中的动静 大爷不喜欢别人近身侍奉 也不知道郡主那边要不要紧 能不能应付得过来 不过看这架势 小夫妻两个相处的 应该是不错 屋子里 宋献正给谢良辰穿袜子 哎呀 真的不用 给我就好 可他哪里争得过他呀 脚一蹬 还不小心从他掌心里拖出 一脚踏在了他的猴结上 谢良辰刚要将脚收回 宋献却按住他 别动 这里脆弱得很 小心踩坏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三十七集 宋献和谢良辰穿戴整齐之后 前去给宋老太太请安 没想到 宋启正也等在宋老太太的屋子里 宋老太太笑着看向谢良辰 快起来吧 总算盼着良辰进了门 这往后啊 谢儿哥就交给你管了 我总算能松一口气 谢良辰笑着 宋老太太这话说的 好像宋献是件麻烦事 早脱手早安心 旁边的宋启正也寻了机会 开口向谢良辰道 往后长家 若是有什么事情不知晓 只管吩咐人过来问我 谢良辰应声 宋启正将桌子上的匣子拿起来 这是家中一些田产 我整日在外征战 也是无暇顾忌 老太太年纪大了 也没有那么多精神打理 郑国将军拿回去吧 郡主也因为郑州 巴州的事忙碌 恐怕没时间管这些 你 宋启正立即皱起眉头 说到底他也是长辈 宋献却在良辰面前 如此博了他的面子 他本以为宋献成亲之后 家中的情形会有好转的 没想到 宋献是真的不准备 任他这个父亲了不成 忍着没有斥责宋献大逆不道 宋启正站起身来 大步从屋中走了出去 宋老太太看着宋启正的背影 只是叹了口气 不过很快便平复了心情 笑着与良辰说话 哎 昨日累着了吧 谢良辰知晓 宋老太太指的是 他昨天从陈家村 一路来到宋家 不免奔波劳累 可他就是想起了昨夜 宋献换好被褥 他迷迷糊糊地 闭着眼睛的时候 向窗外看了一眼 天都没那么黑了 谢良辰低下头遮掩道 还好 早说让你们晚些过来 就是不听 从京城回到镇州 又从镇州去巴州 一直都不得心 虽说年轻身子好 但也要在意这些 宋老太太说着 看向宋献 可清楚 出目安心 谢良辰总觉得 宋老太太的这话 亦有所指 否则怎么会 在最后关头 去看宋献呢 想到此处 他脸颊微微发烫 难得的是 宋献看着十分自然 没有半点的异样和心虚 回答得那般干脆 院子里的人手 不太够用吧 等过两天有了功夫 我带着你 再去挑几个 我想先这样试试 若是应付不过来 再去请祖母帮忙 宋老太太心中一暖 看向宋献 良辰这是护着你 都是因为孙儿 自己身上那些毛病 自己还算清楚 日后要好好待良辰 说完宋老太太挥了挥手 好了 我身上乏了 你们也回去歇着吧 谢良辰知晓 宋老太太并不劳累 说这话是顾着她 正想要开口留下 再陪宋老太太一会儿 哪知道宋献掀起了身 晚些时候 我们再来陪祖母用饭 去吧 别忘了先用早饭 厨房都备好了 宋献带着谢良辰 离开了屋子 宋老太太想想 孙媳妇那略微 有些红的眼睛 这副眷容 她看着都心疼 哪里还能让孙媳妇 去应对宋氏族中人呢 哎 到底是个矛头响子 没个轻重 说完 宋老太太吩咐管事妈妈 让厨房早些将羊肉喂上 子欣一想又觉得不好 我去厨房瞧瞧吧 管事妈妈笑着硬了 老太太都多少年没去厨房了 这时真的心疼孙媳妇 都要亲自安排这些 谢良辰随着宋献回到屋中 两个人用了饭时 下人将碗筷收拾下去 亲手亲脚地关上了门 屋子里没了旁人 谢良辰正思量着该做些什么 感觉到腰上一紧 就被宋献给抱了起来 谢良辰红了脸 大白日的 你疯了不成 方才祖母说的 你都听到了 祖母肯定是看出什么了 才会这么宽念我们回来 这要怨谁啊 我还没说呢 他都说出了口了 宋献抬脚向内室走去 你再不卸着 等晚些时候再见到祖母 祖母又要担忧 谢良辰被放在了床入间 宋献动手脱去了他的鞋子 既然是祖母说的 我们哪有不照做的道理啊 这院子里的人也不会说出去 放心 不会坏了阿姐的名声 我是怕坏了名声 阿姐不怕 是我怕 谢良辰从前不知晓 宋献如此伶牙立直 感觉到宋献温热的手掌 落在他的腰间 轻轻地揉捏着他的腰背 腰还算不算 谢良辰闭上眼睛 点了点头 两个人面对面的侧卧 宋献的额头抵住了他的 夫人 昨夜 有些慌慌就与你说了 谢良辰点点头 仔细地听着 妄想告诉你 我是你的了 这混账 是准备将两杯子积攒的话 一并说给我听吗 谢良辰低下头 在宋献的手上咬了一口 事实证明 谢良辰是真的疲乏 不消片刻就又睡着了 宋献陪着谢良辰睡了一会儿 就挤身去拿公文来看 在叔叔旁坐了片刻 他便觉得空落落的 仿佛少了些什么 于是又拿着公文回到床上 不时地伸手去触碰身边的人 不想打脚踏睡觉 却又总是忍不住 明明才成亲 他却好似就不适应 独自一个人了 想要时时刻刻地 都与良辰在一起 他从前都不知晓 原来自己是这样的人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三十八集 买 宋献听到谢良辰 发出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 他仔细辨认之后 确定他说的是买 买什么 宋献低下头 在谢良辰的耳边 眉眼间满是笑容 谢良辰微醋了醋眉 然后到 买羊糕 宋献听着 笑意更深了些 笑着笑着 神情就变成了温暖和心疼 就算在梦中 还为百姓 为他做这些打算 陈燕显 陈燕昭还在新州军营中奔波 他总算知道 宋献为何多让他清闲半个月了 感情在这儿等着他呢 养养肥了好吃肉 人养肥了可以多干活是吧 宋献成亲他都没能去观礼 没有观礼也就罢了 连顿饭都没能吃上 喝了一肚子的西北风 宋献的良心都到哪里去了 陈燕昭冷冰冰地问宋家家将 他何时回来 你家大爷没有说要歇多久 面对陈燕昭的询问 宋家家将不知说些什么 从前嘛 大爷就算有事 做好了就会立即归营 现在可不好说 毕竟临走之前 大爷马不停蹄地交代公事 而且一个萝卜一个坑 安排好了事宜 衙门的事找区之县 军中的事交给陈二爷 如果发现官暗有什么动静 给他送信也别忘了 知会度节度史 听说度节度史也没有去宴席 只吩咐度二爷起来 陈燕昭心中略微舒坦了些 看来杜卓升为节度史 比我也好不了多少 好吧 我就再多等两日 这笔账我给宋献记着 等我成亲的时候 也不请宋献 让宋献 唉 好吧好吧 总来都是我给宋献干活 宋献不可能让我驱使 张嘴说话又灌了几口风 陈燕昭仍然觉得不对劲 我觉得他是有意报复我 你帮我琢磨琢磨 张老将军都去郑州喝喜酒了 郑州离新州不远 我是不是能去喝杯酒再回来 可能大爷是怕你老累 我不怕啊 我能喝杯酒 跑端腿又算得了什么 他还把我留在京城半个月 才走两日 就总差我去笔墨铺子做事 生怕有人偷了陈家村宝贵的粉辣纸 笔墨铺子的掌柜人挺好 与我一起饮了些酒 我们回到铺子之后 我想要试用一下新纸 一不留神就多写了几个字 然后呢 程彦昭有些羞愧 然后他借着酒劲向掌柜的吹嘘的时候 被人瞧见了 刚好瞧见 他的人手里也拿着一幅字 那字写的卷秀 这么一笔 他的脸都丢光了 事后他仔细想想 宋献八成是故意的 让他去笔墨铺子也是为了耍他 知晓他必然有丢脸的一日 而且他遇到的那个人 偏巧就是孟家小姐 程彦昭没有继续说下去 常用也大约猜到了结果 程二爷那字吧 不说不堪入目 也韦时好不到哪里去 你说是不是因为 郡主第一次给你家大爷 做的面条被我吃了 你家大爷一直耿耿于怀 动辄就选要报复我 听到这话 长彤脸色一变 不过他强撑着道 没有 不会 我家大爷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嘴里说着不会 人却离程彦昭越来越远了 生怕沾上程彦昭身上的煤气似的 既然没有 你放那么远做什么 长彤似是没听到程彦昭的话 大声叫喊 程二爷 这里风大 你说什么 我没听到 谢良辰睡到了中午 下午陪着宋老太太用了饭 回到屋子里看了会儿账目 又早早地歇下了 刚觉得精神恢复了些 就被身边的大暖炉 拉入了怀中 明日还要回门呢 知道 就抱一会儿 说着就抱一会儿 很快就不老实起来 人也凑到他的耳边 一下一下地碰触着他的耳朵 手臂紧搂着他的腰 往身上按 谢良辰迷迷糊糊地思量着 明日要去坐个积许多袋子的小衣 就像金钟铺子里那些匣子 一层层地抱起来 一时半刻解不开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谢良辰仍旧觉得脚有些软 坐在马车中 还有些昏昏沉沉的 宋节度时也是个不要颜面的 干脆步骑马了 与他同乘一辆车 伸手将他的头揽在肩膀上 谢良辰就这样靠着 竟然还真的睡了一觉 马车到了陈家村 宋宪整理好谢良辰身上的肠衣 这才将他从马车上抱下来 回来了 陈子庚一路跑过来 姐夫 宋宪正要与陈子庚说话呢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瞧见陈阿弟绕过了他 一把拉住谢良辰 与谢良辰亲密地说话 原来只是敷衍地与我招呼一声 真正想念的还是他阿姐 阿姐 这两世如何 挺好的 我早就说过吧 阿姐去了那么多地方 定然不得席 再说姐夫的宅子 休憩得也好 高氏恨不得将那傻儿子的嘴给捂住 狗子在旁边笑着 姐姐姐姐夫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 总算有个人正经问候他一声了 哟 好了好了好了 迎你们的姐夫姐姐回村子里吧 宋家送来不少回门礼 黑蛋带着人 好不容易才搬进陈老太太的院子里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三十九集 宋献和谢良辰向陈老太太谢绍原行了礼 然后去给陈老太爷和广阳王夫妻郡主上了一炷香 宋献和谢良辰将宋家带来的糕点摆上 又奉了酒和茶 谢绍原看着烟气鸟鸟 沉默着没有多言 还是陈老太太道 好了 这离冷 不要酒留 我们去屋子里说话 谢良辰伸手去搀扶陈老太太 哎哟 准备什么时候去巴州啊 几个人都坐下 宋献开口道 不着急 想要将郑州 赵州的事物处理好了 也是 要忙春更了 哪里都缺人手 春更之后 赵州的春残也下来了 今年我们第一次用新房车骚丝 还不知道能不能趁手 这若是做得不好 恐怕不好卖 除了桑茧之外 还要将春毛做毛毡 这些都安排妥当之后 大半年就过去了 大家说了会儿话 高市张罗着要去熟药所用饭 听着外面的热闹 陈老太太起身笑道 走吧 大伙都等着呢 大家向外走的功夫 谢良辰走到谢少元身边 父亲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刚刚说话 父亲一直没有开口 不知在思量些什么 谢少元伸手 整理了一下女儿身上的场衣 哎呀 没事没事 刘继的一个旁之兄长叫刘夕 此人哪 扇在海上行船 刘继给他写了信函 让他来郑州一叙 不过 约好了日子 却迟迟不见他前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 我与刘夕还算相熟 总有些放心不下 或许 要跟刘继出去寻寻他 谢良辰知晓父亲的心结 他们父女在戴州遇到之后 父亲没有太提及母亲的事 他心中明白 也没有多问 生怕重新揭开 父亲心中的伤口 父亲的咳疾 现在看似好转了 但许先生特意嘱咐过他 让他不能大意 多年积压的病症 没那么好痊愈 相反的 若是再有什么闪失 不但会前功尽弃 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再反复会比以前更加严重 现在能让父亲伤怀的 就是母亲了 所以他一直应对得很谨慎 可现在提及 擅长海上行船的刘夕 有些事便必无可避 父亲 刘继一直与刘继来往 是因为母亲吗 哎呀 是 当年呐 我想要救你们母女 可惜也被重伤 幸好被刘继救了下来 当我醒过来之后才知晓 你被送去了李家 而刘继他们也没寻到你母亲的尸身呢 谢良辰猜到了父亲的心结在这里 如果母亲的尸身被好好安葬了 父亲怎么样也会带着他们去祭拜 不会绝口不提 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也不是非要再寻到些什么 就是这 这心里都放不下 爹想着 等你成亲之后 我再去看看 女儿知晓父亲的意思 不过父亲的病还没有好 现在还冷着 实在放心不下 想要前往的话 不如多带些人守在身边 以防万一 你可是觉得哪里不拖 我们现在的情形 身边不免有人盯着 再加上八周事物没有领清 人数不足 还是小心点才好 谢少元仔细思量 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想得太周全 他如今旧疾没有痊愈 不能再做冒险的事 让良辰担忧 我先让刘继 多带几个人去查看 有了消息之后 再做下一步打算 谢良辰 谢良辰心中松了口气 我与宋县商量一下 找两个合适的人跟着 这样一来 或许能早些找到人 好 也好 父女两个说完话 向赎药所走去 你们成亲 郑国将军有没有说些什么 没有 宋县的宅子是自己置办的 有些东西也早就与郑国将军府分开了 昨日我们也只是给公爹敬了茶 没有旁的事 父亲放心吧 谢少元不太放心 宋启政与宋县父子不合 他们父子俩见面如何就不说了 到了良辰这里 毕竟是晚辈 总不能与宋启政有冲突 深了不是 浅了也不是 公爹想要给我一些财物 是想要借此改变与宋县现在的处境 我没有说话 宋县就拒绝了 差点当面顶撞了公爹 谢少元停下脚步 如果不是有我在 宋县可能不会闹成这样 说到底 宋县也是怕公爹总要通过我来影响他 到时候我就免不了要费心思去打理 有时候可能还会左右为难 宋县封了这条路 日后我就轻松许多了 就算要拒绝也有了理由 宋县当着他的面如此对宋启政 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要回绝 他就可以说 做不得主 谢少元听到这里满意地点头 宋县还算仔细 谢良辰嘴角浮起笑容 刚要再说话 谢少元道 你呀也是护着他 想方设法在我面前 为他说好话 女儿不是为宋县说好话 女儿是怕爹爹担忧 哎呀 怪不得你外祖父说女儿外相 话说出来他就后悔了 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外祖父为何这样说啊 是与爹爹说的吗 意思是母亲向着爹爹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世纪 这三连问 谢少元一个都不想回答 只是道 哎 你二舅母来了 一会儿好好谢谢她 天不亮的就起来张罗 就算自己嫁女儿 也不一定如此呢 啊 谢良辰不惊玩耳 高氏上前道 你们父女两个偷偷说什么呢 姑爷想要过来又怕打扰 站在那里半想了 时辰上早 本来今天就是回门 晚些回去也使得 这声音稍大了些 宋献走过来攻身道 父亲说的是 宗母也嘱咐我们不用着急回去 等到这边屋子收拾好了 我们就搬过来尝住 听到这一话 谢少元舒坦了些 看向宋献 来 李大人 让子庚送给东黎先生两罐好茶 先生给了我一罐 我听说你喝不得酒啊 一会儿就与我共同饮茶吧 哈哈 众人入席坐好 陈老太太和两位先生坐在上手 然后是谢少元送献陈子庚 其余人 不分主次 老老小小挤在一起 屋子里一下子便暖和了许多 陈宇儿低声与身边的丹儿说话 陈丹儿道 哎 阿姐才离开两日 我怎么觉得就与从前不同了呢 看着更贵气了 阿姐从前本来也是这样 阿姐第一次来到村子里时 她就知道 阿姐是能做大事的人 虽然谢良辰辰清了 不过大家说说笑笑 还是从前 宋献听着大家热闹的言语 想及自己第一次来陈家村做客时的情形 大家在她面前都颇为克制 不过那个时候她就觉得 陈家村的气氛十分的热络 现在比一比 对待自家人和对待外人到底不同 她低下头在谢良辰耳边道 夫人 我现在算是陈家村的人了吗 那要查查看户籍有没有在陈家村 还要去问问李正愿不愿意村中在天人口 宋献手臂微动 碰了碰良辰放在桌子上的手 李正也得听阿姐的 马上春更了 要多多出力 我才能硬 阿姐说了 定然不能懈怠 那就希望早些开花结果 谢良辰脸颊一红 宋献这话她听着总觉得有别的意思 再转头看宋献 只见她神情自然 目光成名坦荡 她到底还是没有她脸皮厚啊 吃过饭之后 黑蛋发现 陈子庚总是会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黑蛋问陈子庚 怎么了 没事 陈子庚随便应付着 要说阿姐和姐夫成亲了 却用不着她在中间帮忙 她也就不用去有意偷听打探消息了 可方才 她去小厨房帮二婶盛汤的功夫 不小心听了一耳朵 阿姐和姐夫正在说户籍呢 为什么那些话 她好像听懂了 又好像没听懂似的 陈家村掌了灯 宋献和谢良辰才坐车回宋家 谢良辰放下马车帘子 啊 好像还没怎么说话 听这个说一嘴 那个说一句的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 别着急 等房子盖好了 我们就搬过来住 不着急 平时李总在村子里忙 好像也没觉得如何 只一离开才发现 原来日子过得这样的快 不快了 成亲之前 我们每天都要数着过 好不容易成了情 其实我想 都在新宅子里住些日子 就我们两个人 谢良辰抿了抿嘴唇 想想这两天晚上 生怕送宪 不管不顾 还有祖母呢 长安禀报说 我们来陈家村时 祖母就已经回去了 祖母习惯住旧宅子 让我们过些天再去探望 那岂不是宅院里 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夫人 行不行啊 什么行不行啊 宋倩伸手揽住 谢良辰的腰身 就我们两个人 我如果说不行 你就跟我去 将祖母接回来吗 太烦了 祖母都睡着了 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了 那你问我做什么 你若是不答应 我就只好再去 想法子要求了 宋倩笑着 手臂收紧了些 谢良辰不明白 自己怎么会 与宋倩说出这些话的 仔细想想就觉得很傻 从前是 一直到与宋倩在一起之前 他从来没有这样过 这种没有意义的对话 奇怪的是 并没有让他觉得乏味 反而很喜欢 一种甜蜜的滋味 始终在心底流淌 谢良辰又依靠在 宋倩的肩膀上 父亲 是不是应你说了母亲 宋倩没有叫岳父岳母 这样听起来更加亲切 谢良辰有些意外 你猜到了 谢良辰与谢少元说完话 脸上露出一抹 担忧又郑重的神情 以宋倩对谢良辰的了解 自然心里就有了数 谢良辰将流息的事说了 说完这些 刚好马车到了新宅 宋倩与谢良辰回到屋中 将人都潜了下去 谢良辰便不用顾忌 前世阿弟查到 季远在海上有大船 如今知晓季远的旧家 效忠于鲁王 季远应该也是鲁王的人 我让父亲多带些人手去海上 是怕遇到鲁王 阿弟死了之后 我只想着为阿弟报仇 并没有去查内情 也不知道 季远那些人 在海上都做了些什么 我知晓鲁王在海上养兵 起兵南下时 也让人盯着沿海猥琢 如果季远是鲁王的人 那前世的情世 就更加清楚了 当时那齐王如今挟持天子 我一路南下 齐王命季远迎战我 并不知晓季远 其实是鲁王安插在他那里的棋子 季远假作不敌 齐王只带率军与我对阵 鲁王在暗中窥死 找到时机坐收渔翁之力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一集 谢良辰点头 看来就是这样 经过前世之后 眼前的局势就愈发明朗 鲁王在人前 假装示弱 其实背地里不知道做了多少准备呢 我让人注意这海上的事 最好将鲁王暗中做的一切都差得清清楚楚 早些除掉 早些除掉鲁王 就等于少了一条暗中窥似的毒蛇 谢良辰 谢良辰拉住宋献的手 不要着急 鲁王不像高玉那么好对付 一个藏匿到最后的人 可见其城府之身 不敢 宋献拉着谢良辰走到软榻旁 他坐下来 用伸手将他搂入怀中 谢良辰坐在宋献的腿上 脸颊灯湿又红又热 宋献在谢良辰的耳边道 现在我是有家世的人 最不敢想从前那把冒险了 有了牵挂的人 心中就变得柔软而谨慎 不是雷若 相反的 想要自己变得更强 无坚不摧 谢良辰靠在宋献的怀中 听着他强而有力的心跳声 你知晓就好 说完这话 他感觉宋献一动 又将他给抱了起来 不早了 我释放夫人洗漱 还早着呢 往常这个时候 我还在看账本呢 晚了 家中的灯油不多了 要省着些 宋献微微弯腰 吹熄了一盏灯 转眼就到了三月底 田家商队的罗车装满了线碎 从代州离开 虎子站在关路上眺望着 直到商队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王家村的孩子道 虎子哥 李正涵我们回去领银钱呢 虎子正正地站在那里 仿佛没有听明白这话的意思 王家村的孩子跑过来 开始拉着虎子往回走 还愣着做什么 李正说了 今日要将银钱都发下去 明日就可以去集市上买粮了 我们也有银家 有 我听李正大波亲口说的 说我们帮忙搬羊毛 传消息 整日里跑来跑去也没闲着 一日给我们三个铜钱 又是不知道 这三个铜钱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三斤说着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又拽了拽身上的破裤子 自己算计着 有了银钱是先买吃的 还是先让娘给她做一条裤子 她最近都小心翼翼的 走路都不敢迈大步 生怕一下子将裤子给扯破了 虎子总算回过神来 伸手拉住三斤 还等什么 快走 郡主说得对 只要好好做献算 就会有银钱买米粮 再也不用饿肚子 不过拿了银钱 我先不花 要将钱都攒起来 到时候拿给郡主看 嘿嘿 虎子做好了打算 欢欢喜喜地往村中走去 几个孩子进了村 就发现 大家都挤在王李正的院子里 那是多少银钱啊 不好说 箱子里好像都是 田家商队都给换成了铜钱 就是方便让李正发给我嘛 每个人至少能分一贯吧 王李正忽然翻开了手中的账本 院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王李正深吸一口气 想要说些什么 还没张嘴 却鼻子发酸 他这个李正做了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被朝廷逼着 上脚米粮 没想到有一日 还能给大家伙发银钱 众人静静地等着王李正平息了心情 王李正看向人群中的一个妇人 三姐娘 妇人刚刚将怀里的孩子哄睡了 忽然听到王李正叫她 她正正地抬起头来 王李正招了招手 你来 你赚的银钱最多 有两罐二百三十文 三金娘朱氏是个少言寡语的妇人 生得也不好 身形比寻常女子还要矮小些 生的第一个娃娃也就是三金 用朱氏婆婆的话说 比小猪子大不了多少 全都夹起来也就三金肉 朱氏的男人去年冬天没了 两个老人两个孩子 重担一下子都落在了朱氏的身上 朱氏一度觉得不如死了干净 直到三金突然病倒了 朱氏还记得 三金看着他的目光 竭力地想要安抚他 娘 我不怕 就算我死了 我也不知晓 也不会觉得难受 再醒过来的时候 说不得又是您儿子了 再说 我走了也好 剩下粮食能给您 您吃的太少了 我看着难受 朱氏把眼睛都哭红了 那一刻他决定 抛开悲伤 要真的撑起这个家 他一直盼着大旗朝廷官员前来 等他们来了 或许就会有转机 后来 宋节度使来了 郑州来人了 郡主在村中 架起了访车 朱氏等这个机会太久了 他学会了用访车 访出与柳二娘一样的线碎 他几乎将所有的精神 都用在了这上面 因为他知道 一切来之不易 就这样 这个人前很少言语的朱氏 成为了王家村 做活最多的人 朱氏背着孩子 捧抱着两罐 两百多文的铜钱 他整个人都是懵的 好像一切都在梦中似的 王李正道 三斤 你也来 这是你的九十六文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二集 三斤看着自己的一串铜钱 一脸激动地看着朱氏 娘 您看 我也有银钱 我也能赚银钱了 两个人的说话声太大 惊醒了朱氏背上的女儿 听到女儿的啼哭声 朱氏这才回过神来 一切 不是梦 都是真的 三斤又跑去人群中 给虎子看 哥 我就说吧 我们都有 王李正干脆将虎子他们 都叫了过来 把这几个孩子的银钱 都给了 虎子又恢复了 平日李灵力的模样 心中开始盘算着 银钱都做什么用处 要留些买物时 送给郡主 拿着银钱回去吧 商量商量都做点啥 你们家的米不多了吧 又是老人又是孩子 却买点稻米回来 你家中的房子也不行了 需要村子里的人帮忙 尽管来与我说 朱氏张开嘴 想要说的有很多 却不知道该如何说 于是向王李正行了礼 小声地说了几个字 谢谢李正 沉甸甸的铜钱抱在怀里的感觉 朱氏说不出来 就是心里暖洋洋的 王李正开始念其他人的名字 接下来的村民 都是两罐左右的银钱 最少的也有一贯五百多文钱 大家领了银钱 亦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全都留在王李正的院子里不走 看你们那点出息 都愣着做什么 觉得银钱不够多 还想让我再放一下呀 不是不是 王老六被众人推着向前 李正啊 我们就是想知道 这银钱全都是给我们的嘛 这羊毛和纺车 不是朝廷和镇州带来的吗 这些银钱 是不是还得交给朝廷 镇州那边 也不能白白为我们忙活啊 原来是因为这个 王李正又好气又好笑 我从曲之州那里回来 就与你们说清楚了 直线上任后 我又去了趟雅鼠 回来又与你们说过 羊毛的银钱 等线岁被商队拉走之后 就会还给雅鼠 镇州那边也不用一下子还清 你们手里那些银钱啊 是扣完这些之后才发下来的 不用给任何人 你们自己愿意怎么花 就怎么花 不过不要乱花啊 要给家里人买粮食和衣服 吃饱了有力气 要将东西备到春耕以后 现在将货物卖出去 发下了银钱 就是因为要开始春耕了 大家备好东西 忙碌两三日就要正式下田 王李正说完 王家村的村民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就在院子里说起话来 王李正尾时听得心烦 我跟商队算了一天的账目 紧接着又去雅鼠队账 然后给你们挨个算了银钱 分好给你们 李正辛苦了 唉 行了 我的意思是 我很累 有话回你们家里去说 我要歇着了 众人这才心领神会 盲拜别李正向外走去 人终于都走了 王李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终于清静了 葛氏走过来道 他爹 这银钱怎么花呀 我们什么时候 出去买米粮啊 王李正闭上眼睛 无奈又欣喜地笑了 就算再累 总归有了银钱 心中别提多踏实了 现在就去买 想买多少买多少 咱有银钱 但是在此之前 他得养养精神去趟新州 替全村老少 谢谢节度使和郡主 再帮着代州的衙门 将春耕用的物食给接回来 去年春耕的时候 谢良辰在郑州 今年他却在新州忙碌 新上任的新州之州 昨日向宋献禀告过 有了耕牛 新州的良田都会种上农物 但这并不能让宋献满意 他还要开荒 田地开荒 山上种药材 芝州带着芝县等官员 在春耕的第一田 一起上阵 陪着百姓在田中忙碌 果然鼓舞了士气 耕牛 农聚也都安排妥当 七八天忙碌下来之后 新州的几个支线都差点哭出来了 累是真的累 但也见成效 天空作美 秋天会有个好收成 这几个支线中 有两个人是经济影之府的学生 现在想想出京时 老师拍在他们肩膀上的手啊 果然被老师猜中了 八周之行 比他们想得还要辛苦 宋献与旁人不同 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在宋献那里 没有过得去之说 做事必须尽全力 就算有些事做不好 也别想着去宋杰度使面前请罪 还是先想出法子如何解决为上 京里来的官员很快都变了个样子 一个个看起来风尘仆仆 就像是在田地里滚了几圈似的 京中户部官员来八周查看 到了新州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不认识这几位同僚了 被新州几位官员 一路请去雅鼠 更是大吃一惊 这哪里是雅鼠呀 门口围着村民 村民们手里是羹牛和农具 声像是将田梗给搬了过来 户部官员忍不住问 宋杰度使呢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三集 新州之县郭辉 将户部官员带去了新县雅鼠二堂 所有人坐下 郭辉将新县如今的情形讲给上官听 眼下正在春耕 节度使带人去了代州军营 往年春耕的时候 辽人都会寻机会扰边 今年自然也要稳固边疆 更何况眼下正在见雀场 不能有什么闪失 户部前来北方 本是为了巡视耕种的情形 一路往北而来 发现今年八周格外不同 就像是寒冬过去 万物复苏 不只是因为今年朝廷给了两种 更因为战事过了之后 百姓终于安下心来 干起活比寻常人更有利己似的 八周也都仿照去年郑州 赵州的做法 朝廷打造不少龙具 购买羹牛借给百姓们使用 可以说朝廷百姓将所有的精神 都用在了春羹之上 户部寻官一路而来 身穿官服在官路上行走 竟然没有人驻足查看 要知道 他没来八周之前 每经过一周一线 当地的官员早就得到消息前来迎接 他来八周之后 还要遍地地去寻八周的官吏 郭辉和户部寻官从前就认识 几个人在雅鼠续完公事之后 郭辉就将户部寻官引到侧室里说话 我们这位截度使啊 与旁人不同 平日里截度使来雅鼠 不会实现知会 也不会驻我们相迎 他不是那么在意李树的人 但若是谁政务没处置好 那定然不会轻饶 怪不得前来八周的官员 其中有几人暗中上奏折 参送献一般 说他喜怒无常 独断专行 还草奸人命 哎 那个还真不愿宋截度使 那胡知县仗着族中有人在中书省 私底下不听从宋截度使吩咐 被宋截度使当众处罚之后闹着去投河喜情冤屈 宋截度使没有理睬他 他还真就这般做了 捞起来的时候啊 人还没死呢 但北方天气冷啊 这么一动啊 就冻出病了 前前后后五天人就没了 宋截度使上了奏折 将一切说明了 皇上没有责怪截度使 这些在郭辉等人的意料之中 整治八州之地定然不会平平顺顺 如果怕出事畏首畏尾 将来更会被人制约 倒不如大刀阔斧 整治了一个胡知县 杀鸡尽猴 那些目的不纯的人 就不敢明目张胆地造此 难得的是 宋截还将胡知县种种作为 留了证据 就算被告去了天子面前 也没有任何的结果 郭辉愈发觉得 老师和李幼大人有眼光 宋截是个有本事的 现在的宋截在八州 是官吏敬畏 百姓拥护 坐稳了 杰渡使之位 忽不寻官又低声道 郡主那边如何呀 往常肯定不会问到郡主 但八州许多事要依赖郡主 前几日在山上看药材 这些日子不知在何处了 杰渡使对郡主护得严实 郡主的消息 他们并不是全都知晓 啊 我还要去附近的县里看看 然后就要北上戴州了 户部寻官说完这话 看到郭辉一笑 你笑什么 郭辉咳嗽一声 恢复了往常的宿母 不过眼睛中 依旧满是自信 您去看了就知晓了 八州的州县都一样 再过一阵子 地里就会种满了浓物 真是这样 回去京城 我也能向朝廷复命了 不管八州之地 是谁束手 朝廷还是希望这里安定 至少不能闹出灾荒和民乱 站起身将要离开之前 户部寻官看向郭辉 你是京中派来的官员 要好好做事 等有了政绩 就能调回京师了 郭辉心中一动 公身将户部寻官送了出去 他来八州的时候 是老师暗中帮忙 他们这几个人 动身来北疆的时候 皇上特意召见他们 意思再明白不过 要他们在八州 看住了宋县 他们几个人满怀心事 来到八州 不过很快 就被衙门的事物缠住了 将这些全部都抛诸脑后 先是奢羊毛给百姓 之后又打造农具 这一笔笔的账目和文书 都要做好 没有时间让他们 适应新的侄私 应该说根本没有适应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 八州的父母官了 宋县提及的那些事 渐渐都对八州有利 他们自然而然地 要尽全力去做 总不能让百姓 因为没有好的父母官 忍急挨饿吧 而天家的那些暗事 眼下着实没有工夫去思量 牙差进门道 郭大人 咱们还要去山上看药材吗 嗯 去 药材种了有些日子了 不亲眼看看 总放心不下 郭辉向前走了两步 忽然觉得脚下有些奇怪 他低头一看 鞋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磨破了 再换一双鞋来 母亲一定没料到吧 到了八州之后 他儿子最需要的是鞋子 戴州关卡上 并没有像郭辉等人思量的那般剑拔弩张 反而有些平日里听不到的声音 阳高的叫声此起彼伏 宋献关上城门 看了一眼那些精神十足的阳高 满意地点了点头 雀场还没有正式开起来 但是三皇子葛坤十分配合 对他提出的要求几乎都能答应 就像这次的阳高 他是真心实意买阳高的 可是在葛坤的眼中 仿佛是他要寻机开战似的 每只阳高都经过了仔细地挑选 看着各个强壮 宋献突然对葛坤伸出了几分爱才之心 希望葛坤一直留在这里 这样对两国的雀场更有好处 将我们北方酿造的酒 给三皇子送几坛 以示感谢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寺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四集 长安可以预想到 突然收到大爷的礼物 葛坤会是什么心情 可能又在揣测 大爷到底在谋划些什么 大爷的心思呀 葛坤可能要用一辈子的功夫来猜了 宋献从关卡出来 一路回到戴州的宅院 长月见到宋献迎了过来 郡主在堂屋里 刘七从西府回来了 大老爷和郡主找的那个刘夕 应该已经过世了 人是怎么死的 听说是遇到了歹人 被人掳到了深山中 抢了财物 伤了性命 一个常年来往海上之人 会被歹人不声不响地杀了 宋献微微皱眉 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 宋献进门的时候 谢良辰正与刘继说刘夕 刘继的眼睛通红 收到这样的噩耗 让他一时没有缓过神来 就连宋献撩开帘子进门 他都没有回过神 姐夫 还是陈子庚的声音 让刘继恍然清醒 他急忙站起身来 向宋献行礼 宋献快走几步 扶起了他 然后向谢少元攻身 宋献看着刘继的 师叔 我也是刚刚听到消息 已经做准了 谢少元养伤之后 又去了辽国 都是刘继在暗中帮忙 虽说刘继一直追随谢少元 但是在宋献的心里 刘继和谢少元是至交 不分彼此 理应叫他一声誓书 确定了 我堂兄手受过伤 肋骨上也有刀痕 这些我都认过了 不会有错 武作也仔细验了尸 年纪 身高 也都与我堂兄一样 他们还在尸体的肚子里 找到了一块木牌 木牌上写出我堂兄的名字 我堂兄常年在海上 生怕自己哪天在海上落了难 亲友收不到尸身 于是在衣服里缝了一块木牌 以防万一 若真有一日不幸身死 尸体能被冲伤 衣服若还完整 就能从木牌上知晓他的身份 我们猜测 当时我堂兄知晓自己必死无疑 趁着那些人不注意 将木牌掏出来吞进了肚子里 那些人杀了他之后 想要烧了他的尸身 结果碰巧那几日大雨 那些人要着急离开 于是没有将尸身完全烧毁 只是砸碎了尸身的头骨 确定毁了的尸身 无法被变出身份 便挖了个坑将尸体埋了 藏在肚子里的木牌 这才被留下来 如果不是雨太大 神中发了水 堂兄的尸身就不会被冲出来 到现在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堂兄是个很好的人 帮了我们许多 没想到会遭死大难 当时没有刘夕 我也难以逃脱呀 若是凶徒有意遮掩他的身份 那凶徒八成 便是刘夕认识的人 凶徒这样做 是怕你们确定了刘夕的死讯 怀疑到他们的头上 衙门里的人也这样说 让我们仔细想一想 堂兄最近与什么人有过节 我将堂兄身边跟着的人问了一遍 堂兄这些年在海上遇到过几次海贼 还有窝靠 但他们行踪不定 一时也无法正视 有一份武作验尸的结果和案子的暗踪 宋献走过去 从谢良辰手中接过文书 仔细查看 这样的文书自然不能随便从雅鼠调阅 但靠着宋献的关系 超出一份并非难事 宋献自己看了之后 微微皱眉 从刘夕失踪到武作验尸的预估死亡日起 中间隔了小半个月 嗯 刘家也没有收到 凶徒送来勒索财物的信函或是口训 单纯的寻仇将人抓到之后 最先想到的就是要人性命 不会耽搁这么久 若是为了钱财 应该想方设法指挥刘家 刘夕在海上这些年总会有些积蓄 既然抓到了人 想要求财 就不会想不到这个方子 除非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在刘夕身上 或者说只有刘夕自己知晓 刘夕有什么东西 值得让人这般惦记呢 刘夕混乱的思绪 渐渐被捋清 我们常说 堂兄最值钱的是他的一身本事 还有 手里的罗金盘 我堂兄出海辨别方向都用他 听到罗金盘几个字 谢良辰目光顿时一定 他想起了当年阿弟的死 纪元处心积虑抓阿弟 有个原因就是从阿弟手中 拿海上用的罗盘 刘夕失踪时 那罗盘是否在他身上 在 我们去雅鼠认识的时候 堂兄的小徒弟提及到了罗金盘 不过那罗金盘 就算旁人拿走了也不会用 罗金盘里缺了物件 我堂兄从来都是上船之后 才将罗金盘装好 就是防备有人打罗金盘的主意 鞋度使的意思 那些人是想要堂兄的罗金盘 所以抓了他拷问 难不成我堂兄为了保罗金盘 所以被人杀了 谢良辰更倾向于 刘夕没有给罗金盘 只要一日不给 那些人就不会杀了他 也许是因为 刘夕试图逃脱 惹怒了那些人 又或者刘家人四处寻找 惊动了那些人 于是那些人向刘夕下了手 刘继仔细思量 显然也想到了这些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的难看 难不成 是因为我们在沿海寻找 反而 反而 害死了堂兄 我们曾得到消息 有人见到过与我堂兄相似的人 于是我带着人前去寻找 那人说的地方 离我堂兄尸身被发现的山中不远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五集 刘继没法想象 他们堂兄弟曾相聚得那么近 可他还是差了一步 不但没能救下堂兄 还有可能害了堂兄 师叔 别想太多 那些人抓走刘细 就是没想让他活下来 不管你有没有去找 都会是一个结果 眼下 咱们是要弄清楚那些人是谁 我去问 都有什么人 向堂兄打听过罗金盘 那些人想要罗金盘 定然不是一日两日 只要确定了方向 定得查出蛛丝马迹 能用到罗金盘的人 应该与刘细一样 常常来往于海上 还有可能向刘细求买过罗金盘被拒绝 那些人不但熟悉海上 才打击有人手 这样 才能够不成不响地带走刘细 刘细站起身 他召集着去询问刘细的徒弟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谢绍元不放心刘细 我与你一同前去 刘细点点头 宋献吩咐长安 多派几个人手跟着 将谢绍元和刘细送走 谢良辰拉住宋献的袖子 我知道前世 谁惦记着罗金盘 祭元 谢良辰点点头 当年阿弟没有将海上的那些事 讲给他听 阿弟用的罗金盘 是出自谁的手 他不得而知 前世 祭远要罗金盘 自然是为了鲁王 那么现在擅长做罗金盘的刘细被杀 是不是也与鲁王有关呢 这些都要一一查证 宋献伸手拉住了谢良辰 放心 如果真的是鲁王 刘细这仇一定能报 宋献和鲁王早晚有一战 眼下双方暂且维持表面上的太平 只要双方找到了时机 都会想方设法地将对方置于死地 刘细的事 我会让人继续去查 谢良辰点点头 我还有个思量 父亲一直惦记着母亲 再加上鲁王 可能在海上动了一些手脚 我准备也将一些精神放在海上 孟长叔的父亲梦肃 一直主张发展海上贸易 只是大旗一支战士不断 沿海周界 都怕太多蛮衣上船考案 你来战士 其实前朝就有试博士 上船出海虽有危险 却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朝廷也能收到大笔的睡影 前朝甚至有针对海上的律法 说到这里 宋献微微一笑 谢良辰看着宋献的眼睛 目光中满是轻蔑 坚韧和傲气 情绪在眸子里流转 比焦阳更耀眼 但前朝不是亡于海上的战士 而是朝廷内乱 所以他们这般说 一来是多一支不如少一支 真的引来战乱 不免光位不保 二来 恐怕有人在其中推波助澜 朝廷不开海上 有人却可以在资下里走动 谢良辰知晓 宋献说的是鲁王 前世和眼下的情形合在一处 鲁王的那些事愈发地遮掩不住 至少瞒不过宋献 我会去寻孟苏 孟苏了解阎海的情形 有他帮忙 会更快地查出到你 你也要小心呢 放心吧 阿姐已经替我先走了一步 谢良辰不解 这次孟家没有与机缘结起 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而且孟长叔帮着画药材图 孟苏现在 对巴州有了些了解 我现在去寻他 就少了几分生疏和隔阂 孟苏是个有主见的人 我做这些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夫人莫要看镜子 还有不少事呢 快去安排 宋献话没说完 就被谢良辰捂住了嘴 谢良辰只觉得 手心中一暖 宋献笑容更深了些 遵命 宋献离开之后 陈子庚带着虎子回到院子 阿姐 你看看这是什么 虎子怀里抱着一个 毛茸茸的东西 谢良辰仔细一看 是只羔羊 虎子一脸激动 话都说不出来了 羊 羊 是羊 陈子庚这半年的功夫 长了不少 比虎子高了许多 但在面对羔羊时 还是露出了孩子的天性 姐夫买了许多的羔羊 密密麻麻的一大群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陈家村也买过猪仔羔羊 养过马和黄牛 这已经让周围的村子十分艳羡了 但在陈家村也从来没见过 这样一大群羔羊 如果黑蛋他们来了 光是站在旁边看着这羔羊 就能看好几日 陈子庚好不容易才将虎子 从羊群中弄出来 为了安抚虎子 还让虎子从中挑了一头 最小的羊羔抱着 表面上是抱给阿姐看看 说到底 虎子就是不想撒手 不光是虎子 村子里的人见到这情形 都笑得只剩下大白牙了 谢良辰走上前 摸了摸虎子怀里的羊羔 羊羔叫了两声 听起来软绵绵地 格外地讨人喜欢 之前听李正说过 今年这些羔羊 要坚木丝来养 村子里可以派人去学 学会了之后 明年村中就可以 自己养羔羊了 八州之地有大片的墓地 不止养羔羊 还要养战马 坚木丝将来 会将精神主要放在战马上 虎子仰起头来 看向谢良辰 阿姐 我去学行吗 忙完了春更 你们要读书 也不能一天总读书 我看见牧师有郎中 说是给羊 牛 马 看病症的 他们会医人 也会治牲畜 我学这个不行吗 不是每个人 都要读书考科举的 学会识字了 将来若有喜欢的行当 自然可以去学 我喜欢 我好好读书 将来也像那些郎中一样 给牲畜治病 我将羊羔还回去 我与剑布斯的大人们说好了 不会离开太久 刚好路过村子 你可以带着 在村中走一圈 虎子面露欣喜地答应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六集 虎子走了之后 陈子庚和谢良辰 回到屋子里坐下 陈子庚感叹道 唉 八州太大了 大家虽然都用足了力气 还是人手太少 很多地都种不上 衙门和各村的人 光着急也没法子 错过了春耕 有地也没用了 他说着 将手里的指尖拿出来 给谢良辰看 阿姐看 这是咱们郑州 郑州今年开了荒地 秋天的粮食 能比去年多三成 啊 这是戴州的 戴州现在的情形 别说开荒了 还有许多田地都空着呢 这是东黎先生 教给陈子庚去做的 让陈子庚多看看 多学学 自来了戴州之后 陈子庚就跟着 雅鼠的牙翼 四处跑 现在不光缺人手 还缺羹牛和农具 如果明年准备好了 粮食能多三成不止 所以要慢慢来 陈子庚忽然想起一桩事来 哦 李县卫寻了几个人 去腾抄文卷 我也想去看一看 戏良辰带着陈子庚 一起去雅鼠 春更过后 就要开脂肪了 他还要去检查 脂肪筹备的情形 等到四舅他们 从郑州过来了 这些就都要操办起来 李陶看着手下人 将货物搬上船只 李陶问管事的 怎么晚了两日 之前大人吩咐 不能让巴州那些人知晓 我们买货也不敢大张旗鼓 分了十几个人去收 然后小心翼翼搬到一起 本来能直接送来 谁知道刘夕的尸身 被人找到了 这样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谨慎 万一出了差错 怎么向上面交代 李陶看着那些货物 心想 也算值得吧 至少 我们没有费那么多信心 听说 巴州的人为了做这些东西 日夜赶工 连半条命都搭上了 说不知这些东西 我们一搭手 就能赚得更多 都说宋县家安群主 有多聪明 还不是为鲁王爷做嫁仪 等他们辛辛苦苦 积攒起一点家业 鲁王爷 早就兵强骂撞了 现在 就是可惜 刘夕的那罗金盘 我们还不得要领 是不是 该将刘夕身边的人 再弄了一个 货物都放好了 李陶吩咐船只前行 从前跟着刘夕的那些人 在做什么 为刘夕办了丧事之后 那边就没动静了 他们的船只 也没有在下海 没有了刘夕 那就是一盘散沙 就算将来船只再下海 也不可能跑得太远 掌舵的人没了 其他人不用挂怀 李陶道 这次 就算要抓人 摇在海上 免得给亚蜀 留下太多线索 朴寿硬道 我会让人盯着那边的动静 眼下情势不同 不要擅自行事 有了动静 先知会我 说完话 李陶又看着那些货物 将线碎拿起来 仔细地瞧 这线 看起来比去年的更好了 仿得又细又匀成 听说是羊毛好 用的仿车也好 李陶听到线车 眼睛发亮 他是喜欢这些务实的 就像喜欢刘西做的螺金盘 总要想办法弄到手才行 李陶和朴寿带着货物来到小岛 正是等人早就等在了那里 将货物都卸下 正是等人禀告岛上的情形 岛上又死了六个人 都是矿上做苦意的人 给的吃食不多 加上太过劳累 病倒之后 岛上也找不到足够的药材 给他们治病 有些人甚至还没有完全断气 就被看守抬出去埋了 不过 死了人又怎么样 扛不住死掉的人 大多都在岛上耗空了身体 留着他们也做不了太多活计 还要供养他们吃喝 对于李陶来说 十分的不划算 倒不如再去抓些人送过来 上次陈扫和正是说过之后 正是有意打听消息 正是问瓢寿 仿佛被眼前的线碎惊住了 这么好的东西 是南方做的吧 外面的事 你不知晓 若是与一个人太过熟悉 即便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陈扫心中也有了数 这东西不是南方买来的 南部城是北方做的 北方什么地方 能做出如此好的线碎 若是给我们访车 我们也能想法子做出来 说不得有一日 能弄新访车给你们 你若能给做出来 自然少不了得赏赐 别的赏赐我也不敢要 有生之年能够回到高丽 我就心满意足了 苗寿仿佛十分明白正是的心思 有所求的人才好掌控 那你要求着鲁王爷 早些成就大事 正是点点头 他得到的消息已然不少了 晚上的时候他回到寨子里 陈扫就在屋中等他 今日怎么样 采来的药材有些用处 病情暂时稳住了 宅子里的女人们也被奴役 生病也是常事 多亏有陈扫帮忙 否则不知死了多少了 岛上能找到的药材 都拿了过来 你也尽力了 能不能活下来 要看天意 陈扫没有说话 正是吹灭了灯 两个人在黑暗中低声交谈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七集 我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这些货物应该是北方做出来的 他们用了新的纺车 这种纺车在大旗也很少 短时间之内 他们也弄不到手 离他们上次来到送货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但他们带来的货物不多 何想而知 这货物很难买到 他们做得也很慎重 陈草听完这话 半天没有出声 你可听明白了 纺车不是朝廷做出来的 否则 陆王在朝廷有人手 应该可以弄出几架纺车 你说的北方 我离开之前没有这样的务实 一晃这么多年 难不成有一个厉害的人 掌管了北方周县 这个人让鲁王如此忌惮 不得不小心行事 陈草着实想不到 这个人是谁 但是她知晓 你说的那句话不对 能不能活下来 从来就不是靠天意 而是靠我们自己 当年不是你一时心软救了我 不是我自毁容貌 我早就死了 什么都不做 就是在等死 正是许久没有说话 让人觉得 她仿佛已经睡着了 终于又过了很长时间 正是开口道 你知晓 没有机会离开 有 鲁王除了皇帝之外 另有敌对之人 不管那人是齐王还是谁 只要与鲁王有了争斗 我们就能趁乱离开 但还是我之前说的 要准备好 偷偷准备传之 知晓岛上每个护卫的所在 说服岛上的人 到了时间 一同反抗 正是知晓陈嫂的意思 她倒吸一口凉气 你这是自寻死路 没有人比我更想活着 陈嫂再一次坚定地道 我想活下来 因为我知道 有人盼着我回家 无论我变成什么样 经历了什么 他们都盼着我回去 就像我盼着他们 好好活着一样 我们可以想方设法 说服大家 先从最信任的人开始 还得向瓢兽打听消息 尽可能知晓 让鲁王忌惮的人是谁 那些人想要做什么 知道的越多 越能精准地把握机会 毕竟这岛上 有鲁王许多兵马 不依靠外力 无法成事 春更陆续结束了 陈永义带着人 来到新州指房帮忙 谢绍元和刘继 也打听消息之后 回到了代州 这一趟他们也算 有了些收获 知晓刘继出事之前 有人寻刘继 问过罗金盘 提及想要买罗金盘 刘继自然不肯卖的 那人拿了些海上 得到的宝石给他看 还承诺送刘继大船 若是刘继愿意 也可以带人和他们 一起在海上走伤 刘继问及那人的来历 那人只说自己祖上 就是在海上经商的 去过很远的地方 能够买到最好的物事 关键之处 却遮遮掩掩 不肯轻易交底 答应刘继 只要投奔 就会告诉刘继实情 刘继一向谨慎 绝不会拿自己 与身边人的性命冒险 于是拒绝了那个人 从此之后 那人倒是没有再登门了 刘继的徒弟记得清楚 那人拿出的宝石都很好 都是海上不容易买到的 谢良辰看向谢绍元 既然那些人 能买到最好的货物 赎金大旗 卖的最好的货物都有什么 我们的献岁 算不算其中之一 从前刘继会买茶 瓷器 绸缎 布匹 卖给海上的海商 这些精细的物件 凡人格外的喜欢 自从去年开始 陈家村的献岁在大旗 卖得极好 商谷只会卖大家喜欢的物食 剩其一时的东西 自然能入他们的眼 献岁轻便容易携带 再加上新奇从未卖过 抢先卖的人定货高价 所以谢良辰觉得 那些人可能会买现岁来卖 就算去年没有买来 今年又多了代州新州做现岁 现岁的数目比去年多 价钱也更便宜 正是赚银钱的好时机 那些人应该会下手 谢绍元还没说话 刘夕的徒弟徐钱开口道 应该会卖 我师父从前说过 那现岁在海上 定然会卖得很好 但我们都知晓 现岁出自陈家村 我们不能这时候添乱 刘夕救下谢绍元 自然知晓陈家村 所以有意避开 但那些人却不会这般 谢绍元点点头 刘夕心中涌出些希望 虽然说买现岁的人太多 但总归有个方向 而且那些人要走海商 必定数目不小 一时半刻查不出来 但一直查下去 定会有结果 其实我还有个法子 可以试一试 如果能发现端倪 总比这样去查 要好得多 谢绍元和刘继 仔细地听着 谢良辰 看向旁边的 陈子庚和徐钱 徐钱 年纪与陈子庚相仿 刚刚失去师父 人虽然悲痛 却还算镇定 他低声道 郡主放心 我不会透露给别人 我们卖出去的线碎 都缠在一节细竹竿上 只有将线碎用完了 或者是另寻物时 将线重新缠好 才能拿出那竹竿 阿姐 是要收那竹竿 我们用的竹竿内部 都被染了色 也算与旁人用的不同 竹竿十五个 给一文银钱 若是有人 想要刻意造假 就要买药材来染色 这样大东干戈 不太值得 除非他们做出 大量的竹竿 但铺子卖出 大宗的线碎 都会有凭据 回收大量竹竿时 也要对照凭据 如此便能一定程度地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八集 绣装买线碎最多 虽然竹竹竿不值钱 但是留着也不麻烦 定会拿去铺子换取银欠的 而那些人买了线碎 是为了卖去海上 自然拿不出竹竿来 我们突然收竹竿 那些人不知晓我们的意图 也就不会费力地去弥补遮掩 我们的货物 每次都是先送去货站 再送往各州线 卖出的线碎 都有账目可查 到时候再将收回的竹竿数目 进行对比 虽说这其中有些出入 但差距越大 就越有嫌疑 只要将选出来的几处 着重让人看着 应当会有收获 这也是个笨法子 但花的银钱不多 可以一试 谢少元觉得有理 盯着海上也不是个办法 沿海卫所并不在送县的手中 鲁王想要遮掩 自然有他的法子 一边让送县盯着海上 一边在卖线碎时 用些法子 一直往下查 能够更快地得到结果 事情看起来难 其实很简单 竹竿只是个油头 方便让铺子掌柜 去寻那些大量购买线碎的人 大家商量好 谢少元准备亲自去一趟行州货站 让初二迁去明州 刘继看向徐前 我们出去带你不方便 你去留在这里 与子庚在一起 徐前想要前去 却又怕给大家添了麻烦 于是点头答应 等谢少元和刘继走了 谢良辰看向徐前 其实 在见到徐前之前 他就能确定 前世见过徐前 只不过那个时候 徐前改了名字 叫周明 前世周明与阿弟 一起往来于海上 阿弟手里的罗盘 八成就是出自于周明之首 前世阿弟和周明 都死在了纪元的手中 这两个孩子 前世担负了多少重担呢 尤其是阿弟 又要为父亲母亲报仇 又要与鲁王纪元等人周旋 今生他有送献帮忙 而前世阿弟只能靠自己 不管是阿弟还是徐前 他们年纪还那么小呢 谢良辰正要与徐前说话 徐前却先一步开口道 郡主 受竹竿要多少银钱 我这里有一些 若是不够 我日后再还 您这是为了找到 杀我师父的凶徒 为我师父申冤 这银子不能让您来给 我这样做 是给多买的人让些力 为了长远做打算 徐前虽然听明白了 还是向谢良辰一礼 目光变得更加坚定 我一定要早些 将师父的罗盘做出来 到时候带着这罗盘 去海上抓那些人 谢良辰知晓 徐前能做出来 但是前世 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 他便不得而知了 不过看着他自信的面容 徐前应该已经有了思量 不会花费太久的 如果哪里需要帮忙的 你就来寻我 这里有些匠人 说不得可以帮你猜想猜想 嗯 我知晓了 谢良辰不用嘱咐陈子庚 他阿弟一直细致 会好好地照应徐前的 这两个孩子 不再孤立无援 这辈子有人护着他们 谢良辰将陈子庚叫过来 你这些日子 在衙门里都瞧见了什么 衙门将我们买卖线碎 建纸房的事 都记得清清楚楚 谢良辰点头 陈子庚心里清楚 朝廷不放心他姐夫 所以才派来了 那么多人盯着 但姐夫也不干涉 只要他们如实际 就都有的他们 说到底 既仔细些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样京城中的皇帝 就会对姐夫放心 姐弟俩说着话 就听常月道 陈老太太来了 马车就要进城了 我们去迎外祖母吧 陈老太太撩开马车帘子 向外张望 旁边的高石道 哇 这带州好大呀 看起来应该比镇州 还要大些 高石想想陈老太太 包袱里的账目 大伯娘一心想着过来 帮忙记账 但大伯娘的账目 旁人又看不明白 大伯娘 依我看呢 您那些账目 还是别拿出来了 咱们就在带州 住些日子 看看良辰就好 别的不用您操心 怎么 刚让你管上几个人 就看不起老太太了 高石哪敢呢 陈家村里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谁也不能在 陈老太太面前撒花 哎哟 媳妇是怕您劳累着 坐了这么远的车 好好歇着 才能不让人担忧 我们陈家村 可都指望着您呢 高石这话 虽是哄陈老太太开心的 却也确然是这样的思量 别看陈老太太 个子不高 人也瘦 这揉搓揉搓的 都占不了什么地儿 却是陈家村里 必不可少的 只要陈老太太在的地方 他们就踏实 陈老太太听得舒坦 高石是愈发地会说话了 永胜没回来的时候 整日被地里偷着哭 永胜回来之后 见到永胜伤成那一般 人前人后也没少掉眼泪 整日里就想着 如何能省出一口粮食来 给他的男人和儿子 那会儿的高石 畏畏缩缩的 哪里有半点 李正家媳妇的样子 他可没少因为这事 说高石 现在高石不一样了 在那么多人面前 被叫高嫂子 神情还那般自然 这一转眼间 不少人都不一样了 陈老太太是不能 总夸自家外孙女 否则呀 现在又要将 良辰的好处说一遍 眼下他最喜欢做的事 除了鼠腰上的银钱 就是提及自己的 姑爷 外孙女 和孙儿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四十九集 成老太太想着 又向外面看了一眼 离开巴州的时候 是桃荒 回到巴州 是帮臣大家渡过难关 他那老头子再厉害 也没有料到 会有今日的情形吧 所以说 老头子 没有他的福气 他聪明 却走得早 这些 还得他 帮他看 百年之后 见面了 他也好向他 提及这些 这样想着 成老太太的心头 就有些发酸 可当看到 不远处奔过来的 几个身影时 成老太太又笑了起来 心中的那些烦心事 全都烟消云散了 祖母 谢良辰和陈子庚 将成老太太扶下来 成老太太先将目光 落在谢良辰身上 外孙女儿 还似从前一样 虽然没胖 也没有瘦 心底踏实了不少 再看看孙女儿 个子长高不少 看着也结实了 可见被他阿姐 照顾得很好 父亲跟刘叔 去商议室了 一会儿得了消息 就能赶回来 啊 献个儿呢 啊 宋献带着京中的官员 去雀场了 这一下成老太太 全都踏实了 几个人走进屋子 陈子庚动手 去给大家沏茶 这纸方准备得怎么样了 这眼见着 又要做花斩毛斩了 他在家里给盘算着 时间紧 要做的事着实太多了 代州不像郑州 郑州现在被趋支县 治理得好 凡事趋支县想在前头 大家只要跟着雅鼠 做事就好了 外面来的商骨也多起来 陈家村事先建的巫舍 这一下可算是派上了用场 除了安置商骨之外 八州的人也会前去 苗婆子前些日子 刚带着人做了几块花毡 刘二娘就带着几个 八州的人过去请教 陈老太太提及 陈家村的热闹 脸上是骄傲的神情 大锅天天烧 八州人去了 还带米粮 附近村子里的人啊 也会送粮食来 还说 这是大家伙的事 不能让陈家村 城市里大人掏物的款带 我与他们说了 这些个钱啊 不是陈家村出 都是算在平日里 大伙的花销里 按月记好了 再从宫中出 但他们就是听不明白啊 哎 也没法子 我与你二舅说了 又立了一本账目 将大家送的东西都记在上头 最后算的时候啊 要有个说法 谢良辰喜欢听外祖母提及陈家村 虽然这些二舅早就在书信中和他说了 但没有外祖母说的这般的详细 初二的弟弟三望 还记得不 嗯 记得 初二整日里在外面跑 家里许多事啊 就交给三望了 从前拖着鼻涕 跟在他哥身后的小家伙 现在啊 除了帮忙做家事之外 读书也甚好 先生说了 三望好好学着 将来也有可能考上功名 我来的时候呢 三望娘非要我带一罐烟菜给你 说你爱吃 我推不过就替你收下了 该收该收 您不收啊 他才要惦记着 初二管事赚不少银钱 三望又进了族学 他家现在不愁吃穿 还有喜娘上门 想要帮初二说亲 他总跟我念叨 要感谢良辰 可惜腿上有病 平日里做不了什么活计 只能做些烟菜 谢良辰听到大家都好 心里也跟着欢喜 初二早些说亲也好 那个孩子啊 整日里跑来跑去 他娘又病着 着实顾不上 每次初二出来啊 鞋子和鞋垫都带不够 说完这些 谢良辰带着陈老太太去歇着 这宅子是朝廷给节度使的 院子虽然不算大 但陈家村来人都够住下 高氏要跟陈老太太住在一起 今晚呢 我陪外祖母 高氏立即问 姑爷不回来 不回 就算是县哥在 让良辰陈陪我又能如何 不能如何 只不过 您不是早就惦记 抱曾外孙吗 这次来戴州之前 陈老太太和宋老太太 背地里低估话 他没听全 不过大概的意思 也是天丁尽口 谢良辰扶持着陈老太太歇下 陈子庚去寻徐钱 屋子里没有旁人在 陈老太太看着谢良辰 这边到底如何 有没有什么麻烦 别跟我说什么都好啊 我也不信 朝廷里没事 许多百姓都能信我们 眼下没什么大事 就是要抓紧些时间 多赚些银钱 应该 做什么不得用银钱呢 这么多人 能吃饱穿乱 就不容易 好在外孙女 是个会赚钱的 哎呀 哎呀 睡吧 陈老太太打起了呼噜 谢良辰这才 轻手轻巧地 走到外间 去给孟长叔写信 孟长叔回到了越州 刚好要帮谢良辰 收集越州的药材 也画成图写 谢良辰 一来询问 孟长叔的情形 二来 问药材图的事 越州也要建官药局 这药材图 在越州 也能帮上忙 至少让百姓 采药的时候 有所比照 谢良辰的这封信 和送献给孟宿的信函 被宋家家将护着 一路送去了越州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部 第五百五十集 孟宿正在看女儿的药材图 她一开始并没有将女儿说的话当真 没想到 女儿回到越州 办了几次宴席之后 竟然就画好了几张图 而且这图 还要送去京中 给李太一过目 孟宿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些图 孟长叔道 可惜我怎么画 都没有梁臣画得好 送去太医院之前 最好先让梁臣看看 孟宿看向女儿 自从孟长叔从京城回来之后 集集最多的就是家安郡主 家安郡主在越州里家时 就对孟家有恩 最让她感激的 就是家安郡主提醒了女儿 让女儿避开季远 知晓季远和王家的事后 岳母一直埋怨她 说她没有将人查清楚 就胡乱做主 季远那般有心机 真的澄清之后 长叔还不得任由她摆布 孟苏也不知道 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晚上做了一个梦 竟是梦到季远婚后 指使恶奴欺负女儿 女儿还怀着身孕 结果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她气得抽剑就要砍杀季远 可居然不是那季远的对手 孟苏汗湿透了一惊 半晌才清醒过来 孟长叔的生母早早就没了 孟苏没有再续弦 自己将女儿拉扯大 除了忙于政务之外 最宝贝的就是自己的女儿 如果真是自己的疏忽 让女儿落得这样的结果 她就算死 也不能闭上眼睛 正因为这件事 孟苏对佳安郡主 多了几分感激 现在看到药材图 再想起女儿说的 佳安郡主和郑州的种种 虽然她也没见过佳安郡主 但脑海中仿佛 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模样 管事进门将信函奉上前 老爷 郑州送节度时 让人送来书信 孟长叔顿时来了精神 是给我的 还是给父亲的 都有 有两封信函 孟长叔从管事手中 将信接下 将送信写给父亲的 那封递过去 自己则迫不及待地 将良辰的信展开 孟苏将宋宪的书信看完 不禁微微皱起眉头 宋宪与她提及了一个 叫刘希的案子 这案子中还牵扯到了那些 私运的海商 如果就是寻常那一桩案子 宋宪不会专程给她写书信 更何况 这桩案子没有发生在越州 沿海有民众偷偷走船 这是他们早就知晓的 刘希就是其中之一 宋宪向她讨主意 自然不是想要听她 分析什么案情线索 而是和她论海上的乱象 宋宪就是借着这桩案子 在与她说海商的事 难不成宋宪还知晓其他的内情 刘希的案子还能牵扯出别的 孟苏心中隐隐有些猜测 她这些年并不是一无所知 早就清楚有人在海上动手脚 只是苦于朝中无人支持 她无法仔细地查下去 如果有别人帮她一把呢 可是宋宪远在北江 又能帮得上多少忙呢 正思索着 就听孟长叔叫了一声 父亲 你看 梁晨给了我们什么 她快步走到孟苏跟前 将手里的信尖放在孟苏的面前 孟苏仔细看过去 那是一张图 按照那图能做出 这是 纺车 父亲 这是郑州用的大纺车 只不过 梁晨给我们的这种 与郑州的不同 郑州纺的是羊毛 这个 纺的是蚕丝 孟苏听说了 郑州有一种大纺车 没想到 江安郡主 会将这大纺车的做法 交给他们 越州多养蚕 这纺车对他们 有大用处 父亲 您快些让人做出来试试 有了这么详细的图 想要做出来 并不难 孟苏握住手中的纸张 此时此刻只觉得 这一张纸 沉甸甸的 纸上的物识 如此的繁琐 不知 江安郡主他们 花了多少时间 才能做出来 如今 就这样轻易地 给了他 我早说过 梁晨与旁人不同 金州人曾说 他在农户家长大 又整日思量 那些银头小利 可百姓之家 可不就是算计 这些小利吗 若人人都像 达官显贵家一样 不愁吃穿 每日都只是饮茶 听曲儿 谁还会在意这些 郑州百姓 为何能够将口粮 送去八州 可不是因为 达官显贵 那些官免堂皇的话 而是因为 宋节度使和梁晨 为他们争这些 所谓的小利 是小利 但是 百姓 要依靠这些生活 也是大旗的根基所在 改进纺车可不容易了 我在金州的时候 几次去梁晨那 在他桌子上 看到许多这样的纸张 我们一起坐马车 出去的时候 梁晨还在琢磨 他的纺车呢 女儿只是帮画药材图 就每日忙得不得了 梁晨要处置的事情 腌制着一两件 梦肃当然知晓不容易 父亲 您可得好好记着 梁晨的恩情 你还知不知晓 你是谁的女儿啊 自然是知晓 女儿就是觉得 投桃报李是长情 咱们可不能忘 梦肃此时心中也不平静 恨不得 另一集将这纺车试做出来 但他还是压住 起伏的心许 说道 江安郡主 还说了些什么 梁晨说 赵州养残的百姓也多 他们坐这纺车 也要在赵州用处 梁晨给我写信的时候 他们也才开始 试着用新纺车呢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梁晨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五十一集 越州有许多私之作坊 擅长知景的女券很多 梦素 梦宿心中一动 赵州有残思 我们的残思若是不够 将来也可以从赵州买来 这算不算投桃报李呀 梦长叔勉强点了点头 梦成这大仿轻 梦长这大仿车 也帮赵州 省出了人手 自然也就有更多人 能去用织机 做出更多的织紧 再说 有这样的仿车 还抽赵州的私线不好吗 父亲硬要说 投桃报李 勉强算吧 不过父亲要早些下手啊 好私线 旁人也想要 梦素伸手摸了摸 女儿的头顶 到时候 我再想别的法子帮忙 梦素出去寻人 上一纺车 梦长叔则在自己屋中 给谢良辰回信 微风吹过 一阵阵花香入鼻 梦素有种 心旷神怡的感觉 女儿说的没错 宋献和家安郡主 都是心胸宽广之人 否则 不会将仿车图给我们 那么 海上的情形 我是否也该与宋献 开诚不公 宋献 一心为民 而打开海上贸易 渔民 是一桩好事 不过 这样的话 就难免要牵扯出一些人呢 几步路 让梦素拿定了主意 不如 就试一试 或许 这次就能将海上的击毙解决 不过 到底要与宋献 如何联手呢 趁着这次坐房车 向赵州买死心 或许能够与宋献见上一面 这样一来 就算旁人问起 我们也有借口遮掩 不至于打草惊说 京城 皇帝看着手中的文书 旁边站着中书令谢长申 送献回到八州 已经有半年有余了 八州之地的消息 不停地送入京中 中书省财整理妥当 便送到了皇上的面前 谢相可看出什么端倪啊 如果照交上来的文书核算 今年八州赋税 可上缴八成以上 离宋解渡时和渡解渡时 年初向朝廷应称的五成 要多不少 宋献回到八州之后 着手雀场事宜 这期间已经与辽人 有了五次的货物往来 除了毛皮之外 还有羔羊 甚至买到了种马 雅鼠出面将羊毛 奢给百姓做出献祟 献祟卖出之后 八州之地的百姓 有了银钱 开始买米粮 紧接着就是春耕 几个州耕种的农田 和山上种的药材 树木都不少 春耕结束 代州新州 开了四处脂房 其余州也陆续建了脂房 眼下 北方的粉蜡纸 在大旗已有了 一席之地 这样算一算 若是今年风调雨顺 八州收的农物 足够上缴八成赋税 要知道 朝廷才拿回八州之地 户部算过一笔账 八州三年之内 恐怕无法上缴赋税 而且朝廷还要进行政绩 这些你们都仔细查问过了 属实 谢长生道 属实 京中区的官员 事物据稀记得清清楚楚 户部的人也前去核算过了 送接度时 让丫书报上来的数目 也与此相符 也就是说 宋县没有隐瞒实情 除了这些 宋县没有做过别的吗 微臣收到不少来自八州的密信 这些密信之中 大多都是称赞宋节度时 宋节度时眼下做的事 都是让八州百姓能吃饱饭 难得的是 加安郡主 将新座房车的法子 给了岳州 岳州今年又开了不少支座房 听谢长生说到这里 皇帝的眉头渐渐松开 梦肃感谢加安郡主的奏折送到京城 北方虽然不擅长知情 但赵州的丝线现在也小有名气了 光岳州就买了赵州产的大部分丝线 这一南一北的也算是互相帮臣 赵州岳州都在其中得了利 岳州今年的赋税也能上缴更多 与朝廷是件好事 从这些上看 宋节度时眼下没有什么不归之举 皇帝将文书和尚 吩咐谢长生 谢相还要留意这八周 宋县毕竟年轻 有手握大权 万一做事有什么偏颇 就会危及北方的安定 谢长生应声 将谢长生潜出去 皇帝目光微深 谢长生乃是两朝老臣 在中书省任职已久 老臣两袖清风 做事一贯稳妥 但也有不好的地方 做事直来直去的 凡事不往深处思量 也不像杜正那般 一心为他筹算 正因为这样 皇帝几次想要将东黎先生 请回朝中 让东黎先生任凭张氏 奈何东黎先生不肯入朝 将葛之信传来 葛之信科举入室 皇帝将他一路提拔到 门下省任世中 乃是大齐的左相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啊 还不够啊 那 再见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五十二集 微臣以为 宋县不能不防 皇帝四世没料到 葛之信会这样回答 不禁微微挑起了眉毛 朝廷派去北江的官员 大多称赞宋县 除了宋县确实有些政绩之外 也证明宋县 擅长收买人心 不管是利益还是威压 总之能让八州官员 上下一心 八州官员上下一心 或听着怎么这般熟悉 不就是当年身边人 称赞广阳王的话吗 这宋县年纪轻轻 难不成就已经堪比 当年的广阳王 不但如此 宋县还以嘉安郡主的名义 送出纺车 笼络越州之州 真的是一心为了百姓 自然是好事 可若怀揣思心 后果不堪设想啊 你说宋县对朝廷 不是忠心耿耿 没有凭据之事 微臣不敢妄言 微臣只是觉得 朝廷不能不有所防范 早在宋县任节度史时 葛志信就有些担忧 如今也是如此 葛志信和谢长生 一左一右 对宋县两种态度 也要看皇帝 到底心中作何思量 而且微臣还听说过一桩事 东黎先生留在了陈家村 还迎娶了江安郡主的师父 许氏为奇 一个被皇上如此看重的人 不肯来京中任职 却甘愿在陈家村那样的地方 教村中的孩子读书 这一桩也是皇帝心底的一根刺 李右说 先生习惯了乡野的日子 加上旧疾缠身 晋朝中也无法担起政务 之所以迎娶许氏 也是感激许氏多年的 诊病和侍奉 许氏管着陈家村的熟药所 先生自然而然地 也就在陈家村住了下来 皇帝本来觉得 这番说辞没有什么不妥的 被葛志信这样提及 又是一阵不舒服 微臣以为 无论到什么时候 皇上都要设法皆知 微臣听说 郡主的弟弟陈子庚 聪明好学 又得了东宁先生真传 不如将他召入京中读书 也算是皇上对陈家村 皇恩浩荡 最好是将家安郡主 一并请回京里 这边疆重臣 家眷在京也是寻常 更何况 家安郡主身份不同呢 葛乡先回去吧 朕会思量 皇帝觉得 葛志信的话有些道理 早在宋宪和谢良辰离京之前 他就想着 过两年 家安郡主为宋宪生下了子嗣 他再将他们母子 一并传入京中 眼下他将精神都放在了鲁王齐王身上 安排好他们 两年后再截至宋宪也不算晚 不过现在看来 难保宋宪两年之内不生变 葛志信向宫外走去 嘴角 威威威扬起 鲁王爷说的没错 八州之地 一律称赞宋宪 对宋宪来说不一定是好事 我只要不时地提醒皇上 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我这根词慢慢长 慢慢刺 积攒得多了以后 皇上总会向宋宪动手 将眼前的奏折看完之后 皇帝丰富杜政 查梦宿的人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 梦宿的确与宋宪四字见了面 而且还不至于此 果然 皇帝一掌拍在了桌案上 宋宪平日上奏折 看似将一切都据实禀告 为何对私底下见梦宿 只是绝口不提 尤其还是如此频繁的见面 光是为了访车和私线 用不着宋宪亲自去吧 奴隶也觉得有气强 宋节度时 的确有笼络之邪 人在北方 将手伸到了南方 想做什么 给我盯紧了他们 若是插到时政 立即上奏 杜正应声 将梦宿近半年所送来的所有文书 全都拿来 真要仔细看看 批过的奏折虽然发回去了 但中书审会留底 杜正得令立即去查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送到了皇帝手中 皇帝展开细看 梦宿除了禀告访车一事 提及最多的就是请求朝廷恢复海上贸易 在粤州泉州等地设世博使 梦宿的请求算是老生常谈了 这些年动辄就会提上一提 不过这半年仿佛说得尤其多 甚至拿出了前朝时海上贸易税收 虽说沿海因此迎来了几次战事 也趁机壮大了水师 皇帝思量到这里 说道 宋县笼落梦宿 是不是想让梦宿在海上动什么手脚呢 这海上贸易能赚不少银钱 那些海商喜欢什么 锦缎 瓷器 药材 除了药材之外 巴州和越州都有这些东西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悦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53集 杜正顺着皇帝的意思往下想 嗯 不过 梦宿是请朝廷 涉世博士 海上买卖这些都要通过世博士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就算赚了银钱也是 是属于朝廷的呀 对宋宿和梦宿没有好处 除非 除非 除非他们偷偷偷走私运 但即使朝廷没恢复海上贸易 他们也可以私运 并且 没有朝廷监察 反而更容易一些 或许 梦宿从前没有这样的思量 松仙龙落他 就是想让梦宿帮他在海上动手动脚 那奴婢让人盯着 看梦宿会不会调动海上的人烧 梦宿有所动作 就证实了皇上的猜测 到时候 朝廷再派人前去 将他们捉个正着 皇帝安排好这些 站起身向殿外走去 皇后留鲁王齐王两位世子 在宫中用饭 他也准备去瞧瞧 正阳宫中 站在殿外就能听到贝书的声音 皇帝下了遇年 站在外面仔细地听着 贝书的人磕磕巴巴的 半赏也没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来 一阵安静过后 鲁王世子攻身请罪 皇后娘娘恕罪 我日后定然努力读书 不必操之过急 只要你觉得有了敬意就好 皇帝心中一笑 想起了鲁王小时候的模样 鲁王长子聪慧 可惜过世早 这个次子长得倒是壮士 可惜姓子向他父亲 鲁王请了不少先生去教 奈何这位世子就是不长进 还因此弃走了两位先生 这次鲁王世子进宫 皇帝曾亲自考教鲁王世子 结果半赏说不出一句话来 皇后教导了许久 也不过就是这般模样 相比而言 鲁王世子就显得格外聪慧 就连大学士都夸赞他 真的想要从这两个人中间 选出一个做储君的话 鲁王世子更为合适 就因为这样 朝中拥护齐王的人 见多了起来 皇帝挥挥手 让宫人进去禀告 皇后与两位世子得了消息 忙上前来迎 齐王世子抢先一步 走到鲁王世子前面 鲁王世子依旧无所察觉 只是垂着头站在那里 胆小怯懦 没有半点储君的模样 这样想着 皇帝看着那蠢笨的鲁王世子 倒顺眼了许多 皇后出的主意很好 从这两个世子身上 倒是能发现许多端倪 如果朕真的没有子嗣 朕宁愿立鲁王世子为储君 有这样的储君在 除非朕死大权不会旁落 看来鲁王那边的眼线 可以彻一彻转到齐王这边 戴州 谢良辰与陈子庚在灯下筹算 陈老太太偶尔伸过头来看一眼 这都过去两个时辰了 他约摸着差不多了 外孙女的眉毛都舒展开了 高氏低声道 大伯娘 您看出什么来了 陈老太太没有说话 而是缓缓地背起了手 高氏心中一块大石断石落下 大伯娘这是有了数万 谢良沉手停下 他看向陈子庚 这几家铺子出的货有问题 连这三次的账目都合不上 送来的竹竿太少了 就算卖得远 也该能收回一些 要知道 卖去川中的线碎 也都送回了竹竿 有了这个 就能查出那些人了吗 能 顺着这条路 就能将他们的底细 �w得清清楚楚 哎哟 可算是将这些 没天良的抓到了 送信和良辰花了 这么多心思 这桩事定然很严重 早些抓到 他们也能早松一口气 陈老太太看向高氏 快去看看 饭菜好没好 高氏应声 高高兴兴地出了屋子 陈老太太走到谢良辰面前 真能行 谢良辰点头 想要抓鲁王不容易 必须摸得清清楚楚 知己知彼 知晓哪些商户有问题 追着他们到海上 梦肃的人会在海上等着 谢良辰 谢良辰很期待 鲁王在海上到底藏了多少的秘密 徐州往海州的路上 一只商队在街边的茶辽中歇着 蒋管事谨慎地看着周围 发现没有人跟着的时候 轻轻出了一口气 瓢寿提醒他们 一定要谨慎 送些那些人格外地激紧 一不小心就会被盯上 他为了运这些货 几经辗转 就算是神仙也查不到这里 更何况 北方过来的货物那么多 不可能每一笔生意都让人盯着吧 蒋管事擦了擦汗 走吧 别耽搁太久 免得大人不高兴了 他们那位李大人可不得了啊 眼睛揉不得半点沙子 大家从三处运送货物 最晚一个到的定然要受罚 不过这次的货物不只有线碎 还有许多的粉蜡纸和花毡 这些东西海上的人最喜欢了 他再立几次宫 就会跟瓢寿一样做总管事 不用这样辛苦了 商队继续前行 在海上兜了一个圈之后 蒋管事才去找钱来接应的人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五十四集 蒋管事看着接应的人 是瓢寿手下的胡七 蒋管事顿觉意外 与他接应的人应该是胡三 不知怎么的就换成了胡七 三爷怎么没来 海上出了点事 李大人带着朴管事和三哥去了 朴寿手下有不少人 原本用不着胡家兄弟这样的 这次却连胡三爷带走了 蒋管事一脸羡慕 三爷这次回来 定会为重用 七爷说不得 也很快去李大人身边做事 三爷七爷都发达了 别忘了小的们 胡七被蒋管事说得心中欢喜 我三哥拳脚功夫好 这次定人立下大功 李大人果然在海上有大动作 那七爷随后也会去吗 蒋管事趁着胡七心情好 继续探听 哪里是我们这种人能去的呀 我要先将货物送上船 离开这里 免得被人盯着 大船要离开岸边藏匿起来 让岸边的人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然后就在那里等消息 胡七难得地被蒋管事夸得高兴 这时候他手底下也缺人手 三哥走的时候 让他自己遇小事自己做主 于是他很快地拿定主意 吩咐蒋管事 你想去海上看看 蒋管事眼睛亮了起来 连忙答应 这次的货物不少 你带着几个人 与我一起上船帮忙 您放心 我手下的人都能幸得过 两个人正说着 胡七突然发现 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搬着箱子走了过来 离他和蒋管事十分地近 他们刚刚就在这里交谈 定被那人给听去了 胡七灯石皱起了眉头 蒋管事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本来还有些紧张的 这一瞬却笑着道 七爷放心 这是我从一伙山匪手中救下的人 是个笼子 说话也不清楚 但是有一把好力气 我收了他 在手底下排行十九 走吧 先几个人与我上船 蒋管事高高兴兴地应了 忙去张罗人手 蒋管事带着几个心腹 跟着胡七上了船 蒋管事剩下的几个人手 则各自去歇着 他新收的小弟 还在院子里忙碌着 作为刚进来的人 自然要做最脏的活计 屋子里都响起了憨声了 他还在给罗子喂草料呢 不过他并不是听不到声音 相反的 屋子里的动静 全都落入到他的耳中 他等到屋子里响起 此起彼伏的憨声 这才悄悄地走出院子 走到一棵大树下 将手里的字条塞了进去 字条上写着 蒋管事船只行进的方向 远离大旗的海上 胡七和蒋管事并排站着 蒋管事在此之前也来过海上 他知道主子的船只在海上格外厉害 可惜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胡七今天兴致很高 我猜李大人就在这附近不远 否则不会让我们在这里等 等到那边结束之后 我们的船就能靠过去 然后将货物送上李大人的船 该不是有什么海商不老是 要李大人亲自出马城池吧 哪个海商敢跟我们作对啊 就算是倭寇来了 我们也不怕 告诉你吧 这是李大人在抓人 抓人 这附近有些小岛 岛上的人 要么是大骑逃过来的渔民 要么是些相貌怪异的凡人 靠着打鱼走商为商 这些人比你新收的十九一样 脑子不灵光 却有一把子好利紧 李大人说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投奔过来 谁知道他们不肯 既然如此 只能动用人手 将他们抓到国压起来 再让他们前去服劳役 蒋管事终于明白了 这些人也是不识相 跟着李大人做事 还有什么不情愿呢 胡七也跟着一笑 伸手拍了拍蒋管事的肩膀 好好办事 将来也会有个好前程 两个人说着话 大船已经到了约定的地方 胡七吩咐道 停下来 不远处有个小岛 岛上浓烟滚滚 胡七眺望着说道 看来那些人闹得动静不小啊 但那些人再厉害 也是手无寸铁 很快就会被李大人拿下 李陶面无表情地 看着岛上的人被捆绑起来 扔在大船上 将这些人捉回去 男的去采矿 女的交给正式 鲁王交代的军备都要做好 不能有半点的差池 缺少人手他们就来抓 而不是巡狼中 给那些劳逸的贱民治病 朴寿道 大爷 差不多了 能用的人他们都带上了船 李陶看着岸上海上的尸体 走吧 一把火将这里给烧了 处置干净些 就算有人查到 也能推到海盗身上 您放心吧 这里离大岐有些距离 本来就没有人管 而且海盗前来也是尝试 不会有人查到我们头上 收拾好了就开船 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他不能在这些贱民身上 浪费太多的时间 朴寿分夫人去收拾 两刻之后 大船终于慢慢离开了岛上 岛上传来阵阵尸体烧焦的臭味 在一处半塌的房屋中 一个小姑娘紧紧地握着弟弟的手 姐弟两个脸上都是泪水 父母将他们藏匿在这里 让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出来 他们听着外面的惨叫声 脑海中都是亲人惨子的情形 姐姐紧紧地咬着嘴唇 她想要冲出去 可是她还得护着弟弟 要让弟弟安然无恙地活下去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五十五集 终于 外面的声音渐渐平息 姐姐这才拉着弟弟跑出来 才走不远 他们就看到了母亲的尸体 姐弟俩痛哭一场 又去寻别的亲人 更多亲人的尸体被丢在一起 被大火吞噬 两个人就坐在旁边 看着这熊熊大火 仿佛能听见亲人们在火中哀号 我知道他们是谁 将来 我爹要去跟父亲 母亲报仇 姐弟两个抱在一起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脚步声 由远而近地 到了他们面前 姐姐下意识地护住弟弟 长童弯下腰 别怕 我不是坏人 姐姐仍旧一脸戒备 你知不知道 那些都是什么人 他们这样作恶多端 必然不会有好下场的 长童说着 伸手在怀中搜寻着 找到一些干粮放在孩子脚下 我再去看看 还能不能救下别人 他正要离开 姐姐忽然上前 一把抱住他的腿 我知道他们 他们是谁 长童将姐弟俩带到岛上的一个僻静之处 这次他们来到这里 生怕会打草惊蛇 带的人手也不多 船不敢靠得太近 原本要晚些上岛的 但长童看到了火光 而后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经常出入战场的长童 立即就确定了 这是有人在焚烧尸体 这些畜生 他再也按耐不住 吩咐人划船接近 李陶带着人走得急 长童赶到的时候 那些人已经离开了 长童等人只来得及 在岛上寻找那些 尚有气息的百姓救治 从一个火堆中 找到一个 奄奄应息的老翁 紧接着 就瞧见了这对姐弟 长童从他们的眼睛中 看到了恐惧和悲伤 从巴州之地过来 再看到这一幕 长童只觉得 心里难以接受 与巴州相比 这里如同地狱 北方是没有战事了 但他们的眼睛 看不到的地方 总是有这样 残忍的事发生 先看看我母亲 姐姐想起 母亲的尸体还没有收拾 向眼前的人请求帮助 幸好这对姐弟说的是 大齐的话语 否则长童可能会听不明白 这岛上有不少蕃人 皮肤颜色有黑 长相也与其人有些不同 有些人常与蕃人比作鬼怪 但长童并不讨厌蕃人 在他看来 蕃人没有刚刚的那些人可怕 长童的人寻到了块草席 将姐弟两个母亲的尸体 放在了上面 姐弟俩又痛哭了一场 姐姐先回过神来 抹了抹眼泪 问长童 还有别人活着吗 我们又找到了几个孩子 但那些孩子是蕃人 听不懂我们说话 还救了些受伤的人 但他们之中 大多数人伤势太重 恐怕遨不过去 我叫阿京 我们是从棋地来的 刚刚的那些人 曾害了我们村子 当年我们 就是从他们手中逃脱 没想到 会再遇到他们 你们原本户籍在哪里啊 海州 我大伯叫杨武 曾在海州军中任职 是个军头 长童没料到 阿京的大伯还是个军头 那时候小时候的事了 那时候 我大约就像我弟弟这么大 那时 我生了病 父亲母亲带着我 离开村子寻找郎中 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村里的人 都被杀了 鸦曼的人 说我可我来犯 搅了村中的东西 杀了村里的人 我大伯 虽然刚好也在家中 但一人难敌四手 也死在那些窝人手上 没想到 阿京小小年纪 经历了这么多 当时我爹没让我们回村 带着我们在山中 藏匿了起来 之后父亲 几经周折之后 寻了条船 带着我们出海 找到了这么个岛 生活了下来 阿京想到父亲 自己到现在 也没有找到父亲 父亲要么是被抓走了 要么 就是被那些人给杀了 不知道 他们父女还能不能相见 阿京鼻子发酸 哽咽了半嗓 才接着说 当年我年纪尚小 不知道内情 就在昨日 父亲又见到那些人之后 突然脸色大变 想要带着母亲和我们远走 急着在岛上寻找船只 这已经来不及了 那些人 将整个岛都牢牢地守住 不准任何人离开 我见父亲这般 就在一旁催问 父亲说 我们要大祸临头了 他在登岛的那些人中 瞧见了一个熟人 那人叫李桃 父亲当年在大伯那里 见过此人 大伯与父亲说 李桃 请要笼络他在海上撕晕 关卡上的不少将领都应成了 但大伯性子刚正不肯这样做 父亲与大伯说 不如将李桃等人的事高去衙门 大伯也觉得应该如此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五十六集 你大伯告了吗 告了 大伯不知李桃 究竟是何来历 怕告到指挥室那里也没有用处 于是 找到了当时的海州之州 海州之州 让大伯木要生长 他会在暗中查那李桃 设法将李桃等人一网打尽 你大伯没有等到知府去查李桃 而是等来了整个村子的面顶之灾 不复现自知 就算留下伤告 也不离李桃等人 眼看报仇无望 不如远走 没想到 李桃等人又来到了这里 你父亲见过李桃 李桃会不会认出你父亲 所以带着人来这里啊 我父亲见到李桃时 刚好在大伯父住处的隔间里面 李桃应该不知晓此事 而且 我们听寨子里的人说 李桃他们来到岛上 只是为了抓人去做伙计 做伙计 听说李桃 船上需要人手 他们可能还有落脚之处 那里也需要人 李桃本来想要说服大家 自愿与他前去 和大家都不知小李桃的底细 再说 能自己生活 为何要给别人做牛做马 大爷和大奶奶猜得没错 这李桃是为鲁王做事的 而且他们在海上多年 只怕积攒下来不少 虽然他们的人设法跟着李桃的大船 但生怕被李桃发现 不能跟得太近 加上李桃的船很大 很快就能将小船甩下 恐怕不能一举揭开所有的秘密 不过 只要李桃在海上行走 多费些功夫 总能知晓得越来越多 眼下他该做的 就是将打探到的消息 告诉大爷 大爷和孟之舟自会安排 下一步要如何做 长童看向阿京 我家大爷是节度时 也是发现有人在海上私运 这才命我们一路追查 你方才说的那些话 我会禀告给大爷 也希望你们同我一同离开 阿京下意识地摇头 不过很快又点头 我 我得找一找父亲 再与你们走 我帮你一起学 生怕李桃等人去而复返 长童没有将所有人的尸体掩埋 死者已已 他们要抓到李桃 才能救下更多的人 将岛上收拾 我都定要查下去 我都定要查下去 否则 对不起这些可怜的冤魂 孟肃拿定主意 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不能袖手旁观 孟肃看向长童 送消息给宋杰都使了吗 长童点点头 梦肃莫名地心中踏实了许多 按理说不该如此的 宋献明明就像一个晚辈 而且又没在沿海未所任职过 对这些应该不清楚 可经过这次的事 他却发现宋献聪明缜密 若是与他一起查案 定会成为很大的助理 长童提及的事太过残忍 再加上孟肃连日查问海州的案子 几天都没能睡好 这样过了几日 终于等到了宋献前来 两个人在孟家宅院里见面 孟肃将送建营去书房里坐下 八州定然很忙 本不该这时候让杰都使前来 但事关重大 我不敢离开岳州 只能抓紧时间查证 当年海州发生的那件事 如今八州在做官邀局 再加上千阵子暴雨 多亏有郡主在 否则我不能这么快前来 提及郡主 孟肃心中再次感叹 这大旗的女眷 没有谁比嘉安郡主更厉害的了 他听说 因为这大访车 不少工匠前去北方 听说现在北方 又在试着用油烟制墨 里面还要再加一些药材 到底是什么样的 孟肃也不得见 而且他发现 提及嘉安郡主 这位宋节度使 眉眼中的神情 都会变得温和许多 都说宋节度使和嘉安郡主 夫妇情深 看来这话是不错的 要知道 这宋节度使成亲的时候 就连聊人都知晓了 宋节说完这话 问 阿精说的话可属实 我在海州军中名录上查到了叫杨武的军头 县中文书上也记得清口 杨武归家时刚好遇到倭寇 倭寇洗劫了杨家村 最后将整个村子 辅之一句 其实 就算不去查 我也记得此事 当时闹得很大 朝廷免职了两个副将 那两个副将被贬处之后 调去福州任职 处置这案子的 正是海州之州 薛元宗 薛元宗因此被罚了俸禄 不过无碍仕途 到现在薛元宗还在海州镇上呢 薛元宗肯定有问题 他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梦肃微微皱眉道 现在难就难在这里 薛元宗明面上看 应该是皇上的人 这人从入室开始 就一直被皇上上市 皇上亲手将他提拔到海州 孟大人觉得呢 这一切都是薛元宗 暗地里勾结里套做的吗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五十七集 这若是换作旁人 孟肃不会说实话 但送县不一样 我在粤州多年 一直关起海上的事 虽然没有真凭实据 但我知道 沿海不少官员 都不像表面上那般 小中朝廷 每次我提起海上商贸 他们都用各种借口搪塞 我与福州之州来往的时候 有一次福州之州醉酒 曾与我提起鲁王 那时我虽然饮了酒 心中却清楚得很 福州之州的模样 分明是想要笼络我 为鲁王做事 但这些都没有实证 而且就凭海州之州 一个人 就能如此 只手遮天 还在网上 望作活为到这样的地步 不太可能 要知道 反对朝廷海上商贸的 可不只是 海州之州一个人 这些人上下一心 牢不可破 他们这样 真的只是为了牟利 孟苏与宋献目光相对 他知道 宋献也是这样思量的 否则 不会这般关切此事 两个人刚说到这里 忽然看到 孟家管事 匆匆忙忙地上前来 老爷 门口忽然来了人 没有穿官服 却说自己是 殿前撕的人 我们 管事刚要说 我们拦不住了 院子里便 一阵嘈杂声响起 接着是说话的声音 管事所说的那些人 已经闯进了院子 孟苏忙又看向宋献 宋献此时神情自然 仿佛像是早就有所预料一般 孟苏提起的心 顿时落了下去 他深吸一口气 抬脚向外走去 围守的人 目光锐利地盯着孟苏 在孟苏走出来之后 目光又看向屋子里 梦之舟 梦之舟还有客人在 梦苏目光清澈 神情中带着几分肃穆 请问 为何不等家人通病 就闯入院中 我等奉黄命查案 还请孟大人多担待 那人说着 将手中的文书和立牌 递过去给梦苏 梦大人可以亲自看一看 殿前司的令牌和公文 看起来千真万确 梦苏眉头皱起 请随我去前院书房 我比对一下印件 殿前司的人没有动 视线依旧瞧着梦苏身后 不急 就算要去前院 也该让宋节度使一同前往 梦苏的脸色更加难看 他立即看向管事 管事就要悄悄地离开院子 不过他刚走一步 殿前司的人就要抽出腰间的钢刀 哎 案子没查清楚之前 院子里一个人也不能离开 说话间 殿前司为首的人 就要向屋里走去 梦苏急切之中 挡住了那人的去路 这屋子里没人 那要我亲眼看过才知晓 梦苏仍旧不肯让路 梦大人这是何意啊 想要违抗圣命 梦大人不必阻拦 屋子里一道声音响起 紧接着 宋宪从屋中走了出来 殿前司为首的人 瞧见宋宪 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不知是在嘲笑梦苏 还是在为自己这次的差事 松了口气 这就对了 我就说 殿前司的人话还没说完呢 忽然眼前光芒一闪 他下意识地去握腰间长刀 却没想到手腕一痛 手指登时没了力气 当他缓过神来时 宋宪手中的长剑 已抵在了他的脖梗上 那人不禁喊道 宋宪你要做什么 谋反不成 那要看看你到底 是不是皇上派来的人 宋宪说着看向梦苏 孟大人 让人先将府中的女娟太厨 再去验她带来的公文 孟府外 李佑和中官站在那里等消息 这次皇上 命李佑前来岳州 是想要查问孟宿和宋宪之事 殿前司的人亲眼看到 宋宪去了孟宿的府上 再加上李佑之前查到的一些线索 已经有了足够的理由提审宋宫二人 中官低声道 李大人以为两人私底下 是否有所涂抹 李佑皱起眉头 没有凭据 也没有审温 还不知晓 这话才说完 李佑就看到店前司的人 慌慌张张地前来回话 宋宪抓了多点简大人 中官面色一变 这还不是谋反 李佑看了内侍一眼 眼睛里的肃母让内侍心里一沉 闭上了嘴巴 中官慎言 你可知谋反两字有多重 出了差错 无论是你还是我 都担不住 内侍被说得脸一红 他也是一时失言 要怪只能怪他从京中来时 思量太多 揣摩皇上派差事的意思 明明让店前司的人前来 为何又派内侍 李佑大人年轻时就随皇上征战 一直都是皇上最信任的人 如今出来办差 皇上却不放心 就是因为李佑大人从郑州回来之后 曾举荐过宋宪 内侍这样一想就明白了 他必须盯着宋宪 不能放过任何的风吹草动 刚刚听到宋宪和店前司动了手 他一时心急 这才脱口而出 弄不好就会被李佑当成把柄 内侍有些后悔 但宋宪怎么敢拿店前司的人 他之前说服李大人 让都点茧先去查看情形 就是怕李大人训思 没想到闹出这样的事端来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五十八集 不等戏想 内侍追着李佑进了孟家大门 长安正要护着孟长叔离开呢 看到了李佑 脸上露出惊诧的神情 李大人 真的是您 李佑皱起眉头 看着孟家院子的情形 不管是孟家人 还是宋县带来的人 全部都如灵大敌一般 就算宋县有错 也不会立即将他论罪 何至于如此啊 你们在做什么 是李大人 孟家管事先是欣喜地喊出声来 长安也回过神 吩咐道 快去告诉老爷和宋大人 风才那几个 真的是殿钱司的人 李大人不会有假 孟家管事得了信 急忙向宅子里走去 李佑也不去问长安 抬脚进门 就去寻宋县和孟宿 跟上来的内侍也发现了蹊跷 孟家管事话里的意思 像是不相信之前那些 店前司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为何宋县和孟宿如此紧张 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内情 李佑皱起眉头 宋县 你在做什么 放开多点箭 宋县亲眼看到李佑之后 就收回了手中的长剑 多点箭额头上的冷汗紧跟着滑落 李大人 宋县不分青红皱白 就动手挟持属下 多点箭可是在没漫画之前就向我们拔刀了 要说动武 多点箭再写 多点箭一时雨色 刚刚紧张之下 他脑子一片空白 如今回想一遍 终于捋清了来龙去脉 这 是梦之舟有一藏匿宋节度史 我们才会这样做 是隐瞒 还是先要比对你公文上的印解 多点箭要说清楚 分明就是想要掩饰 宋县目光更冰冷了几分 多点箭仿佛又感受到了 那箭锋紧紧贴在他的脖梗上 他浑身汗毛树立 下意识地向李佑这边又走了两步 我与这位都点箭不曾见过 只是想要先比对印解 核实诸位的身份之后再做计较 不要怪我与宋大人小心 眼下我们不得不如此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李大人 容我去书房里禀告 内侍也跟着李佑一起进门 孟肃有些犹疑 看向李佑 大人 此事非同小可 除非皇上信任之人 否则 我们不敢多言 皇上派他们来查宋县和孟肃 孟肃却反过来阻拦他 内侍刚要不悦地开口 就听李佑道 这位皇中官 是杜正盘了 孟肃听到这话才点了点头 书房门重新关上 都点箭带着人站在门外看守 宋县带给他的威压 到现在还没完全散去 他一点都不想进那间屋子 李佑坐下 孟肃就将阿精案子的文书 递给李佑查看 内侍不知晓那文书上都写了些什么 只觉得李佑的眉头越皱越深 到了后面 脸上竟盈盈有了怒气和官微 这是真的 内侍忙上前将文书接过去查看 这文书都可以查中 阿精和弟弟也被我们妥善安置好了 李大人还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坐船 去那岛上查看 岛上还有没有收敛完的尸身 不过 若是想要查这桩案子 还是不要打草惊蛇 要偷偷前往 尽量避开猥琐的人 除了杨武那些事 又听说这些 不怕与李大人说实话 我如今 不敢随意相信旁人 所以你们觉得 殿前寺的人 也是旁人假冒的 我们刚刚查到一点端倪 立即就有殿前寺的人上门 不肯让我们查看一件就动了刀 若是我们真的数手就擒 还不知会有什么罪名扣上来 那些人在海上已经横行霸道 俨然是一方霸主 真的察觉我们找到证据 定会出手阻拦 冒充殿前寺不是不可能 内侍想要质疑送宪 但他刚刚看过手中的文书 宋献又不是空口无凭 而且照这么一推断 宋献和梦肃会有这样的反应 才顺理成章 否则我不会向殿前寺的都点解动手 我虽然前来越州 但除了随身的三个家将之外 没有带一兵一组 这样挟持都点解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只带了三个家将 兵马不能离开戍边之地 这是朝廷的规矩 李大人只需让人前去查问 便能够知晓 李右看向梦肃 你们这段日子见面 就是为了这桩事 梦肃应声 是宋节度时 先遇到一桩案子 又发现账目不对 怀疑有人海上走私运 因此找到了我 没想到 这样一追查 竟然查到了这些 你们为何不上报朝廷 没查出端倪之前 我们不能随意忘言 查出实情之后 我们不敢轻易禀报 不敢两个字 让李右心中一惊 你们 当年一个村的百姓被杀 不过就是调离了两个副家 如今就算真的查到岛上的惨状 只怕就止步于海州之中 无法让真相 至打上帝 你怀疑 还有更多人参与其中 李大人敢不敢试一指 试什么 真的查出端倪 真相可能也进不了几 那是顿时感觉到一阵寒意 仿佛大旗王土 还有皇上掌控不了的地方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五十九集 李大人 这件事可怎么办呢 内侍追着李又问个不停 这要怎么办才好啊 遇到的事 怎么与说好的不一样了 出来的时候 我准备的那些 好像全都派不上用场了 现在赶回去问干爹 还来得及吗 干爹啊 这可苦死孩儿了 您是想要孩儿生前 没准啊 一不小心 送孩儿上路了呀 内侍想到杜正 眼泪就想往下躺 不过 内侍再怎么思量 干爹杜正 也不会凭空 收到这些讯息的 眼下唯一的救命稻草 也只有李又了 李又淡淡地道 原原本本地禀告皇上 内侍自然知晓要这样做 可怎么禀告 如何禀告呢 冲官大人不是怀疑宋贤谋反吗 既然怀疑谋反 就要将宋贤和孟小身边的人 仔细盘问一番 这院子里的纸张 全都封存拿回去查看 将所有与两人有关的信函 文书 都整理出来 呈给皇上 如果忠官大人觉得不妥 我可以闭嫌 请当地家说来帮忙 内侍藏在袖子里的手冰凉 他开始是怀疑宋贤 但是宋贤说了那些之后 又听到了杨家村的案子 他怎么可能 还做这样的思量 很有可能弄个天翻地覆 也查不出任何证据 就算皇上乐于见到这样的情形 若是得到结果 发现宋贤是忠心耿耿为朝廷 那么不管是他 还是都典贤 都有利用职权 积压忠良之贤 他们可是没有证据 就轻易积压了一个节度使 一个支州呢 最好的结果 也是前程尽毁 内侍这次想哭都哭不出来了 那我出去 等忠官大人的消息 内侍恨不得立即就跪下 不用啊 李大人不用避嫌 也不用请雅鼠其他人前来 我们带的人手足够多 比起闹大还是闹得更大 内侍选择了前者 他声音中带着几分恳欠 李大人 要不然这件事情 我们再斟酌一下 干脆不要搜捡了 忠官说过毛反 本官不能当作没听到 若是不小心洁漏了什么 这个罪责 本官承担不起 忠官脸色苍白 耳边再次想起 李又提醒他的话 你可知 毛反这两个字 到底有多种 现在我知道了 李又吩咐了忠官 又转身回到书房中 当着宋献和孟肃的面 说道 你们说的事 我不敢决断 需要禀告给皇上 但若是依照你们所说 这桩案子暂时不能让人知晓 那么今天发生在孟府的事 也不能告诉旁人 宋献渡使私底下前来 与岳州之州见面 又与电箭司的人起了冲突 有些事不得不查 只有将两个人查得清清楚楚 宋献和孟肃对海上的猜测 才更加可信 宋献和孟肃四目相对 从彼此眼睛中都看到了肯定 没有半点的迟疑 宋献吩咐长安 孟肃走出去吩咐管事 将我们带来的所有东西 以便交给李大人和总管 将府中的屋子都打开 大大小小所有钥匙都拿出来 府中所有人去花厅里等候 家中被钞才会有这样的吩咐 孟家管事一时正愣了 不过没敢询问 应了一声 这才带着人去安排 无论是宋献还是孟肃 都选择任由朝廷查验 他们不抗争 也不会离开这院子 没有申辩 也没有愤怒 还没查 那事却仿佛已经看到了 最终的结果 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绝不会如此的坦然的 宋献端起茶喝了一口 先问李佑 李大人可需要寻人来审讯 不必 没有结果之前 只要不离开州里 孟大人府中是否有客房 我一路从泰州到这里 北市有些疲累 孟肃吩咐人引路 宋献踏入了客房之中 躺在了简陋的床上 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外面一阵嘈杂 宋献却睡得十分安稳 事情尚未发生之前 他与孟肃就已经安排好了 这一件事 皇帝必须要入局 最终 要让皇帝去解决鲁王 孟肃作为支州 书房里的文书信件 本就不少 内室带着人用了一下午 和一整晚的时间 才将与宋献有关的书信 找出来 前几封都在说新访车 然后提及了赵州私县的生意 虽说真正在两州 做生意的是商骨 但是在其中搭桥建路的 却是两州的官员 之后才有宋献问 海上情形的书信 宋献提及刘夕的案子 询问孟肃海上私运之事 就像宋献与孟肃说的那样 刘夕的案子是起因 之后家安郡主发现了 账目有问题 猜测有人买来献碎运去海上 便让人一路追踪 最后到了海上 宋献与孟肃见面 没有密谋其他 只是在查一桩案子 天亮起来 一切都有了定论 李又芬夫人将文书信件等物 快马送去京城 内侍劳累了一夜 却不会有人听她如何辛苦劳累 她更不可能去向任何人报工 相反的等待她的只有责罚 孟肃像往常一样去了衙门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宋献则依旧被关在孟府之中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六十集 京城 皇帝看着手中的文书 大殿里只有纸张翻动的声响 连杜正都没敢上前添茶 终于 皇帝从文书中抬起头来 然后他定定地看向杜正 杜正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只听皇帝冰冷的声音响起 你相信吗 杜正向文书上看了一眼 不知皇帝问的是什么 只得静静地听着 你相信大旗 还有朕掌控不到的地方 杜正先想到了北方 然后他否定了自己的思量 如果宋献谋反 皇上不会是这样的神情 因为事先有所预料 不会觉得惊诧 那么 会是谁呢 明明去查送线的呀 难不成发现了别的事 若是有人在海上动手动脚 你觉得会是谁 奴婢 不知晓 不知晓 沿海卫所都在皇上的掌控之中 皇上若是怀疑 不如召见相关的官员 静静问话 这当然是最好的法子 但宋献的那些话 让皇帝心中的猜测难消 他信任的那些官员 真的可靠吗 除了海州 除了海州之州之外 还有多少人 暗地里背离了他 他要查 他也想知道 如果让孟肃和宋献私底下去查 真相到底会不会送到他的面前 天还没亮 谢良辰就醒了过来 宋献去了岳州之后 一直没有回来 他虽然知晓 事先已经做好了安排 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但心中依旧担忧 明明才澄清不久 但他好似已经习惯了宋献在身边 就算他经常出去巡迎 常有几天见不着人影的时候 但至少知晓 他离自己并不远 他就能安下心来 他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睡得最好 天冷的时候 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能一夜暖到天亮 天暖和了 虽然不需要这样一个火炉了 但还是觉得踏实 相处的时间久了 他才知道 宋献其实很喜欢待在家里 若非外面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 他可能一整日都会在院子里面 看着他做事 怪不得宋老太太曾说 宋献小时候说过 不想去军营 也不想考科举 他在家中的时候 屋子里不用旁人侍奉 有时候 谢良辰都觉得 就算没有荣誓 宋献也会这样 他与山中的那些猛兽有些相似 不太喜欢有人踏入到自己的领地 想到这里 谢良辰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抹笑意 人也更加清醒了些 今日要早些起身 他们从代州来到苍州 是要试用徐前做好的罗金盘 穿好衣服梳洗干净 谢良辰这才出了屋子 陈子庚和徐前也都起了身 去用饭 一会儿骑马去海边上船 陈子庚应声 苍州如今是秦茂行束手 宋献离开之前 就与秦茂行安排好了船只 谢良辰来到苍州 秦茂行带着人去迎接 他大概知晓 谢良辰此次前来的目的 是要在船上试用什么物识 秦茂行看向身边的苏怀清 难不成他们想要造大船出海 苏怀清点点头 他第一次看到海时 也想乘大船出去 去海的那边看一看 瞧瞧那些藩人 可大齐海上不同商啊 朝廷不可能让他们出去 除非走私运 宋献不会走私运 他是个聪明人 只想朝廷盯着北方 他这样做 必然会被人抓住把柄 苏怀清对宋献有些了解 宋献曾经那日 他站在人群中看到了宋献扫过来的视线 忧深 威慑 还带着几分防备和不悦 他立即读懂了宋献的意思 宋献这副模样 是因为自己曾与家安郡主定过亲 即便他们的婚约已经不作数了 他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的心思 尽量地远离家安郡主 却还是被宋献格外地关照 只有特别在意谢良辰才会这样吧 不能容忍被任何人寄予 哪怕是一点点的心思也不行 所以宋献这样护着江安郡主 绝不会让他做危险的事 那是为什么 朝廷现在不开海上贸易而已 又不是永远不开 这么说 宋献是在为日后做准备 眼下还不知晓内情 不过 我才应该差不多吧 最近海上定然有动静 也许很快就会有消息传来 苏怀清和秦茂行到了谢良辰的住处 这处院子是宋献事先让人准备出来的 里里外外都是宋献的人 秦茂行看向苏怀清 要不要进去啊 学生差不多了 我还是在外面等吧 若是他进了这个门啊 下次再见到宋献的时候 或许他就没可能再见到宋献和江安郡主了 甚至连陈家村都不能踏足了 片刻之后 谢良辰带着陈子庚和徐前出了门 船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赶过去 谢良辰看了一眼徐前 徐前点点头 握紧了怀中的锣金盘 陈子庚还是第一次登上大船 眼睛中闪过激动的神情 哇 阿杰 大船是这样的 谢良辰七岁时随父母登船 前世因为心结未开 没有想过再乘船出海 如今站在船上 海风徐徐吹来 仿佛前尘往事 都随风而去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六十一集 徐前看着手中的螺金盘 郡主 可以了 这个螺金盘可以用 若是让我在海上多试试 定然就能像师父一样 带着船都一起出海 他脸上满是笑容 笑着笑着 他的眼泪都淌了下来 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紧紧地抿住嘴唇 郡主 有了螺金盘 那些人什么时候会找上门 他要见到那些人 为师父报仇 很快 我们的船下了海 很快他们就会收到消息 不过 我们要尽量隐瞒 徐前不懂 谢良辰解释道 太容易被他们发现 并会引起他们的猜疑的 对于鲁王这样狡诈的人 要比对付旁人更仔细 在海上试了三日 谢良辰才带着 陈子庚和徐前回到了戴州 徐前的螺金盘 与当年他在陈子庚手中 见到的有些不同 当时徐前经过了几次的改进 才会有那样的结果 所以这次在试用的时候 谢良辰在旁边 有意提点了徐前几句 徐前也着实通通 惊诧地看了谢良辰一会之后 一脸激动 嗯 等我回去改改试试 回城的路上 谢良辰感觉到 徐前的目光 总会落在自己身上 好几次他听到 徐前与陈子庚说 郡主真的厉害 若是郡主不说 我怎么也想不到 唉 若是师父早些 见到郡主就好了 你说 如果我将师父 传给我的手艺 都交给郡主 郡主愿不愿意学 我怕这一门 在我手中没落了 哎呀 这个误会可就大了 谢良辰暗中摇头 若非有秘密不能提及 他真想告诉徐前 厉害的不是他 而是你自己 夜里看账目太晚 谢良辰干脆睡在了软榻上 迷迷糊糊中 感觉到有人到了他的身边 然后将他给抱了起来 刚要睁开眼睛 耳边就传来 宋献熟悉的声音 是我 宋献回来了 谢良辰清醒了些 借着月光 看到了离家多日的人 怎么才回来 谢良辰刚刚醒来 声音很轻 乍听过去像是在撒娇 顺利吗 皇上答应了 我替了密车入警 李大人带回了旨意 让我们早船出海 因李陶和他背后的人上钩 谢良辰彻底没了睡意 脑子里一片清明 罗金盘也做好了 不出意外的话 徐前还能改进得更好些 这么说 下个月就能带着货物上船了 查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明着 惠惠鲁王了 谢良辰正要顺着这个再想下去 就感觉到某个人的手 悄悄伸进了他的小衣 晚归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梳洗过了 身上有种清爽的香气 很晚了 还早 不用这么快起身 谢良辰无奈 论嘴皮子和脸皮 他是赢不过宋献的 要喝水吗 宋献呼吸微微有些急促 却还是停下来问他 谢良辰摇头 宋献在他耳边轻轻地劝 喝一些吧 他将它抱在怀中 伸手端起了床边的水 水是温的 喝到后来还尝到了淡淡的甘甜 这里面放了一糖 谢良辰去看宋献 这个人没叫醒他之前 竟然准备了这么多 宋献应了一声 哪里有睡前喝甜水的 宋献将杯子放好 低声道 许先生不是总说 你若太累 平日里吃些一糖也是好的 太晚了不能拿整块糖来吃 我就画了一些在水里 谢良辰被宋献抱着 重新放在床上 许先生说的 那是他东奔西跑 耗费力气 哪里一样 他晃神间 宋献已经宽衣解带 躺到了他的身边 宋献垂下头 在他的耳边 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话 要与我说的 谢良辰摇头 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 好 那就等到午后 谢良辰这次 不用问为何推到午后了 将宋献前前后后的话连起来 无非就是 你不会是要 后面的话说不出来 全部都被堵在了嘴里 衣袋被解开 小衣脱下 浑身被一片灼热笼罩 刚才还温声软语的人 渐渐没有了往日的清明 不知过了多久 谢良辰声音略微沙哑地央求 很累 歇一会儿吧 很快就精神了 平日里无论他说什么都阴云 可是每到这一件事上 宋献总是能狠地下心来 好不容易挣脱出的手臂 被人拉着浩腕又带回到了怀中 睡去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好在没有任何人进院子里 现在不用送献吩咐 大家也知晓 每当送献在的时候 就算是长安也得在院子外待着 谢良辰闭上眼睛 一瞬间睡着了 梦中仿佛坐在船上 整个人晕晕沉沉的 随着海浪起伏 坐船的时候没有的眩晕感 现在全都来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弦演播 第五百六十二级 这一觉果然到了午后 宋献早就起了身 吩咐人准备了饭食 又让管事妈妈拿了要换的衣裙 前一日备好的新衣裙 不适合现在穿着 窄袖的被子 一伸手就会露出手腕 大爷在的时候 大奶奶都要穿娇领宽袖的衣裙 总之能遮挡的地方都要遮挡 有一次选的衣裙不太好 管事妈妈就瞧见了 大奶奶手腕上的红色印子 谢良辰睡醒的时候 看到宋献就坐在 不远处的书桌旁看公文 他们搬过来的第二天 宋献就让人准备了一张小桌案 放在旁边 每次他若是起得晚了 他就坐在桌案旁处置公物 宋献听着动静 转过头来道 醒了 什么是声了 真一出声不要紧 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又沉又哑 快要到卫视了 你再不及 我也要叫醒你 请用下饭食在水 谢良辰忽然想到 柳二娘与阿英昨日从新州过来 说好了 今日四时见面的 柳二娘他们没来吗 来了 我将二舅母他们带着去王家村了 宋献以什么理由将人前走的 谢良辰只要细想 就会觉得恋夹发烫 我问过了 他们也没有什么别的要紧事 要不然今天就别出去了 宋献放下文书坐过来 侍奉谢良辰喝水 宋献去问 柳二娘他们自然是要说没事的 而且宋献昨晚回来 他今天就病了 就算是掩耳盗铃 他也装不下去呀 再说了 他和父亲说好了 等宋献带回消息 立即就会商议海上的事 这次除了要调出鲁王 他也想要利用这个机会 了解一下海上的商路 谢良辰以最快的速度穿戴好 平日里是他自己穿衣裙 如今有人在旁边帮忙 便更加的省事了 转眼的功夫就书席妥当 宋献看着谢良辰 与平日里的陈阿姐不同 双眸中更是添了练艳 脸颊微有些发红 手腕那颗小致旁 还有他留下的印子 真是不想放人离开呀 思量片刻后 宋献就有了计较 你要安排出海的事吧 我与你一起 也好 宋献昨日就说了大致 他还没有问及细节 两个人用了饭 一起去见谢少元 刘继听说 朝廷答应他们下海 顿时一阵激动 传知他们准备好了 只等着这旨意一来就能动手 开始的时候不要闹出太大动静 先试着放两条船 只要将我们的货物卖出去 留记一点点头 与鲁王那些人不一样 我们除了卖线碎 粉蜡纸 花毡 还有新制好的墨块 虽然一切做得隐秘又小心 但鲁王那些人 应该很快就会得到消息 李陶最近做事很顺 从海上抓来的人 用得也很趁手 岛上做的军备数目 又增多了许多 再加上八周的货物 尾时好卖 一转手就得了不少银钱 朴寿将账目拿给李陶看完 瞧着李陶脸上有了些许笑意 这才开口 大人 这次去见那些饭商 那些人想与我们再买些别的货物 买什么 除了粉蜡纸那些物食之外 他们还想多买点墨块 听到墨块两个字 李陶微微皱起眉头 不是每年都有卖吗 前些日子才卖给了高丽和窝人 朴寿抿了抿嘴唇 他们要的墨块 与我们平时里卖的不太一样 而且价钱也少了一半 李陶终于知晓 朴寿为何提及墨块 这般吞吞吐吐了 有什么不一样 朴寿忙上前磨磨 李陶伸手取了毛笔 保占了墨之后 落笔在指尖上 然后将指尖拿起来 仔细查看 他的眼睛豁然一亮 这墨迷更黑更亮 果然是好东西 李陶将指尖放下 看向瓢寿 他们从哪里买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 李陶为鲁王打理海上商贸多年 对各种货物都了如指掌 瓷器 书画 药材 以至于陈家村出的线碎等物 拿到他手上 他立即便能估出价钱 这样的墨是上等的墨块 应该能卖出高价的 何以会比他们平时卖的 还要便宜一半 真的有这样的货物 那要赚多少银钱 李陶将墨块凑到鼻端 仔细地闻 一股淡淡的香料味道传来 与龙咸香和绝香的味道不同 但也很是好闻 这样的墨若是便宜 定是在制墨的时候 用了别的药材 否则以香料的贵重 卖这个价钱绝对不划算 难不成有人改变了 制墨的方子 李陶又沾了墨 放在口中尝了尝 随即皱起眉头 制墨要用松木 可是他手里这墨块 他都不能确定 是不是用了松木 还有这种好东西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六十三集 李陶陷入思绪之中 没有听到瓢兽的回话 于是转过头去 用目光示意瓢兽 瓢兽指得将话再说一遍 听那海商说 这是大齐产的墨块 他能肯定 卖给他墨块的是齐人 不可能 大齐有这样的墨块 我肯定知晓 难道 这段时间我忽略了什么 为了弄清楚 李陶看向瓢兽 你有没有让人去问问 鲁王爷在大齐各处都有眼线 询问这桩饰 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我知晓之后 就打听人去问了 墨块这样的东西 想要打听并不难 大齐有几处置墨作坊 真是大齐置出的墨块 他们不会不知晓 李陶却觉得 这件事有蹊跷 墨置出之后 运到海商 卖给了海商 他们又从海商那里得到消息 这前前后后 经历了多久 这些本该是被他握在手心里的东西 如今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现 而他却还是一头雾水 这绝技不能容忍 那些船 你们可见到了 他们拉着货物卖给海商 你们就没有收到半点消息 或许 或许那船太小 所以我们没有在意 听海商说 那两条船来去很快 明显对海上十分熟悉 李陶想到了刘西 刘西仗着对海上情形的熟悉 手中又握着罗盘 有几次 他明明见到刘西的船只了 却硬是被刘西给逃走了 难道 是刘西那些人 又重新在海上活动了 可是不但他们的人没有发现 戍边未锁也没有察觉 去查 若真的是大齐的船只 那些人毕竟在沿海附近落脚 三日之内 必须查到蛛丝马迹 飘寿应声 李陶目光微深 不管那些人的神出鬼没 还是他们卖的货物 李陶都觉得不简单 至少不是寻常百姓 为了养家糊口冒险私运 那些人拿出旁人没有的墨块来贩卖 所图的不是一两船的货物 很有可能早有算计 用墨块来吸引那些藩人 然后再玩把大的 李陶感觉到了被人挑衅的滋味 难不成有人想要压制他们取而代之 而事实证明 李陶的私量没有错 飘寿刚查到 灯珠附近曾见过船只 旧有番商又向那些人买了墨块 而这次不只是墨块 还有大量的线碎 花毡和各种纸签 甚至有番商询问 李陶货物的价钱 能不能再低一些 因为卖墨块的那些人 卖给他们的其他货物的价钱 至少比李陶还少了两成 李陶看向朴寿 你说 不过就是渔民自己造的小船 笨州那边 的确就查到了几条小船 除非他们不是从大旗附近出发的 那他们手里的 为何都是大旗的货物 朴寿哑然很难解释 在海上这么多年 竟然连这点事都查不出 是不是一定要等到 被人打到家门口 才能弄清楚 朴寿着实想不出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要不然给海州之州送个信 让他调动畏所的人手 盯着先 我们的人手 毕竟不够 这么查下去 也不是办法 如果海州查不到呢 朴寿差点脱口而出 要不然禀告给王爷 王爷手中有那么多人 不过这个念头刚一闪过 朴寿就放弃了 李大人说过 事事都要依靠王爷 还要他们做什么 我调动船只守在附近海上 尤其跟着那些翻上 这一次只要那些人出现 就不会让他们逃脱 先将人拿住审问了再说 李陶点了点头 朴寿松了口气 那我立刻就去安排 李陶目光幽深 手心中依旧捏着朴寿带来的墨块 如果这都不能查清 那些人的来历 必然不简单 大约又过了七八日 樊商那边得到消息 那些人又带来了货物 真快 比我们还要快 这些人到底如何买的货物 一个月内三次来到海上 要知道 八周的货物可并不好买 李陶这次准备亲自前去 他们事先准备好了六艘大船 这次定然不能让那些人逃脱了 李陶的大船离开小岛 正是看在眼中 回到寨子找到了陈嫂 肯定出事了 李陶突然调动了六条大船 带走了许多岛上的人手 近几年来 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正是压低声音 可能被你料中了 有人盯上了李陶他们 我探听到消息 李陶这次是去抓人的 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若是这次抓不到 我们的机会就更大了 抓不到 就证明那些人十分的厉害 不是李陶能够应付的 那么下一次 可能会有更大的冲突 到时候必然会波及小岛 还要加快造船 说不定这一天很快就要来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细域梁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弦演播 第五百六十四集 李陶几艘大船赶到的时候 远远地看到两条船的影子 追 李陶一声令下 船上的人奋力掌控着船之前行 然而那两条船在海上 说不出的灵活 幸好 他们早有准备 围过去 李陶一声令下 早就有所准备的船只 向中间靠拢 眼看着就要将那两条船围住 忽然火光一闪 轰了一声 距离那两条船最近的船只 被火气击中 船上的人纷纷落入海中 看着那火光和浓烟 李陶额头清惊一跳 那些人竟然有火气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总觉得这次会徒劳无功 海盗会买来火气放在船上 遇到商船之后 先用火气攻打 等到商船损失了大量的人手 再将船靠过去 登船杀人截获 李陶等人在海上遇到过海盗 现在面对这两艘船 就像是在对付海盗 难不成真的是海盗 朴寿看向李陶 虽说货物的事无法解说 海盗也不可能这样规规矩矩的 与海商买卖 但交手之后给他的感觉就是如此 李陶神情冰冷地看着海面 滚滚浓烟 被风吹着向他们这边飘来 这火气与他们平日中见的也不同 烟气格外地重 渐渐遮蔽了众人的视线 而且那烟气 熏得人眼睛发疼 咳嗽不止 本来包抄过去的船只 顿时乱了手脚 李陶这边也看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依稀能看到 浓烟之中还有火光闪烁 大人 我们怎么办 继续追 李陶说完也被烟气一呛 转身咳嗽起来 瓢兽用袖子遮掩烟雾 大声令下 听到没有 向着那船只去的方向追 船上的人应了一声 船只迎着烟雾前进 火气的声响过去 风也将烟雾吹散了不少 但因为辨别不了方向 李陶带的几条船都慢了下来 他看向瓢兽 怎么回事 看不清楚 也怕我们的船互相碰撞 不是有罗盘吗 他们的罗盘没有那么准确 从刘继那里得来的罗盘 还不能用处 这些李陶早就知晓 瓢兽也不敢辩解 终于烟散了 众人能再一次看清楚 海面上的情形 只能看到远远的两个船影 显然他们是不可能追上了 李陶面色铁青 船只上的人都愣在那里 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大动干戈的抓人 最终还没有将人给拿下 而且为了得知这两艘船的下落 他们还让帆商传了消息 帆商若是知晓 他们连人影都没有见到 不免有损李陶的威名 瓢兽结结巴巴地道 电视那些人早有准备 他们的船不错 出海上又早就带了火气 所以 不只是船不错 而且能利用风向 那些烟雾遮蔽了他们的视线不假 对那两艘船也不是全然没有用处 那两艘船又是如何辨别方向逃窜的呢 他们手中定然有什么物识 就像是刘继的罗金盘 想到这里 李陶大步走进船舱 一把将船上的罗金盘抢在手中 狠狠地丢置在了地上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是在骂罗盘 也是在骂船上的人 众人不敢上前 瓢兽犹豫地走过去 那人 我们 还追不追啊 虽然那两艘船 已经离他们很远了 但李陶没有发话 他们也不敢松懈 追 看看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就算追不上 也要看看那些人 到底将船开到何处 绝不能就这样 无功而返 天色还早 他们还有时间 飘寿应声 几条船继续向前 前面的海面上 那两条被追的船 依旧快速前行着 始终不能将 李陶的船 远远抛开 李陶已经动怒了 没有人敢松懈 这次 李陶亲自指挥方向 追逐了两个时辰之后 那两条船 明显慢了下来 显然后继乏力 反观李陶这几条船 由于带了不少人手 船只的速度 依旧不减 再坚持一下 朴寿吩咐着 抬起头看天 照这样下去 早晚能将那两条船追上 可是天已经 渐渐暗了下来 如果天黑之前 不能将那两条船围住 到时候可就 前功尽弃了 眼见着船就要追上了 李陶的人鼓足了力气 所有的人目光 都盯在了逐渐靠近的两条船上 那两条船也不会束手待毙 被追上了一劫之后 另一集又在发力 快点 朴寿催促之下 船上的管事也开始开口 我们的船队 何时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不能被算计之后就让人逃走 日后再遇到 翻商和海盗 还有什么脸面 现在 就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船上的人纷纷应声 李陶也紧紧地盯着 那越来越近的船只 一双眼睛仿佛要冒出火来 他到底要看看 那船上都是些什么人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部 第五百六十五集 这样的追击又过了一个时辰 太阳落下 水天仿佛都染上了一层黑色 愈发地看不清楚了 瓢兽终于道 大人 天黑了 我们不能追得太快 免得海面上出现什么情形 他们也顾及不到 他们也一样 不敢逃得太快 而且 他们也没了力气 那两艘船就在不远处了 再一点点便唾手可得 瓢兽听明白了 李陶的意思 只得让船继续前进 并且向左右分开 包抄过去 船上的管事吩咐掌灯 设法将消息传给几艘船 船上的人刚刚将灯点亮 正要提灯向周围查看 没想到抬眼之际 瞧见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向他们靠近 不知什么时候 几艘船只悄无声息地围了上来 船上的伙计吓了一跳 张开嘴呜呜呜呜 船 有船来了 开过来了 船管事一直盯着不远处的两艘船 生怕他们借着天色昏暗 调转方向逃走 听到伙计的话 顺着伙计目光看去 当时也愣在了当场 船管事大喊 不好了 有 船管事的话还没说完 只听到嗖嗖嗖 箭矢破空声响 紧接着 不远处的天空被照亮了 数不清的箭矢 向船上射来 那些箭矢 箭头燃火 如同从天而降的繁星 用埋伏 李陶正正地看着 那落在船上的火 一下子映入他的眼中 惨叫声响起 船上灯石一片混乱 有人倒地哀嚎 有人拿着弓箭还手 还有人想要掉转船头躲避 其余几条船也是这样的情形 其中一条已经燃起了大火 李陶从船舱中出来 看着周围一片狼藉 终于明白 这件事早有预谋 那两条船就是诱饵 目的就是将它们引到这里 都不要惊慌 全部拿起武器 准备迎战 他就不信 那些人真的能够迎过他 大人 这里太危险 你还找一句 这里有我们 李陶哪里肯走 他吩咐道 要转船头 迎过去 话音一落 又是一波箭矢飞驰而至 李陶只觉手臂上一疼 被一只箭刺中 温热的鲜血紧跟着便流淌了下来 李陶带着船队本想拿下那些人的 没料到被人在海上摆了一道 看着自己带来的船在黑夜里烧着大火 再加上胳膊上一阵阵疼痛 李陶眼中满是躁怒 朴寿上前 正要帮李陶看伤口 李陶伸手将人推开 亲自折断了剑杆 脸上满是杀意 吩咐所有人 给我顶住 谁也不许撤下来 让人去附近调人手 将战船开出来 听到要开战船 朴寿不禁愣在那里 鲁王爷吩咐过 寻常时候不能动用兵马 李大人这样做 只怕日后要被鲁王斥责 李陶皱着眉头 看着嫖瘦 还等什么 弄不清楚这些人是什么来头 任由他们离开 过后才无法向王爷交代 更何况 现在天黑 谁能瞧出那是战船 这话说得有道理 除非这些人未卜先知 早就知晓 他们在海上藏匿着兵马 否则绝对不会被抓住把柄 显然这些人并不知晓 他们在此设下陷阱 为的是李大人 重创他们之后 那些人就能夺走海上的生意 李陶不让退 就算有船只先吃了亏 明显不敌 所有人也不敢就这样逃走 岛上 正是听到宅子外嘈杂的声音 他起身出去看情形 却被护卫挡住 这是怎么了 岛上但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岛上的护卫 首先要将抓来的牢役 和做活的女眷都看管起来 免得他们趁乱声势 但正是毕竟是管事 与那些人地位不同 护卫上前低声嘱咐道 李大人在海上遇到了些事情 正在调动人手前去 正是惊诧地倒吸一口凉气 之前不是带走了不少人吗 可能这次的事情有些麻烦 说让我们做什么了吗 看好这些人 不要让他们知晓内情 放心吧 若是听到了什么 说不得会有麻烦时 我们都不得消停 天都黑了 行船也不容易 希望李大人能平安回来 寨子大门被关上 十几个护卫守在那里 正是没有急着回到屋子里 而是仔仔细细地 将外面的情形看了个清楚 就像陈嫂说的那样 有一日 他们总要设法离开这里的 趁着这个时候 尽量打探一些消息 正是走了一大圈 回到屋子里时 陈嫂已经在等着她了 怎么样 让你猜中了 他们遇到了麻烦了 之前呆走的人不够 又来调动人生 陈嫂思量 这次调动的 可能是岛上的兵马 用的也可能是战船 因为礼陶之前 已经带走了太多了 现在在遣人前去 也只能是那些人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六十六集 正是站着水 将外面的守卫情形画下来 正门 后门 都有人 这么多人守在这里 若是真的出了大事 你猜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要杀人 我们知晓得太多了 容易泄露秘密 若是想要遮掩 最好的法子 是将我们都杀了 当然 不到危急时刻 他们不会这么做的 毕竟抓我们这些人不易 真的都杀死了 一切都得重新来过 所以得盯紧了 李陶和岛卫的情形 该走的时候 绝不能犹豫 否则留下来 就是一死 正是手里出了汗 她不得不佩服陈嫂 如果不是陈嫂 早些让她做准备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他们只能任人宰割 那面墙快要打通了 有了动静 我们随时可以从那里离开 除此之外 还要与矿上那些 被关押的人通消息 到时候一起动手 岛上的护卫就无法顾及了 这一晚 正是一直没有睡着 脑海中满是外面 慌乱的情形 陈嫂倒是睡得安稳 今晚应该不会出事 她要抓紧时间 养好精神 李陶问瓢兽 船呢 如果这是白天 定然能发现端倪 但夜里能看到的 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 调动了战船和兵马 最终一无所获 而李陶的几艘船损失惨重 李陶还受了伤 这么折腾了一日 李陶急火攻心 身子不禁晃了晃 大人 大人 还是先回岛上 日后再做计较 这一晚上 他们暴露的已经太多了 真的被有心人盯上 就这样顺藤摸瓜 恐怕要找到 鲁王藏匿起来的 战船和兵马 还有他们落脚的小岛 朴兽不敢想下去 不知道那些人 意欲何为 他倒是希望 适强买卖的海盗 既然已经找不着人了 李陶只能带着几艘船 败北而归 这一夜 一艘船彻底被烧毁 损失了一半的人手 李陶再也没有了 往日的趾高气昂 虽然在人前 还苦苦支撑 可眼看着 精神还是萎靡了不少 回到岛上之后 李陶才想起一桩事来 让人去周围看看 有没有尾巴跟上来 瓢兽应声 李陶闭上眼睛 让郎中为他治伤 到现在他也没有想明白 那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一仗 仿佛他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 真的是海盗吗 不对 那些人用的火器似海盗 但射出的箭矢 却是那般的精准 海盗绝对没有这样的本事 而且他们擅长 审时夺势 在战船来之前 就逃之夭夭了 这样的敌人 让李陶心中 忽然生出了几分畏惧 再加上 此时此刻伤口疼痛 额头上的汗水 也跟着躺了下来 将一切处置好了 天已经大亮 李陶瞪着发红的眼睛 继续吩咐瓢兽 再派人出去找 我就不信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几艘船在越州靠岸 宋县快步走进渔村 孟肃正在村中等着他 怎么样 孟肃立即开口询问 他们派出了战船 战船上有不少人手 果然如此 他们不止在海上牟利 还在海上养兵 他恨不得 立刻就让朝廷知晓 他们还在海上一处小岛落脚 我们的人 已经去探查那岛上的情形 他们牵制住李陶 就是要李陶求援 这样他们就可以 借此摸清楚李陶的底细 李陶上当了 那下一个就要轮到鲁王了 孟肃越听越激动 他这些年一直挂心的是 可能真的这一次就要全部解决了 现在看来就是鲁王 现在的情形 与我之前知晓的消息连起来 鲁王先是收买了沿海州县的官员 束手关卡的将士 然后利用李陶在海上走伤 积攒了财物 用这笔财物造了战船 大批兵马 养在了海上 这样一来 不管朝廷怎么查 都发现不了半点端倪 孟肃忍不住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眼下有船只 有兵马 随时可能会开战 战事真的闹起来了 沿海州县都要卷入其中 朝廷一个处置不当 还不知道如何蔓延呢 孟肃看向宋县 多亏宋节度时仔细 否则 大齐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卷入战祸之中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件事最终要如何解决 去黄山定夺 不过等朝廷消息的功夫 我们也要事先做好准备 现在虽然知晓了一头 找到了兵马战船 但是鲁王始终没有露名 那要怎么做 宋县神情淡然 显然早就有了主意 立陶在海上大动干戈 想必鲁王已经知晓 鲁王也会动手 查海上与立陶交手的人 到底是谁 我让人将船收好 话说到这里 孟肃明白了宋县的意思 我明白了 宋县点了点头 他与孟肃商议好正事 就站起身来 出海的时候岳父身子有些不适 眼下郡主正在照料 我过去看一看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六十七集 为了这装饰 宋县 谢将军和郡主 都来到了岳州 若不是郡主带着人 做出了那些莫快 还没那么容易 让礼陶上当呢 他之前只是听女儿 夸赞家安郡主 这次算是切实地感觉到 家安郡主的聪明之处了 而且 宋节度使对郡主 也尾时关切 再加上陈家村上下一心 这一家子真是让人羡慕 孟宿去安排事宜不说 鲁王那边很快知晓了消息 李陶与人在海上大动干戈 李陶带着的几艘船 损失惨重 甚至调动了战船 这样大动干戈 却没有查出对方的身份 和意图 鲁王很是信任李陶 但这次的事 让他十分失望 他仔细地听着身边副将禀告 李大人请海州 楚州 泰州之州帮忙 查沿海一带有没有船只出没 又让船只每日在海上 寻找那些人的踪迹 到现在还没有线索 他调动了那么多人 听嫖兽说 能动用的都用了 那些人如此算计李陶他们 私底下与藩商来往 放出话说 要将李陶取而代之 以后大旗内的货物 全由他们买卖 也怪不得李陶会着急 李陶说 他定会抓住那些人 不能让王爷的心血毁于一旦 鲁王沉默了许久 淡淡说道 你说几个支州没有查出什么 没有 可能是那些船没有在那几个州靠岸 战船赶到的时候 那些船只就离开了 是 鲁王伸手拿起桌岸上的箭 听说这就是那艘船上射出来的箭矢 看起来与朝廷用的不同 一看就是民间作坊做的 当真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副将低声说道 李陶写文书求助 请王爷派更多人手给他 他定会在短时间之内 查个清清楚楚 李陶从前不是冲动的人 为何这次突然这般呢 我不是说过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战船吗 可能是 那些人频繁挑衅 那些人与凡商说了那些话之后 就在海上埋伏李陶 这就是奇怪之处 既然想要取代李陶 为何不暗地里动手 非要李陶有所警觉呢 李陶总会独自带船出海 那些人手中 有火器有箭矢 那时候偷袭李陶 李陶宴有命在 为什么要等李陶带着人手上门 又傻费苦心困住李陶 让李陶派出战船呢 被鲁王这样一说 副将有种错觉 仿佛那些人用的是兵法战术 激怒 诱敌 探听虚实 李陶显然已经陷入其中 这难不成 不是海盗 一定不是海盗 海盗不会做这样长久的买卖 难不成是 李陶败露了 有人想要查清楚李陶等人在海上到底在做些什么 副将不敢深思 他心头一跳 若不然 属下立即吩咐李陶藏匿起来 若那些人是为了探查 早就将一切摸透了 就算藏匿也没有用处啊 那我们 这真的被人发现了 可不是小事 可能会因此查到王爷 去查清楚 李陶可能都泄露出了什么 他藏匿兵马战船军备的地方不止一处 真的被人盯上了 要么将那些人全都解决了 要么就要自断一臂 鲁王走到书房 展开渔图仔细看 沿海不少州县都是他的人手 从海州一路往南 除非那些人一直飘在海上 若是靠岸就应该会被未所察觉 李陶有一点没错 首先要弄清楚那些人的来历 鲁王将视线落在几处周线 那些地方的官员没有投靠他 他要先从这几处开始查 看看他们有没有异常的动向 这件事不似李陶想的那般简单 恐怕那些人是有备而来 鲁王盯着岳州 眼前浮现出孟肃的模样 这些州县的官员 孟肃最为难缠 还好他早就有所准备 一直让明州之州盯着孟肃 是时候让明州之州前去打探消息了 孟肃正在雅蜀二堂里看着公文 就听到属下来禀告 明州之州来了 孟肃忙起声相迎 两个人互相行礼之后坐下 风尘扑扑到明州之州 便急着开口问道 沿海的卫所没有传消息给你 赵大人是发现了什么 你真不知道 我才从卫所过来 有人瞧见几艘大船 在你这边停留 孟肃略带紧张的神情 从眼睛中一闪而过 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但赵之州还是看了个清清楚楚 果然如此 赵之州似是终于将眼前的迷雾 吹散了些 藏在身后的东西 就要露出真相了 赵之州哪里肯放过 他盯着孟肃问道 你可知晓象山之险 在海上走私运之事 我以为你是个通透的人 没想到 你也与他们这些人一样 走上糊涂路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你也不会 你现在就将戍边的将领换来 我亲自来问 说完这一话 赵之州又觉得不对 他站起身来 你们越州的船只都在哪里啊 这些日子有没有下过海 我带着人亲自去查看 我们明州管辖之地 曾建过大船 向越州方向而去 既然我是明州之府 就要查个清清楚楚 才能向朝廷禀告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68集 赵之州等到梦肃说完话 就要离开 谁知道 梦肃沉默了许久才到 今日天色已晚 赵大人想要查 还是明天一早过去吧 我不能离开太久 你应该知晓规矩 梦肃依旧不说话 好 你不肯让人带我前去 我就自己去 赵大人 这里是岳州 你没有权利插手岳州的事 还是请回吧 岳州的公务 我自会处置 就算有什么差错 我也一力承担 荒唐 赵之州失望地看着梦肃 朕没想到 你会变成这般模样 梦肃吩咐属下 宋赵大人 以前我以为你会有所作为 为你上表朝廷设事博使 我还跟着你一起上奏折 赵之州说着 甩了甩袖子 这一刻 梦肃的眼睛中闪过了几分歉意 最终还是没有留下赵之州 赵之州仿佛急着回到明州上奏折 带着人一路出了岳州 赵之州离开之后 梦肃出了雅鼠 静止向城中的一处院子走去 打开院子门就瞧见了守在那里的长安 梦肃向长安点了点头 紧接着跨入了院中 这一切都被跟在身后的眼线看得清清楚楚 生怕被人发现 眼线没敢过多逗留 快步离开了这条巷子 在城中转了两圈 确认没有人瞧见之后 他换了衣服 出了城 天刚黑下来 赵之州和眼线 逆前一后走入了一处庄子 鲁王身边的管事坐在书房中 听赵之州和眼线说话 那船应该是梦肃派出去的 我提及船只 梦肃竭力遮掩 事后又不肯让我去查船只情形 显然船只 在与李陶对阵时受损 还没来得及修好 赵大人走了之后 梦肃离开县衙去了一处宅子 我看到开门的是 宋县身边的长安 长安是宋县身边的护卫 常年只跟在宋县身边 如今长安在越州 也就是说八成 宋县就在这里 一切好像都清晰了 管事不敢耽搁 立即让人将消息 带给鲁王爷 王爷可能猜得不错 梦肃与宋县这样的作为 可能不光是为了李陶 这样的发现非同小可 管事感觉到了恐惧 眼下能够解决宋县的 也只有王爷了 管事吩咐 盯着孟肃和宋县的一举一动 现在既然知晓是他们在捣鬼 就派人藏在越州海边的渔村中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 吩咐眼线也好 派挖人也办 一定要找到那几艘船 确定船是否有破损 若是这些船只再下海 我们要立刻知晓 安排好了这些 管事离开了庄子 因为获知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他连一口气都没缓 一直奔回鲁王身边 鲁王看着管事苍白的脸 管事正在那里 他抬起头仔细地看鲁王 鲁王已经收回了平日里 对万事都魂不在意的神情 脸上也没有了爽朗的笑容 而是变得无比严肃 管事心中咯噔一下 上次他见到鲁王这般模样 是先皇驾崩 当今皇上登基 那一次鲁王失策了 照鲁王的计划 离间当今皇帝和广阳王 让皇帝亲手铲除广阳王之后 他会在先皇面前透露实情 先皇看清楚 当今皇帝的真面目 知晓这个儿子并非敦厚之人 定会为大旗重则储君的 没想到 先皇的病症来势汹汹 就此一病不起 躺在床榻的那段日子 几乎就没有清醒过 如此清醒之下 根本无力回天 鲁王苦苦安排的一切 全都付诸东流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当今皇上登上皇位 从那之后 鲁王就悄悄地布置如今的一切 一面在海上屯兵 一面在皇帝面前露出 憨蠢的模样 一次谋事不成 可以来第二次 那个位子 值得如此 这些年来 鲁王就算在心腹面前 都是满脸笑容的模样 今天晚上 鲁王说话的语气仿佛不在意 却整个人都沉了下来 王爷 我们该怎么办呀 李陶办事不力 杀了一个叫刘希的人 此人的堂弟与谢绍元交好 宋献可能是因为刘家 知晓了这桩事 不知怎么就怀疑到了我头上 但这么短的时间 他们手中证据不足 所以在海上因李陶上当 管事印证了他的猜测 京城没有消息传过来 皇帝应该尚不知晓此事 否则孟宿和宋献 也就不会如此小心 至于为何没有禀告朝廷 可能是这件事没有查明白 也可能 鲁王冷笑一声 宋献想要立下大功 牵扯到他 就要多几分耐心 掌握确实的证据 幸好是宋献 宋献不知晓 皇帝因为广阳王的事 一直对宋献也有猜忌 而我之前又吩咐人 一直提点皇帝 宋献不可信 宋献再厉害 比起之前的广阳王如何 如果让宋献在北方 养了三五年 或许我就束手无策了 现在不同 当年离间广阳王和皇帝的手段 现在再用一次 一样有用 广阳王 遇到我 算是他们的命数 好不容易有后辈逃脱 现在又要有我 亲自送他们一家团聚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69集 其实这件事很容易处置 鲁王吩咐明州之州 假意要弹劾梦肃 四处搜找证据 这是必然传到梦肃的耳朵里 换了旁人 可能梦肃会怀疑 不知会不会是他的眼线 但明州之州不同 明州之州素有名声在外 在任上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而且与梦肃走动的还算亲近 很多次梦肃上奏朝廷时 明州之州都从旁支持 加上两个人同出一榜 彼此也算惺惺相惜 在梦肃心中 赵之州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官 鲁王想到这里 又觉得很可惜 如果没有闹出这桩事 他完全可以暗中解决了梦肃 他可以让纪远和梦家联姻 慢慢地纪远会顶替梦肃 用不了两三年 就不声不响地将一切都解决了 可惜 因为送献的是 王家败露 纪远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舅舅 梦肃就不想再将女儿嫁给他了 这条路也就走不通了 梦肃的女儿还因为药材图认识了谢良辰 如今他们联手想要和他作对 唉 鲁王常常叹了一口气 仿佛在为梦肃妇女惋惜 他为他们选好的路 他们不走 偏偏要如此 那就别怪他了 让明州之州做事要弹劾梦肃 梦肃必然会派人探听到这个消息 但这奏折需要真凭实据 明州之州势必要搜集证据 然后再让人送入京中 梦肃等人会觉得尚有时间 在奏折送到皇帝面前之前 早些抓到我的把柄 梦肃和宋献一定会在近日再度出海 他会让几个之州派人将宋献梦肃抓个正朝 到时候就说几个之州发现了梦肃与宋献的蹊跷 于是派人前往 从而找到了证据 证明他二人走私 在海上横行 李陶和那个小岛这次也留不得了 他会借机除掉李陶和小岛上的人 然后全部嫁祸给宋献 给宋献扣上一个谋反的帽子 虽说有些可惜损失了李陶等人的性命 但也是件好事 利用他们除掉了宋献这个心腹大患 宋献被认定谋反 朝廷就会清理北方 宋家军就会被处置 北方重新换人束手 他会设法安插入自己的人手 无论怎么算都值得 宋献和孟肃没有急着再动手 拖些日子就可以试探鲁王的底细 二来可以让人秘密送信去京城 城给皇上定夺 宋献等人先在越州住下 因为新的罗金盘好用 徐前一直很兴奋 拉着陈子庚在旁边说个不停 闹到了很晚才睡着 谢良辰从谢少元屋子里出来 熟悉好了 躺在床上睡了一觉 醒来时 宋献就回到了院子里 宋献坐在床边 低头看着谢良辰 紧接着 他看到了谢良辰额头上的汗水 是不是吵死你了 出这么多汗 宋献用金子 轻轻地将谢良辰的汗水逝去 可能是听阿金说了太多 他们这些年遇到的事了 刚刚睡着的时候 做了噩梦 梦到什么了 梦到了 我母亲过世那一日的事 宋献靠过来 将谢良辰扶起 靠在自己身上 端来温水 服侍他喝下 一只手臂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 别怕 都过去了 嗯 阿金说 李陶他们抓了不少的人 那些人应该都在李陶落脚的岛上吧 罗王一想谨慎 他屯兵存放战船的地方 应该不止一处 那样的小岛 可能有三个 其余的也许苍匿得更深 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才能够预估 这场战事来临 会是什么情形 谢良辰 沉默片刻 最终 战事要死多少人 谁都不知晓 只希望尽可能地救出更多无辜之人 阿金的父亲还没有找到 不知道是被人杀了 焚烧了尸体 还是被李陶抓走了 阿金不敢有期盼 但他们都希望 还有妇女团聚的一日 宋献抱着谢良辰 重新躺下来 谢良辰靠在他的胸口 听着强而有力的心跳声 在海上交战 和在地上完全不同 你要多加小心啊 我知晓 你别担忧 谢良辰重新闭上眼睛 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明明一切顺利 他却莫名地有种 心惊肉跳之感 京城 皇帝握着文书的手 微微颤抖 这是跟在宋献身边的 殿前司送回的信 绝不可能作假 也就是说 宋献和孟宿没有错 海上藏匿了战船 沿海为所不可能 半点没有察觉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悄悄背离了他 是鲁王还是齐王 见识猛速的眼线 奔庆州方向去了 庆州是鲁王的属地 那理应是鲁王的人 除非齐王早有预料 故意绕了一圈 就是想要诬陷鲁王 没有一个好东西 朕登基之后 就该动手将他们全都除掉 他们可有一日 将我当作兄长看待 从父皇过世之前 就寄予我的皇位 广阳王甚至和老四合谋 先皇也有理老四为主的意思 哼 要不是我除掉了广阳王 又让老四得了疾病 这皇位就是别人的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部 第五百七十集 皇帝被激怒了 杜正也不敢劝说 飙动兵马 悄悄向庆州去 对了 还有经兆府 早在之前 就有人向他密报 鲁王和永兴节度使 经兆府尹官员有来往 或许那些人 也早就暗中投靠了鲁王 而且眼线往庆州方向去了 鲁王是否就在庆州 谁都不好说 一击不中 鲁王就会带着人谋反 所以不能操之过急 海上的事还要交给梦肃和宋县 尽可能让他们挖出更多的鲁王党 朕要看看 这海上的战船和兵马都在哪里 朕要严谨为师 奴婢明白 皇帝一脚将地上的冰盆踹翻 这些日子他就觉得焦躁 这些冰块却没有半点用处 皇后呢 娘娘应该在正阳宫 拜驾 皇帝说着大步向外走去 徐皇后有些意外 皇帝会突然前来 放下手中的针线 整理好衣裙就迎了出去 皇帝一言不发地进了内殿 副手站在那里 徐皇后见状 吩咐工人离开 等到殿门关上 徐皇后小心翼翼地上前道 皇上 您 话还没说完呢 就看到皇帝一转身 紧接着啪的一声响 徐皇后脸上一片热辣 她断绝天玄地转 脚下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徐皇后听到皇上愤恨的声音 在前邸的时候 那孩子是如何被你摔掉的 宫中嫔妃没有一个 能顺利生下皇子 都是你这个中宫的过失 徐皇后清楚地记得 皇帝这是第三次 因为子嗣的事打她 每次都是左脸 第一次时 先皇还没有驾崩 皇帝从宫中出来 瞧见先皇与四皇子父此此孝 又收到眼线密报 有人在先帝耳边说 他福宝 子嗣不娼 恐怕有人暗中谋划 想要先帮先帮 想要先帝另择储君 皇帝因此变得十分暴躁 一整日都没有用膳 他送饭菜和柔软的衣物进去 却被皇帝重重地打在了脸上 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 半边脸肿得不成样子 耳朵里也是一片嗡鸣声 第二次是皇帝登基之后 后宫进了几次新人 终于有美人怀孕了 可惜三个月就小产了 皇帝责罚了工人 然后闯入正阳宫 再次打了他 不止打他的脸 还狠狠地踹了他的腹肚两脚 从那之后 皇帝每次再来正阳宫 都是与他一宫中之事 再也没有了夫妻亲密举动 皇帝仿佛已经认定了 无论如何 他都生不出孩子来 不必在他这里浪费时间 他数不清有多少次做噩梦 梦到皇帝废了他的后卫 将他扔进了冷宫 梦中 他有无数次被迫离开正阳宫 最惨的一次 他被内侍用白铃勒住了脖子 很难受 却又断不了气 他使劲地挣扎 耳边听到宫中女官的哭声 徐家人的叫喊 都说后宫勾心斗角 皇后宠妃都怕旁人生下子嗣 但是他不是 他经历了一次次的折磨 他迫切地希望 有人能够生下皇帝的子嗣 这样他就能够松一口气了 皇帝没有子嗣 永远都是他的错 这一次皇帝再打他 他几乎不用思量就知晓 又是为了子嗣 不 应该说是为了皇位吧 每次皇位受到威胁 皇帝最先想到的理由就是 没有子嗣 徐皇后没有起身 而是跪在地上 就这样不敢申辩 糟蹋着自己的尊严 等到皇帝怒气消散 他不能不这样做 因为皇上手中握着的 是他和徐氏的性命 皇帝坐在椅子上 说 鲁王世子和齐王世子 谁更适合做储君 徐皇后不敢出声 皇帝在这样的情形下问他 就是两个世子都不适合 皇帝可能对鲁王 或是齐王起了疑心 皇帝死死地盯着徐皇后 徐皇后说道 两个世子都未长成 再说皇上还是春秋鼎盛之年 丑君之位关乎着大旗国运 不可这般轻易下决定啊 这话显然安抚了皇帝 朝臣都在劝说朕 怎么说皇后是不肯答应了 臣妾觉得日子还长 皇帝静静地坐在那里 等了寻求终于站起身来 我与子童情深义重 事宜 无论子童有没有子嗣 朕都能原谅 希望子童一直与朕同心 徐皇后忙扣手 皇帝离开之后 女官上前搀扶徐皇后 徐皇后冷汗已经将衣服浸透了 她感觉到了皇帝的杀意 比哪次都要可怕 她本以为 过季宗室的子嗣到西夏 能够解决皇帝无子的问题 但是今日的皇帝 让她看了清楚 皇帝不信任她 不信任鲁王和齐王 更不愿意要他们的儿子 至少在皇帝活着的时候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顺利完成 徐皇后所有的希望 在这一瞬间破灭 而且她能感觉到 皇帝虽然离开了 却依旧有眼线盯着她 只要发现她有任何举动 都会毫不留情地杀了她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七十一集 这么多年 皇帝对她依旧没有半点的信任 徐皇后紧紧地捏住手指 她只能装作若无其事 也许这才能消除皇上对她的参议 到底出了什么事 在想要知晓真相和保命之间 她选择了后者 若这次能顺利度过 或许她该着手做些准备 这样的事她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徐皇后吩咐女官 今日的事不能说出去 你亲自派人去看着 鲁王世子和七王世子 不准出任何的差错 女官应声 记住 我们仲阳宫所有性命都在这里 若是他们中跑了一个 所有人都要陪葬 女官打了个冷战 无论你用什么法子 都不能让人看出来 否则也是死路一条 李陶接到鲁王的书信 岛上的九艘战船和将士 都听她的吩咐 李陶脸上露出笑容 有了这些人手 她定会一举拿下那些人 这书信就是定心丹 鲁王一向信任他 他绝不能辜负了鲁王 旁边的吴副将道 王爷让我从旁帮衬李大人 好 他们敢再前来 这次就会有来无回 这岛上除了将士之外 也有不少人手 他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 那些假咒 都是他们造出来的 吴副将若是想看 会让瓢兽带着你去四处走走 那自然好 早就知晓海上有几个岛 不过这还真是第一次登岛呢 瓢兽领着吴副将 先去看矿上的那些人 又去宅子里看那些做工的女眷 吴副将从女眷身边走过 等他们离开的时候 陈草向吴副将的背影 盯了一眼 那人在看他们的时候 手始终按在剑柄上 眼中是森然的冷衣 目光落在他们那一个个人头上 从来没瞧过他们做的物事 陈草觉得不太对 她找了机会 离开了屋子 找到正事 这人你可曾见过 听说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瓢兽对她很是恭敬 她在寨子周围走了两圈 我都担忧那面被我们挖了的墙 会被发现 这个人浑身满是肃杀之意 陈草低声道 她将我们看得很仔细 他们这样的人 其实不值得别人多看一眼的 就连生病也是抬出去等死而已 这个人不只看了他们 还看着寨子外的情形 关心的不是他们能做多少活计 而是他们本身 他们有什么好关切的 我觉得他是来处置我们的 正是听吧 手一抖 从现在开始 我们夜里不能睡得太熟 需要时刻听着外面的动静 另一边 李陶得到了消息 那些船又来了 我们能肯定就是那些人 好 准备好战船 我们这就去会会他们 李陶登上战船的同时 明州也有大船启航 海州之州血缘宗 看着诸位同僚道 如果不是赵大人提醒我 让我盯着些海上的动向 可能我还不能发现 看样子 孟肃是动用了朝廷的战船 船上的官员互相看看 面色各异 但神情都还是沉着冷静的 他们知晓要发生什么事 但即便周围都是鲁王的人 他们还是要遮掩 薛元宗道 孟之州不在衙门里 赵之州道 我也让人去寻了 确实不在 而且鼠牙的人说 他们还看到了送节度史 这件事 我已经禀告给朝廷 哪里说应该等朝廷下文书 但从京城到这里 一来一去花费的时间太久 万一出了大事 后果不堪设想 赵之州说的没错 我将诸位一起请过来 大家互相也算有个见证 几个之州一起亲眼目睹 闹到朝堂上 这么多张嘴 这么多双眼睛 可以压下一切的质疑之声 薛元宗和赵之州很有信心 不管宋献和孟宿准备了多少人马 都无法和他们相比 大船下海的那一刻 宋献和孟宿就输了 或许这是为鲁王日后登基 奠定的第一步 海上 宋献和孟宿看到几艘大船 向他们而来 孟宿冷哼一声 他们果然来了 不只是李陶来了 海州之州和明州之州 也会带着人动手 孟宿在越州这么多年 还没有经过这样的事 不过他并不担忧 事先查了清清楚楚 心中只有踏实 他看向宋献 当年宋节度使 攻打伟王的时候 朝中有不少声音 不少人说 宋节度使年少轻狂 不过在北疆立下一些战功 就以为能收复八州 势必要耗尽大旗的财力 我曾也有过怀疑 毕竟宋节度使 为师太过年轻 年轻人嘛 总是冲动又过于自信 但是 现在 我在这里 向宋节度使 赔罪 一个人这般自信 不一定是年少轻狂 不一定是掌控了全局 而是不得不去做 宋献在北方 看到了八州的情形 知晓那里的百姓 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就像如今 他们站在这里 没有思量太多 或许一个不小心 就会引来大祸 但他更害怕 不将一切弄清楚了 大吉会迎来 更可怕的战祸 他身为官员 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七十二集 宋献自然不能让孟肃向他低头 他伸手将孟肃搀扶起来 孟大人言中了 等这桩事过后 我与大人一起饮茶 不该是饮酒吗 莫不是郡主不答应 是我饮不得酒 虽然宋献这样说 孟肃却认定了 是郡主的意思 谁都知道 宋节度使最听郡主的话了 宋献和孟肃带着几座大船向前 那是吊出鲁王的诱饵 李陶带着的战船 就是第一条被吊出的鱼 谢良辰和陈子庚 没有与宋献等人一起前行 他们还在等着那边的动静 皇帝暗中安排了水师 要将鲁王的人马一举拿下 谢良辰看向阿京 别害怕 阿京点点头 但依旧紧紧地攥着手 如果阿爹在岛上 那他是不是能回来 宋献和孟大人会设法救下岛上的人的 鲁王想要脱身 并会将海上的这些嫁祸给宋献 那么岛上就不能留下活口 到时候鲁王可以说 宋献见事情败露 将海上那些人都处置了 再加上明州之州那些人亲眼所见 仔细查起来 海上贩卖的货物又均是出自于陈家村 谢良辰在此之前 还亲手给鲁王奉上了一个证据 那就是陈家村产的墨块 这墨块从来没有卖给任何铺子 陈家村才有 拿下这些证据 就会钉死宋献和陈家村的罪名 既然早就猜到了鲁王的意图 他们也会有所安排 宋献挑选好人手 由长童刘记他们带着登岛 虽然有人去接营 也难免会有死伤 只希望能够顺利一些 战船离开岛上 吴副将的目光变得更加凌厉 神情之中满是杀意 动手吧 吴副将吩咐身边人 江浙岛上的人都灭了口后 他们还要赶着离开 吴副将等了一会儿 正准备去看看情形 下属匆匆忙忙过来禀告 将军 出了些差错 寨子里那些富人跑出来了 什么 他们可能时间察觉到了 我们带人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人都不在 后面的墙被挖出了一个出口 他们就是从那里离开的 下属刚说完话 另一队去矿上的人也来禀告 那些人杀了我们的护卫 岛上乱成一团 想要将这些人都给杀了 可能要费一番功夫 吴副将额头一跳 在此之前 他们竟然没有发现半点异样 那些人手中没有力气 早晚都会被杀 但是他们的时间不多呀 将所有人派出去 他们手中的刀 总比那些人的骨头硬 正是听到身后传来惨叫声 她看向陈嫂 陈嫂倒是神情自然 安抚好身边的人 快走 不要回头看 越看越会胆寒 就算最后会被追上杀死 也不能死在自己的懦弱之下 正是深吸一口气 继续向前跑着 他们利用挖通的地道 半夜里出门 将他们坐的船 运到离海边不远处藏了起来 这条逃生的路 他们也算计过许多遍 但当一切到来的时候 这条路却被恐惧所笼罩 无副将派来的人 各个手中握着力气 只要追上一人 仰手就是一刀 溅了血之后 就杀红了眼 不能再用人去衡量他们 追来了 他们追来了 有妇人哭出声 那些身子不好的人 早就支撑不住了 放弃了奔逃 尾盾在地上 只能支撑着寻地方藏匿 陈嫂目光看向周围 那些脚步声越来越近 一切比他们预想的更加艰难 快 快点 船还没有下海 妇人们已经看到了那些 手持力气的人围上前来 跟他们拼了 面容枯瘦的妇人先扑了过去 她手里攥着一根尖锐的木头 想要就这样 刺入那些人的皮肉中 一刀下去 她的手指和木头 都被削掉了一截 她伸出手 想要抱住那些人 然而身体很容易地 就被力气穿通 她用性命为身边人 争来的时间 不过片刻 就这样 一条命没了 如果他们不抗争 命会去得更加悄无声息 正式和陈嫂纷纷拿起了木棍 正式看向陈嫂 你跟他们走 我没你那么想走出去 她也不甘心想要抗争 却不如陈嫂那么坚定 正式的手腕被陈嫂握住 陈嫂低声道 我们一起 正式会认同陈嫂 并不是陈嫂每日 在她耳边说的那些话 而是陈嫂这个人 陈嫂与旁人不同 她聪明 通透 却不会看人 她知道自己必须活着出去 但在关键时刻 还会挺身而出 人活到一定年纪 经历的多一些 就不相信那些话了 而是相信自己的感觉 事实告诉她 她没有错 正式没在犹豫 她 陈嫂和妇人们 一起阻拦那些杀人的畜生 剩下的妇人们拖着船 船在地上弄出几道划痕 就像那些死去妇人身上的伤口 空气中夹杂着腥臭的味道 但没有人害怕了 他们只做自己的事 不论生死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73集 陈嫂感觉到身上一疼 正是虽然努力推开了她 但两个人身上都被戾气刺伤了 吴副将手下更多的人发现了他们的所在 来收割他们的性命 再尖锐的木棍也比不上戾气 木棍掉了 他们只能用手来抵挡 陈嫂眼看着一个个熟悉的人在她面前倒下 她想要就身边的人伸手拉了一把 然而那些人一刀落下 她拉回来的只有一条手臂 鲜血从她的脸躺下来 血污遮蔽了她的眼睛 她不怕死 只是有点失望 没能回到关切的人身边 没有收到他们的半点消息 力气再次扬起 不过这次却没有落下 那兵族盯着陈嫂身后 不知在看些什么 陈嫂趁机拿起地上的木棍刺向兵族 等那兵族反应过来之后想要反击时 陈嫂手中的木棍已陷入到她的皮肉之中 陈嫂得手了 木棍没能抽出来 陈嫂松手向旁边躲去 由于刚刚那兵族的反应很是奇怪 陈嫂趁机转过头向身后看去 只见有几个人迅速向这边而来 这些人身上的一山未干 显然是从海上过来的 他们没有对付他们这些妇人 而是对上吴副将的那些手下 吴副将的人喊了一声 有人 有人登头 刘继和长同吩咐妇人们 让他们快些登船 海边有大船 全部上船去 我们带你们离开 相信我们 正是和陈嫂四目相对 突然出现的这些人 虽然救下他们 但他们也不会轻易相信 陈嫂向刘继走过去 正是将妇人们聚在一处 陈嫂走到刘继跟前 开口道 你们是谁 刘继没有开口 身边的长同急着道 我们是朝廷派来的人 只晓李陶等人在岛上屯兵 朝廷派出大船 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们为了掩饰罪行 小心处置了岛上的人 我们是奉宋杰度使之命 起来救你们的 宋杰度使 陈嫂不知晓这个人是谁 长同拿出了自己的令牌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这些岛上的人可能不知晓 宋杰度使的身份 他多说也是无用 打斗的声音继续 吴副将派来的兵族 被这些朝廷派来的人拦住 陈嫂当机立断 跟着他们上船 刘夏也是会被追上杀死 他们如今的处境 不需要让这些人再演这么一出戏了 解决眼下的危险 再思量下一步 妇人们听陈嫂的话 向船上走去 陈嫂和郑氏最后上了船 船上有人忙碌着 为妇人们包扎伤口 一会儿就没事了 上了船 我们就能救你们出去 陈嫂和郑氏听着这话 还是陈嫂先开口问道 我们在岛上太久 不知晓 宋杰度使是 束手哪个州 那可多了 郑州 赵州 代州 新州 陈嫂本在帮着郎中 给郑氏包扎伤口 听到这些话 当时愣在了那里 郑州 已经让他心惊了 脑海中想起的是宋启政 但是还没有想明白呢 他又听到了 代州 新州 那是被伟王夺走的八州 八州 回来了吗 被宋启政带兵拿回来的 郎中发现了陈嫂的异样 伸手接过陈嫂手中的布京 怎么 你知晓 八州不是被前朝云孽攻占了吗 群年夺回来了 都是我们宋杰度使带兵去的 你们宋杰度使 是不是叫宋启政 不是 是郑国将军的长子宋献 也是家安郡主的夫婿 郎中没想到 眼前这个脸上有烧疤的妇人 还知晓这些 听吧 陈嫂点点头 郎中又笑了笑 眼看着妇人不再问话 她站起身来 就要去看其他人 那妇人的声音又传来 我也是郑州人 我娘家在陈家村 你知晓陈家村 现在如何了吗 郎中听妇人说话 顿时停下了脚步 不过这次没有轮到她开口 长童刚好送一个受伤的妇人上船 听得这话立即迎上前来 她看着陈嫂问道 您是陈家村人 陈嫂听出了长童话中的郑重 仿佛陈家村这三个字 异常的重要 难不成 她也是来自陈家村的 你 是不是知晓陈家村 我们 其实我们都算是陈家村的人 陈嫂惊讶 茫然地看着船上的人 她嘴里的 我们是指的谁呀 陈家村大部分人 我都识得 如今的李政 是陈永胜 您的亲人是哪家 或许我认识呢 长童仔细思量着 她没听说 陈家村谁家的人 被掳走了呀 你可知晓陈有礼 我是陈有礼 和陈月牙的女儿 我还有一个弟弟 叫陈永静 陈嫂说出这句话时 却迟迟没有等到回应 她抬起头来 看向那人 只见那人张大嘴巴 整个人一动不动 仿佛化为了一尊泥塑 陈嫂有些意外 她着实没料到 眼前的人 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怎么了 你 你是 这 我 我家大爷 不是 您是广 陈老太太的女儿 陈嫂觉得 至少从眼前 这个人嘴中 听到了三个人 尤其是 她说到广这个字 难不成 她要说的是 广阳王 就算这人和陈家村相熟 也不会知晓 她是广阳王之女的身份吧 这可是旁人不知晓的秘密 除非 她离开的这段日子 陈家村发生了大的变化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七十四集 陈嫂望着长童 长童被突如其来的喜讯 震坏了的脑子 终于转动了吟下下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早上的 原平九年 原平九年 你认识我们节度什么 机缘巧合之下 我们在海上遇见过 长童这次觉得 心脏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那您知道 陈永静有一个儿子 他叫什么 那孩子也是原平九年出生的 我走的时候 还没有取名字 算起来现在也该九岁多了吧 听到这话 长童深吸了一口气 那您还有没有别的家人 您嫁过人吗 有没有孩子 陈嫂能确定 眼前这个人 和他家里的人 关系匪浅 否则不会这般激动 一个聪明伶俐 一看就是酒精沙场的人 在他面前 如此的手足无措 有 我嫁给了郑州 谢家 有个女儿 君 君主 你是广阳王爷的郡主吗 这一下 轮到陈嫂差异了 他眼中满是疑问 为何这个人 能说出他的身份呢 谢将军 郡主 和我们节度使抓了高裕 杀了萧兴踪 为广阳王爷报仇了 但 我们都以为您不在了 没想到 长通顾不上眼前的人 能不能听明白 只自顾自地表达着 谢将军 郡主 和节度使 都来了海上 他们都在 长通向身后看去 恰好这时 传来火气的声响 长通鼻子发酸 眼睛有些红 他们都在 他们还不知道 我 我立即让人去禀告 长通说着就要离开 可他们如今在海上 不比在岸边那么方便 直接派人快马传信 现在 他们能用的 只有这两条船 于是长通 在激动和交集中 原地转了两圈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以为 上岸是就那些 被关押的百姓 没想到 救起了广阳王郡主 这简直就像是 做梦一样 长通此时此刻 只觉得自己身上有光 从来没有这么发亮过 别急 你们来这里 必定事先有所安排 现在突然改了章程 恐怕对整件事不利 李逃退了不少人前去 那边战事还没停 岛上的人也没解决 不如先做好眼前的事 想要团聚 也不差这一时半刻 长通听到这话 也冷静了下来 虽然他觉得 谢大老爷和郡主 都迫切地想要见到 失散多年的广阳王郡主 但就算现在将船靠过去 也不一定就能相见 你先告诉我 你说的宋节度时 与我家里人可有来往 有 我家大爷 也就是宋节度时事 长通想说 是您的女婿 可就算他觉得 眼前这人是广阳王郡主 但郡主的身份还没有确定 他也不好直言 这万一其中有什么差错呢 便就换了个说法 去年皇上封谢了小姐为 嘉恩郡主 又为郡主和宋节度时 下了一道赐婚的圣旨 陈嫂眼中满是讶异 紧接着又有欢喜和欣慰 慢慢地眼眶便红了起来 半赏才又道 你说梁晨嫁给了宋县对吗 是 我知晓了 说完他深吸一口气 好不容易稳住了情绪 他很高兴 还没出岛就听到了亲人的消息 还得知女儿已经嫁了人 嫁的是海上旧下的宋县 而且现在前来搭救他们的 正是他的女婿 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竟然发生在眼前 如果现在没事的话 他真想现在就去见他们 好好看看 别离了那么多年的亲人 如今都是什么模样 好好与他们说说话 三天三夜只怕都不够 可现在还不行 陈嫂向长童等 岛上还有不少被关押起来的人 平日里给他们采矿 我们的人已经前去搭救了 那就好 虽说早有准备 但毕竟手无寸铁 不是哪些人的对手 只希望能多活下来一些人 李陶带人走了之后 留下一个人来处置岛上的事 李陶的管事嫖寿 叫他无副将 说完这话 陈嫂上前讲了一遍 这岛上的情形 他画了个简单的余图给长童 长童叮嘱家将 一定要照顾好陈嫂 便下船去查看岛上的情形 陈嫂坐下来 眼睛看着海面上 神情略微有些发症 脑子里不停地思量着 长童说的那些话 正式走过来道 你怎么样 治下家里的情形了 刚刚陈嫂与人说话 正式离得远 没有听清楚 陈嫂笑着点头 知道了 他们都很好 就像我们的人 可能是我姑爷的家将 什么 你在说些什么 很难相信吧 就像做梦一样 不过 都是真的 陈嫂笑起来 虽然在满是疤痕的脸上 这笑容一点都不好看 但依旧畅快 让人愉悦 活着真好啊 正式望着陈嫂 她依旧觉得 陈嫂是高兴过头 人突然糊涂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七十五集 长童带着人去寻岛上的吴副将 这个吴副将应该就是鲁王信任的人 快得将人抓住啊 在援军来之前 尽量救下更多的人 吴副将 必须要生情 都是他带人 差点伤了 广阳王郡主的性命 不管是为了这岛上 无辜被杀的人 还是广阳王郡主 都要将吴副将 送进朝廷大牢中 受审 将这些做好 朝廷的援军就应该到了 他也可以腾出手来 将这天大的好消息 告诉大爷 吴副将擦了一把脸上的血迹 手下人去查过 只有一艘船突然靠过来 当时他们急着处置岛上的人 没有察觉 看到的时候 船上有人已经求水登了岸 手下禀告道 寨子里的妇人 被那些人护着 登上了那条船 吴副将听到这话 身上又涌出了冷汗 只要这些妇人活着 岛上的事就遮掩不住 就算将岛上剩余的人都杀了 又有什么用处 船呢 离开岛了吗 还没有 应该等着接应那些 被关在矿上的人 去 陪我弄来炮石机 带上火弓箭弩和吉利火球 随我一起去 把那船烧了 岛上准备了不少军备 沿着岸边都藏着抛石机 这个时候刚好派上用场 那些登岛的人不一定知晓这些 现在动手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吴副将快步前行 带着手下人顺利到了岸边 立即就看到了不远处的船只 幸好船在这里 吴副将冷笑一声 吩咐道 快点把火球装上 跑到那船上去 手下人硬了 立即下去准备 吴副将衡量了一下距离 以他们的投石车 打到船上绰绰有余 投石车不对 小盘让人弄坏 那人话还没有说完呢 忽然几只箭矢急之而至 守在投石车前的人躲避不及 箭矢从脖梗穿过 砰的一声散开一阵血雾 有人埋伏在这里 吴副将抽出腰间长刀 埋伏在旁边的长筒等人 一拥而上 两拨人马缠斗在一起 吴副将吩咐身边的人 还愣着干什么 去找投石车 继续 还 烧在船 即便是我死了 也是 他话还没说完 就去招架长筒 陈嫂和郑氏 站在船上看到这样的情形 不禁道 岛上的人不少 只怕他们招架不住 会有援军 支撑到援军到了就好 真的会有援军吗 正是不知晓 让大家帮忙守着船 不要让那些人靠近 还有哪里藏着投石车 他们也得让大船躲避开 免得被投石车击中 砰砰砰 依旧有吉里火球被打出来 以团烈火呼啸而至 在离船不远处落下 船只小心翼翼地躲避 但不敢离岸边太远 否则长筒那些人 就无法登船了 陈 长久思量着 没敢乱喊 叫我陈嫂就好 长久犹豫片刻 还是听从了陈嫂的意思 陈嫂 长筒走的时候说了 若是岛上的情形太过凶险 就让我带着你们先行离开 陈嫂知晓 长筒他们之前 定然不是这样安排的 都是因为他在这里 才会让船只避开 但若他们走了 长筒等人 一旦被无副将的人压制 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摇摇头 一切都照你们登岛之前 商议好的去做 不能因为他想要回家 就断送了那么多人的生路 长久仿佛早就有所预料 听到这话 道 那您还是进船舱中去 我们会设法护住大家的 砰 又是一个吉里火球落下 船上有人惊叫出声 火球还没有完全被海水吞没 长久就听到了属下禀告 大人 有船只过来了 您看看是不是援军 李陶盯住了对面的那条主船 这一次 他要紧紧地咬住那条船 想到这儿 他抬起眼来 看了看天空 天色尚早 这些人不能再借着天色逃窜了 大人 朴寿笑着道 这次他们走不了了 被我们堵在这里 他们船上的箭矢也都用光了 用不了一个时辰 我们就能登船 好 李陶大喜 就这样 将他们全都牵拿住 王爷让我们抓火可 王爷会派大船过来 等将他们围住之后 王爷的援军 应该也就到了 李陶说完 还有些不放心 让人将吴副将留下的人叫过来 吴副将留下的丁军头 这次帮着李陶行事 也正是有了他们 李陶才会如此放心 丁军头 王爷的援军何时能到 是要等援军过来再登船 还是我们先将人抓住 李陶的船只 带着这条大鱼 在海中滞留了很久 眼看着火候已经到了 丁军头望着海面 是差不多了 李陶微微勾起嘴角 露出了一个笑容 他就要转身感谢丁军头 就看见丁军头先靠了过来 紧接着 他只觉肚子上一疼 滚热的鲜血 从身体中涌出 李陶不敢置信地低下头去 只见丁军头将血淋淋的匕首 从他的肚腹中抽出 他下意识地要去遮挡 手臂被匕首割开 利刃再次没入到他的皮肉中 李陶瞪圆了眼睛 竭力地去挣扎 却被丁军头紧紧地搂住 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李大人 这些事都怪你自己呀 王爷早就说过 不能轻易动用战船 可你就是不听 结果引来了送线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76集 李陶京海中闪过一丝诧异 战船被人发现了 王爷辛辛苦苦积在那家业 被人盯上了 这次 他们前来 也是要从你身上 查到更多的线索 你说 你该不该死啊 血顺着长袍躺下来 立即汇聚成了一滩 李陶没了力气 整个人大口喘息着 忘记了挣扎 丁军头将手里的匕首 捅得更深了些 另一只手拍了拍 李陶的肩膀 王爷也是没法子 谁弄出来的事 谁来解决 而且 有宋节度使和广阳王的后辈 陪你一起上路 你也算是值了 王爷说 答应你的事 他记得 将来王爷登上皇位 一定会吩咐高丽王 供奉你的祖父 父亲 如果是你族中还有人在 也会封赏你的族人 兄弟就送你到这儿了 丁军头猛地施力 将李陶的肚子整个祸开 李陶肚腹里的东西 立即掉了出来 他低头看着自己热腾腾的东西 脚下一软倒了下去 灵闭眼前 他看到了被杀死在不远处的嫖兽 发火药件 让薛大人等人围过来 火药件发出 海面上另出现了十几艘战船 丁军头刚要松一口气 可是看到船上的旗帜 不禁一正 为何 船上挂着的黄牙旗上 写着一个李字 那几位蜘蛛当中 可没有谁姓李呀 李陶带来的几艘船上 都安排了人手 只要时机成熟 他们立即会动手杀人 所以在几位蜘蛛到来之前 李陶的人已经损失了大半 接下来几位蜘蛛 只要拿下梦宿和宋献即可 可如果来的不是几位蜘蛛呢 丁军头眼睛一缩 不敢去思量 他紧紧盯着那些大船 默默数着数目 当第二十艘战船出现的时候 他的脚一转 光是大战船就有了二十艘 更别提后面稍小些的船只了 几个支州 不可能调动出这么多人的 不光是丁军头 其余船只上的人 也感觉到了异样 丁军头刚要吩咐人将船退开 梦宿和宋献的船上 立即射出一波箭矢 船上本就因为屠杀乱成一团 如今又突然遭受攻击 船上的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梦宿和宋献带来的大船 缓缓升起了黄崖旗 旗子上的宋和梦字迎风招展 丁军头站在那里 没有再说话 无论怎么样都来不及了 战船将他们围住 除此之外 他还看到了小船 小船上带着蛙人向他们靠近 就算他们跃入海中 也会被蛙人擒拿 海州之州血缓宗也发现了异样 他们已经瞧见了船只聚在一起 那应该是 李陶和宋献的战船 可为何战船数目看起来那么多 他看向明州之州 王爷可与你说过 李陶带了多少艘船 明州之州点点头 不过很快又摇头 眼前的情形已经让他无法做出回答 半赏 他脸色难看地说道 出问题了 肯定出问题了 因为他看到了那船上的黄崖旗 黄崖旗只有朝廷出征的将领才能悬挂 而这黄崖旗上应该是个李字 薛元宗脸上本来一直挂着的笑容 现在也去得干干净净 这是怎么回事 明州之州摇摇头 这不对 本该是他们带着人来抓宋献 海上除了宋献的几艘船 就是礼陶的 朝廷不该派战船过来呀 他弟的奏折就算是到了京城 皇上也要先问他情形 而不会这么快地就派人前来 唯一的解释是 朝廷故意这样瞒着他们 朝廷知道了 薛元宗的一句话 让明州之州打了个冷颤 船上所有的官员都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朝廷定是知道他们暗中串通鲁王行事 这些战船就是来抓他们的 回去 来不及了 既然来抓他们 就是洞悉了所有 只怕他们上船的那一刻 已经有人接管了衙门 海上的战船靠岸之后 也会有人等着将他们拿下 恐怕 朝廷定了鲁王的谋反大罪 这里所有的官员都逃不出去 明州之州倒吸一口凉气 来了 他们朝这边来了 李陶那边的人可能已经被拿下 现在全力捉拿他们 放箭 既然没有了退路 就与他们拼了 可是薛元宗话音落下 却还是没有人敢动手 都听不到吗 都想要做什么 那是朝廷的船只 您看那旗帜 那个人好像是殿前司指挥使李大人 将领颤声道 真的在这里与李右队上 谋反的罪名就坐实了 几个之州带来的人 多数不知晓鲁王的事 还以为让他们来捉拿走私运的 梦速和送线呢 一个个都以为是立功的机会 没想到让他们直接对付殿前司的人 明州之州萎靡地靠在那里 看着那些战船越来越近 薛元宗伸手抓住明州之州的官服 你在做什么 算了吧 现在不抗争 或许族中人还有活络 真的动了手 就什么都没了 放屁 你这个混账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七十七集 薛元宗大喊一声 狠狠地推了明州之州一把 他上前亲手夺下将领手中的弓箭 拉弓向挂着黄牙旗的主船上射去 然而那一箭最终落在了海里 薛元宗再次拉弓 不过这一次剑还没有射出去 一个极力火球向他而来 薛元宗急忙闪躲 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李右看着几个支州带来的战船 吩咐道 跟宋喜说 让他们去岛上 这里交给我们 区区几个臭虫 他一脚就会碾碎 这一仗他们先发制人 会很顺利 拿起人之后 立即是问 这海上除了那处小岛 还有哪里藏匿了鲁王的人手 李右说着皱起眉头 这次虽然让鲁王折损不少 但这么多年的筹谋 只怕还会有不少漏网之鱼 宋献和梦肃的船只 离那小岛越来越近 长同刘继带着的人不多 他们要早些带人过去 那小岛上 那小岛上藏着鲁王不少秘密 或许上面的人还能知晓 鲁王其他的藏兵地所在 大爷 海上那艘船是长同他们的 那艘船没有离岸太远 显然是想要寻找时机 再度上岛救人 过去帮忙 宋献一声令下 船只就靠了过去 有了宋献的船只加入 船上的长同精神一震 大爷他们来了 将人拿下 大船上放下小船 宋献带来的人已经陆续登岛 援军到了 吴副将等人明显不敌 长同眼看着 吴副将带着人节节败退 脸上总算是露出了笑容来 怎么样了 长安找到长同开口询问 长同正想说话 忽然想到了船上的郡主 他拉住长安的手臂 我 我找到了一个人 你 什么 我找到了郡主 郡主 你找到郡主 郡主就在后面的船上 不是郡主 是郡主 广阳王郡主 不对 他自己说 是陈有礼 和陈老太太的女儿 长安愣在那里 眼中是一片不可置信 不过他没有争论太久 一把握住长同的肩膀 你在说什么 你找到郡主的母亲了 人在哪里 就在 长同伸手指了指长安背后 我在那条船上 听到这话 长安转头向宋县的方向跑去 因为过于激动 脚下还扮出了一个量枪 他得立即告诉大爷 陈嫂看到有船只向他们靠过来 船头站着一个青年 陈嫂听到长久道 那就是我家节度时 陈嫂看着那青年的面容 越来越清晰 与当年海上遇见的那张脸孔 重叠在了一起 是他 没错 两条船靠上 立即有人架起木板 宋县快步越了过去 陈嫂的脸 大部分都被烧伤了 即便是见过她的人 此时也看不出来 她本来的模样 但那双眼睛 还是让宋县很熟悉 因为与良辰 有七八分的消似 陈嫂还没有说话呢 宋县已经撩开袍子 跪了下去 旁边的正式见状 不禁惊诧 这是怎么回事 陈嫂真的认识这些人 船上的人说什么来着 来的人是 宋节度时 陈嫂 陈嫂方才好像也说过 这些都是她孤业的家将 直到现在 正式才有些 相信了陈嫂的话 来救他们的 可能真的是 陈嫂家里的人 宋大人快起来 岳父和良辰 一直都在找你 听到这话 陈嫂的眼睛 灯石红了 她看向身边的正式 当年的事 破为曲折 我在海上受了伤 多亏郑姐姐搭救 正式红了脸 其实她当年 是想要抓住 李陶的把柄 这才私自留下了陈嫂的 他们一脉 被如今的高丽王夺权 旧部将希望 都寄托在了 李陶的身上 可她却发现 李陶的路越走越偏 在海上私运不说 而且还带着人 草菅人命 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 于是她想要 联手这一脉的人 拿下李陶 不能让她 顶着高丽 李氏的名头 再在外作恶 没想到 她的族人没来 所有人 就像是 早就认命了似的 多亏她没有事 先将一切讲清楚 否则李陶 定会将她给除掉 不过经过这桩事 李陶也对她 起了疑心 干脆将她 关在了岛上 陈嫂被她遮掩着 带上了岛 也因此 留了下来 族人让她 很失望 她好像 也渐渐地 认了命 加上 李陶确实 做了几件事 给如今的高丽王 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她也就 没有了 挣扎的心思 多亏陈嫂 一直在她身边 提醒她 让她 看清楚一切 她这才会 又与李陶和朴寿 周旋起来 这些日子 太难了 李陶 防备着她 不将岛上的实情 与她说 她和陈嫂 花费了许多力气 才将岛上的事情 查个八九 不离十 这次 也才能有机会 逃出来 我得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早就死了 说完这一话 宋氏又去看宋县 陈嫂很不容易 她一直想要离开岛 去寻找她的亲人 还好她等到了这一天 派祖墨 岳父和良辰见到你 定会万分高兴 郑氏不敢去打搅 陈嫂与家人 团聚 她走开去照顾 受伤的妇人 陈嫂看着宋县道 我听说 家中人都很好 只是 一直没问我弟弟 和弟媳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七十八集 陈家村的李正 应该是陈永静 但是长彤说 是二弟陈永胜 他就知道 可能弟弟出了些事 一开始的欣喜过后 他就开始担心那些 没有得到确切消息的亲人 舅舅是在与辽人战事时没的 舅母也病故了 白祖母亲手将自个儿拉扯他 陈嫂心中一疼 陈墨片刻后问道 我娘身子如何 白祖母都好 就是牙掉了两颗 到了冬天就会腿疼 背也勾搂了些 陈嫂脑海中浮现出 当年离家时母亲的模样 过了这些年 这些依旧清清楚楚地 映在她的脑海中 年纪大了 陈嫂刚想要问谢绍元和女儿 就听宋献接着道 岳父当年在海上 也受了重伤 养了好几年才捐鱼 后来去了辽国 想四季刺杀孝心中 还好 后来被梁臣寻到 陈嫂听得很仔细 从宋献的一句话中 她就能想到 谢绍元这些年的经历 孝心中和伟王被抓了之后 岳父也放下了些许心结 身体也渐渐好起来 不过旧节还是要仔细讲养 不过见到岳母之后 岳父多年的御节也会散去 病也就能痊愈 岳母的身子如何 好 也生过病 但都养好了 为了能出岛 她一定得照顾好自己 梁臣也很好 陈嫂点头 她之所以最后问梁臣 是因为从长童的嘴中 知晓梁臣的消息最多 梁臣嫁给了宋献 看样子夫妻平顺 否则长童身为宋献的家将 就不会说出 其实我们都是陈家村的人 这样的话了 但是她知道 梁臣也定然受了不少的苦 弟弟和弟媳都不在了 光靠母亲不能做这么多事 梁臣这些年的经历 宋献没有说 不如等到梁臣自己 与母亲慢慢讲 岳父和梁臣都来了 我让船去迎他们 一会儿我们就能够相见了 陈嫂这才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他们乘坐的船只 已经远离了小岛 陈嫂不禁喃喃的 离开了 她多年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 船上有妇人开始哭泣 这次是因为欣喜 他们这次真的逃离了 那个地方 谢良辰和谢绍元 陈子庚在船上等消息 看到长同的船 向这边驶来 谢良辰顿时松了口气 看时辰应该一切顺利 阿京十分紧张 他知道那船上 可能有从岛上救下的人 如果他阿爹还活着 也许就在那船上 阿京开始小声悼念 谢良辰虽然不信这些 却也在心中 为阿京期盼着 阿姐 船上有不少人 看穿着 都是被关押在岛上的 阿京的眼睛 睁得更大了些 不过船上好像是女子居多 相距越来越近 谢绍元走上前 护着谢良辰和陈子庚几个 哎 姐夫又来了 陈子庚先发现了宋献 谢绍元有些惊讶 等到扣得足够近了 他才道 岛上的石头 谢绍元话没说完 看到宋献身边走上来一个人 那是个女眷 整个人单薄而消瘦 脸上有着大片的烧伤 已经辨认不出本来的面目 但只是这一眼 谢绍元的心仿佛都停滞了 他整个人也忘记了呼吸 就这样定定地瞧着他 陈嫂喊了一声 元哥 宋献看到岳父整个人颤抖起来 一双眼睛变得通红 整个人几乎说不出话来 船上的人刚搭上木桥 谢绍元就迫不及待地跨过来 宋献小心翼翼地伸手护着 生怕岳父一个激动 脚下没了树 终于 他站在了陈嫂面前 哑声道 是 是你吗 是我 元哥 听到这话 谢良辰也意识到什么 眼前顿时一阵模糊 他立即提起裙摆 也踏上那木桥 小心 宋献见到谢良辰慌慌张张地走过来 立即上前接应 谢良辰只觉得腰上一紧 脚就平稳地落在了船上 顾不得与宋献说话 目光一直盯着谢绍元和陈嫂 谢绍元伸手握住陈嫂的肩膀 滴滴地叫了一声 阿英 听到这两个字 谢良辰再次愣在了那里 他心底的猜测被证实 仿佛身边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了 他只能傻傻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不知做何反应 阿英 是母亲的小名 在广阳王府时 王爷为母亲取名杨淑英 来到陈家村之后 陈有礼为了遮掩 给母亲改名为陈元荣 平日礼在村中 大家都叫母亲荣娘 只有私底下避开人时 父亲才会叫母亲阿英 谢少元的视线 落在杨淑英的伤疤上 声音颤抖 这些年 你受苦了 都怪我 都怪我 我若是早知晓 元哥 早知晓你也没办法 我听说了 你那时候受了重伤 并在床榻上好多年才能起身 眼下 就是我们一家最好的结果 并选哪条路都不好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七十九集 谢绍元下意识地认同阿英的话 尤其是看到阿英坚定的目光时 他就不由自主地跟着点头 杨淑英看向谢良辰 脸上露出笑容 良辰 别哭 你要现在好好的 谢良辰听到这话才回过神来 身边的宋献不停地在他脸上擦拭着 他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满脸泪水了 而他自己却毫无察觉 谢良辰快步走过去 杨淑英伸出手 将女儿搂在怀中 他早一不知晓 会见到元哥和良辰 情绪比他们妇女平静一些 可在一家三口团聚在一起的那一刻 他还是忍不住鼻子一酸 掉下了眼泪 陈子庚在旁边抹泪 从前没有姑姑一家的音讯 外祖母几乎每天都要在造房办一办 求造王爷保佑 姑姑一家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他还以为接回姐姐 找到姑父已然是最好的了 没想到还有更好的等在后面 他真想立即就告诉祖母 他的那些心愿都实现了 姐夫 陈子庚攥住宋献的衣袖 强压着哽咽 毕竟是多年未见 而且在彼此心中都不知晓 对方是否尚好 尤其是谢绍元和谢良辰 都以为杨淑英早就不在了 这种视而复得的感觉 就像是天空中裂开了一条缝隙 阳光落下来 照亮了所有的角落 曾经的那些难受和悲伤 一下子全都消散了 不远处的正事 想起了陈嫂曾说过的话 我想活下来 因为我知道 有人盼着我回家 无论我变成什么样 经历了什么 他们都会盼着我回去 就像我盼着他们 好好活着一样 有了现在的团聚 过去承受的那些 都变得微不足道 阿贤 子庚 你们过来 宋献和陈子庚走上前 谢绍元用袖口 磨了磨眼角 眼中仍旧含着泪水 不过脸上却挂着笑容 阿姨 阿贤你见到了 两个孩子 今年成得起 我们俩 多得了个儿子 阿贤 还有子庚 也是整日 没日 没夜地念叨着你 是我们另一个儿子 若不是阿贤的人前来 我们现在也是凶多吉少 我这条命是阿贤救下来的 是您早就有所察觉 带人从寨子里掏出来 否则 我们也不知内情 也是营救不及 说到底 还是你们心善 安排人来救岛上的人 岛上这一条条性命 都是旁人的妻 女 母亲 而我也刚好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谢良辰想到阿京 他前一刻还盼着阿京父母团聚呢 不曾想 先团聚的是他们一家 他感激阿京 感激这个小岛 让他失而复得 再一次有了母亲 杨淑英说着 伸手拉起了陈子庚 仔细地为他擦掉脸上的泪痕 子庚 姑母回来了 日后会多一个人照顾你 嗯 我也照顾姑母 我们一家人 欢欢喜喜地在一起 好 泪眼模糊中 恍惚是子庚长大了 变成了阿弟的模样 然后阿弟向他吟笑 越来越模糊 最终消散开来 重新变成了子庚 有些稚嫩的面容 谢良辰伸手 小心翼翼地摸过母亲脸上的伤疤 陈年旧伤 现在已经不会疼了 但当年如何 可想而知 他感谢母亲刚强的性子 能够撑过这些危险和痛苦 杨淑英又从人群中拉过了正事 仔仔细细地说起了当年正事的救命之恩 众人纷纷感谢正事 正事哪里能想到 这些人都是陈嫂的亲人 这个场面 从宋节度史上传到现在 他还没能适应过来呢 千万不要谢我 我要谢你们 将大家救下来 也让我少了分罪意 说到底 最开始我跟着李逃就已经错 宋献知晓 正事是高丽人 这份恩情他会记得 将来会回报正事 以后我家就是你家 我知道 我 也有地方可以去了 战事还没平息 宋献留下家将照料众人 就要带着一条船离开 谢良辰走上前 宋献 要多加小心 我知道了 还有 谢谢你 虽然你可能觉得有些客套 但这话还是要说 真的谢谢你 若不是你 我可能永远不知小母亲还活着 还能够一家团聚 宋献目光明亮地看着谢良辰 半赏 他亲过身 将谢良辰抱在怀中 低声在他耳边道 我也谢谢你 谢谢你 能这样欢喜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母亲 包括一家人在一起 没有遗憾了 长安揉了揉红了的眼睛 尽职尽责地挡在大爷和大奶奶身前 刚刚看着大奶奶一家团聚 看哭了一场 紧接着又要坐屏风 让大爷和大奶奶撒撒娇 哎 他也太辛苦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八十集 宋献伸手 理了理谢良辰被风吹散的并角 等我回来 谢良辰点头 鲁王的事才开了头 重要的还在后面 皇上派人前去捉拿鲁王 但宋献觉得 鲁王没有那么容易被拿下 将鲁王这些年的筹备 全部揭开之后 皇帝定会为子暴怒 援军到了之后 长铜带着人拿下了吴副将等人 救下了那些被追杀的百姓 李逃在海上这样肆无忌惮地抓人 再将一切推到海盗的头上 沿海的渔村和附近小岛上的百姓 深受其害 终于逃出来了 那些在矿中被劳逸的人 一个个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情 其中一个人道 从这往昔还有他们的人 见你们过来了 他们就藏匿起来了 我带路引你们前去 长铜点点头 吩咐人给重伤的百姓治病 他则带着一队人马前去抓人 岛上原来藏匿了不少人手 鲁王发现岛上的情形败露之后 撤走了一些人 今日又有一些人跟着李逃登上了战船 眼下岛上只剩下了吴副将带着的几百人 宋献带来了援军 又有岛上的百姓帮忙 这几百人很快就全都被拿下 宋献重新回到岛上查看情形 长铜就要上前禀告 却还没开口呢 宋献便快步走了过来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长铜受宠若惊 大爷 今日之事要尽你一宫 若非你也不能救下郡主 我是听大爷的吩咐 等车里的事解决了 我再与你细说 现在我们去看看吴副将那些人 长铜正正地看着宋献 大步向前走去 大爷的意思 除了口头褒奖他之外 回到北方还有别的奖赏 那他可不用 有大爷这么一句话就够了 要知道 所有家将之中 被大爷夸赞过的可没有几个 长铜说道 有这样的功劳在身 其余兄弟谁也急不上了 长铜腼腆地摸了摸头 都是运气好 还愣着做什么 大爷都走很远了 还得审出鲁王其他藏兵之处 他们审岛上的人 李大人审那些支州 朝廷战船在附近寻找 要将鲁王的那些老底儿 全都翻出来 长铜回过神来 急忙追上自家大爷 李又带着人来到岛上 看到那些枯瘦如柴 满身血污的百姓之后 不禁眉头紧皱 宋献和梦肃将岛上的情形 大致于李又说了 鲁王为了坐车业 让吴副将杀了不少文术 不过询问岛上的人 就能推断出 鲁王占这岛坐时 至少有十年了 李又目光更深了些 十年要攒出多少军资和人马 这岛就是周转之处 从大吉或者藩人那里 运来雾身 先送到这岛上 连头海上和岸边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跟着李陶等人 才能发现这处地方 这里只有鲁王少数战船和人马 我还问了鲁王做军备的女爵 从军备的数目来算 鲁王至少藏匿了几万兵马 我们有所准备 看来难免要有一战了 宋献看着李又 李又发现 宋献的眼中有星系 却不知他这喜悦从何而来 怎么 还发现了什么 我们寻到了岳母 什么 你说的是广阳王郡主 这些年岳母被关在此处 但为了能保住性命 岳母毁了自己的面容 那些人也不知道岳母身份 这岛上的事情 岳母他们知晓一些 等我将这里彻底精力干净了 就接他们重新上岛 小岛离岸上有一段距离 天色江黑不好赶路 而且岛上鲁王的人尽数被俘 这里再安全不过了 可以暂时落脚 等到天亮之后再送他们去岳州 李又也跟着高兴 你们也算是尚有善报 一会儿郡主到了 我去见见 说完这些 李又和宋县一起去看渔图 等到大船重新上岛之后 谢良辰陪着阿京去寻他父亲 岛上活下来的人被安置在屋中 阿京一个个看过去 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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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熟悉的声音 阿京骤然回过头来 阿弟 父女二人抱在一起 放声大哭 这样的情形 让不少人为之动容 除了阿京妇女之外 还有分别被关押的女眷和男子 也有妇女相见 夫妻相逢的 有人翘首以盼 有人苦苦寻找 更有知晓亲人死讯的 屋子里满是哭声 站在旁边的陈子庚 又忍不住红了眼睛 徐前更是想起了自己的师父 躲在角落里哽咽着 谢良辰从屋中出来 杨淑英正与李佑说话 李佑也感叹当年的那些过往 没想到 广阳王郡主受了这么多苦 这些他都会禀告给朝廷 务主离开这里之后 是不是准备上京 杨淑英摇头 我也没有什么冤情了 所有的事大家都知晓 不着急去京中告狱状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八十一集 听得这话 李又不禁笑了 广阳王郡主 虽然容貌被毁 但人的性情依旧爽利 心胸也宽广 我们带着被关押的人 一起去岳州 帮他们智商 寻找一下他们的家人 希望能尽一份力 等到事情了结 就想回陈家村去看母亲 李大人不必为我们担忧 这海上还有战事 大人多多小心才好 杨淑英离开之后 李又望着于途 半晌没有说话 心中思量的是 陈家村广阳王一家 还有宋县 忽然之间 李又明白了 先生为何要留在陈家村 不只是因为陈家村的人和善 或许先生也是因为 西财 李又心弦一阵 皇帝看着大殿上的臣子 没有拿下陆王 朕让他们带着五千骑兵前去捉人 他们竟让陆王逃脱了 皇帝派了清军前往 却收到这样的消息 陆王没有抓到 金兆府也跟着乱起来 殿上所有的人 净若寒蝉 谁也不敢接话 陆王的人都说这些什么 殿前司多点俭不敢说话 转头去看中书令 左相葛志得了消息 想要连夜出京 被殿前司的人拿下 如今 重担都落在了右相 谢长生的肩膀上 朕闻你话 你看谢卿做什么 都点俭低头 战战兢兢 这 鲁王谋反 自然是编造谎言 写什么习文 说说您残害手足 当年尹川王就是被您加害 皇上一股热血直冲头顶 尹川王是皇帝给四弟 也就是先皇四皇子的封号 尹川 前朝曾为郡 但经过波折之后 尹川的郡名早就被废用了 用一个被乔治的郡名 作为四皇子的封号 意思是四皇子就算被封为王 也是早就废掉的王 鲁王重新提起尹川王的死 习文中控诉皇帝的梁伯 极度先皇喜爱四皇子 于是暗中下手将其毒杀 忍死之后 扣上谋逆的罪名 甚至给了一个侮辱的封号 广阳王的死 也是因为尹川王 皇帝怀疑 广阳王与尹川王有刺 故意借走广阳王的兵马 并将八州步兵的情形 透露给千朝余孽和辽人 这就是为什么皇帝迫不及待地 要杀掉肖心宗和高裕 还让人防备着广阳王的后人 短短半年内 派去八州十几个眼线 皇上更是清楚地知晓 八州的一举一动 所有的一切 鲁王全都看在眼中 每日战战兢兢的度日 甚至将儿子送入京中做质子 也没能换来皇帝的心安 皇帝编造谎言 故技重施 再度向亲兄弟出手 鲁王走投无路 不得不返 西文之中 鲁王为尹川王哭诉 尹川王死后 七窍流血 棺果入葬时 血从棺木中渗出来 台关之人皆可见 他这个做哥哥的心如刀脚 却不敢多说一个字 如今 也是该为四弟伸冤的时候了 鲁王还质疑先皇的死 说先皇过世之前 太医院进宫请脉 明明说先皇的病情有所好转的 何以突然病情严重 皇帝为了坐上皇位 弑父杀地 残害忠良 早被天地所不容 所以这么多年 身下没有一个子嗣 再这样下去 整个大旗都要亡在他的手中 皇帝听到这些 面色铁青 怪不得他让杜正拿一份习文来给他看 杜正却一直拖眼 原来是这样 他眼中满是杀气 他为了皇位 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先皇过世时 身边还有中官和中书省的人在 难不成我们所有人联手害了先皇 真要抓住他 把他的心掏出来看看是不是黑的 皇上心怒 除了庆州 京兆府 还有什么地方的官员与卢王勾结 谢长生拿出文书的 温州 泰州兵乱 其余地方还没有公文进京 温州 台州 距离岳州不远 有李佑等人在那里 一时之间不会酿出什么大祸 皇帝更担忧的是更远的 广南西路和东路 这次的战乱不能早些平息 齐王会不会趁机行事 眼下唯有立即调动兵马 早些拿下鲁王 才能稳住大局 皇帝正思索着 杜正从中官嘴中得到了一个消息 面色顿时变得苍白 皇帝看出端倪 询问杜正 怎么了 鲁王留在共中的人 想要救走鲁王世子 被巡视的禁军抓到 鲁王世子刺伤了皇后娘娘和齐王世子 见逃不脱 自己也服了毒 皇帝立即从龙椅中起身 快步走出大殿 大殿上的臣子见到这样的情形 低声议论 杜正盲吩咐人护着皇上 然后走回来与谢长生导 谢相 共中出了事 这里就先交给您了 谢长生应声 他转身向官员们看去 从众人脸上看到坠坠不安的神情 他心中常常叹了口气 这些年一直以来担忧的事 还是发生了 不知大吉会不会就此乱下去 何时又能回归平静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被您领衔言不 第五百八十二集 这一路上 皇帝脑海中浮现出鲁王世子的憨态 他一直以为鲁王父子蠢笨 背地里不会有太多手段 可看来是他错了 眼下的情形就像是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他相信了鲁王 甚至被鲁王的人引着去怀疑宋献 如果他真的对宋献用了兵 鲁王定会趁机作乱 鲁王也就罢了 一个黄口小儿也敢戏耍他 皇帝踏入院子 看到了倒在地上的鲁王世子 他捂着肚子蜷缩在那里 嘴边全都是血 看到皇帝 鲁王世子忽然笑起来 胖胖的脸庞衬脱下 笑容依旧是那一般的憨傻 他想要说话 一张嘴却吐出更多的血来 他哪里来的毒药 中官上前应道 应该是藏在靴子里的 混乱之中 奴婢们也没能瞧清楚 就看到鲁王世子摸了一下靴子 然后将一颗药丸给吞进了肚子 皇帝不用想也知晓 鲁王会将儿子的死 怪在他的头上 习闻之上 他又会多了个罪名 原本让两个世子入宫 是皇帝的谋算 却没想到 在世子入京之前 鲁王也早有了安排 就不活了 皇帝看向太医 太医摇头 说话间 鲁王世子忽然猛烈地挣扎了两下 紧接着就没了动静 皇帝眯起眼睛 声音又冷了几分 鲁王世子和皇后呢 娘娘他们在屋子里 太医正在里面医治 女官脸上满是泪水 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皇帝向屋子里走去 屋里一片狼藉 地上丢着几块 被血染红的帕子 鲁王世子站在旁边 身体不停地颤抖 整个人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 到底怎么回事 皇帝的声音响起 鲁王世子才下意识地跪下 哽咽了几声 开口道 魏臣昨日受了风寒 皇后娘娘前来探望 刚好遇到鲁王世子 带着人前来 鲁王世子想要杀魏臣 是娘娘 娘娘扑过来护住了魏臣 鲁王世子的那一刀 狠狠地刺在了皇后的后背之上 齐王世子看到鲜血涌出来 鲁王世子想要拔刀再刺 就被宫人和中官拦下 鲁王世子心中万分感激徐皇后 他被禁足之后 徐皇后几次让人送来务室 听说他病了又来安抚他 现在还为他受了伤 他暗暗发誓 日后有机会定会报答 皇后娘娘的恩情 那始终传来徐皇后 隐忍的惨叫声 不一会儿太医走出来赴命 皇后娘娘的伤口处置好了 这些日子需要仔细调养 皇上一切都是因为微臣 微臣请求留下来为娘娘熬药 侍奉娘娘 皇帝望着齐王世子 半赏没有说话 鲁王谋反之后 他发现身边更加没有人可以信任了 鲁王如此 那齐王呢 皇帝从齐王世子身上挪开视线 吩咐杜正 将宫里都查一遍 再有鲁王的人作乱 这哪里是问 杜正应声 皇帝走进屋子 看到躺在榻上的皇后 她面色苍白 看起来异常憔悴 身上的衣裙还沾着血迹 宫人们纷纷向皇帝行礼 徐皇后微弱地喊了一声 皇上 皇帝站在榻前望着她 半赏才到 你怎么这个时候去探望齐王世子啊 徐皇后本没有力气说话 面对皇帝的质疑 却不得不强撑着开口 鲁王作乱 若是再联手齐王 势必对眼前的局面更加不利 于是臣妾想要先安抚好齐王世子 这次是能说的过去 皇帝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鲁王世子对齐王世子下手势 妾身想着 若是齐王世子出了闪失 鲁王就会将罪责推到皇上您身上 这种时候 能稳住一个算一个 于是 妾身才扑过去护住了齐王世子 皇后想得很周全 妾身不敢 妾身也是想要为皇上分忧 皇后身受重伤 要好好养病 前朝自有朕在 皇后不必挂心 臣妾知晓了 朕还要证实 臣妾恭送皇上 说完 徐皇后的身子沉在了被褥之中 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今天的事是一部险棋 就齐王世子的时候 他就猜到了会被皇上猜疑 但他也不得不出手 大棋是先皇建朝 先皇的一个兄长 一个弟弟都战死在沙场 没有留下后背 先皇的子嗣当中 眼下也只有齐王世子 能够攥在手中 齐王世子这样的血脉 能在众臣首肯之下 成绩大统 他必须得为自己和徐家 留下这条路 皇后娘娘 齐王世子在屋外跪下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细域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八十三集 徐皇后吩咐工人抬来屏风 将齐王世子换进屋中 嘱咐道 不要惧怕 我会多派几个工人和内侍护着你 谢谢娘娘 想家了吧 从前我遇到世 也会格外想念家中人 不是 我没有 没关系 我都明白 唉 你写家书吧 我会禀告皇上 然而送去齐王府 知晓你的消息 你父亲母亲也会放心 我先去给娘娘煎药 晚些时候再写信 齐王世子说完 似是听到徐皇后应了一声 然后就没有了任何动静 不一会儿的功夫 女官走出来道 娘娘受伤太重 支撑不住 让娘娘歇息一会儿吧 齐王世子点了点头 他后退着离开了屋子 听说鲁王谋反 他当时吓坏了 皇上将他和鲁王世子都关在宫中 他觉得可能随时都会被处死 没想到关键时刻 皇后娘娘出面救下了他 这宫中危机重重 走错一步就会有性命之忧 来的时候 父亲与他说 让他不要信任任何人 现在看来 经历了这些事 他愈发觉得 在这里唯有娘娘能够依靠 朝廷兵马与鲁王叛军交战 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传开来 陈老太太从代州回到了陈家村 刚一下车 就看到村中的妇人 正在往村中运粮食 大伯娘 您可算回来了 女眷们纷纷来到马车前 将陈老太太搀扶下来 跟陈老太太一起回来的还有高事 还以为呀 你们要过一阵子才能回村子里 这不离家有一段日子了 总惦记着村里就回来瞧瞧 这一路上还太平吗 陈仲东的娘拉着陈老太太问 哎 没遇到什么事 就是路上巡视的官兵躲了 我听说庆州那边渴乱了 不少人为了避乱逃过来 城中的留民所早就挤满了人 要不是曲之舟和几位支县早有准备 城中的粮食恐怕都不够用了 村子里的粮食也不够了 不是事先让你们囤了些 哎 怕这帐一时半刻完不了 我们就又买了点粗粮 实在不够了 还得照您当年那么吃 陈老太太用糠皮和一点点粮食辞土 带着村子里的人撑过了饥荒 虽说现在有到米饭吃了 但都是从那会儿过来的 知晓该准备些什么应对难关 之前藏着粮食不挤着再买 眼下最要紧的是盯着地里 今年种的那屋才是最要紧的 大伯娘说的没错 这次大伯娘回来就是为了秋收 城里来了那么多留民 啊 不是说留民不好啊 但难免会乱一些 如果婚金不好的人 说不得要闹出乱子 地里种的可是我们辛苦一年换来的 战事粮食金贵得很 还好八州和北方的几个州 春耕做得好 顺顺利利地收好了粮食 就算要多交朝廷一些 大家也能度日 不知道这战事什么时候能停 还好这两年让我们缓了一口气 否则还不知道什么样子 不用想那么多 一步步地来吧 陈老太太与村中人说完 就要去城里看看 边走 他边摸着腰间的钱袋子 钱袋子越来越沉了 但还没攒够呢 这事啊又来了 不过他不像从前那么慌了 郑州城里的百姓 好似也不像从前那般惧怕 城里是多了不少人 但铺子还都开着 也不见有人邪老服幼的远走避祸 说到底 这都是相信宋献和雅鼠呀 总有种感觉 就算天塌下来了 还有他们撑着呢 再说 现在大家手中都有了余钱和粮食 不会那么轻易地就将家给丢了 只要家在就行 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 陈老太太总觉得 这些孩子藏着掖着有啥没跟他说明白 开始他还觉得可能是郑州遇到难题了 不过现在看着又不太像 老太太 陈老太太走过雅鼠 刚好瞧见了屈城美 屈城美上前向陈老太太行礼 虽然陈老太太有告命在身 但老太太早就说了 一切照旧 否则他听着浑身不舒坦 您不是才从戴州回来吗 车马劳顿 怎么不好好歇歇 城老太太摆摆手 一路坐车 又不用我走路 哪能累得着我呀 我这不是离开许久了 就想着进城来看一看 哎呀 镇州赵州往北都还好 往西南从庆州到经兆府 河中府都是鲁王的兵马 之前收到战报 鲁王已经到了陕州 奔着京城去了 那朝廷的兵马呢 皇上让人带兵阻拦 鲁王的兵马这才没有继续东进 朝廷下令 调动北方兵马去泽州 那是想要献哥去 朝廷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才去的月州吗 总不能连家也不让回 就要立即带着兵马去迎战鲁王 您老爷别着急 这事说不准 朝廷里还得再商议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八十四集 成老太太想到那个皇帝气就不打一出来 晚上见到造王爷 得好好跟他老人家磨道磨道 整天里闲着没事的就算计来算计去 若是寻常人家也就罢了 顶多闹个家中鸡犬不宁 可他非得坐在那天子之位上 大齐的百姓跟着他 算是倒了霉了 要不是因为他 自己还用整天看着钱袋子 大家都不缺吃穿 自己也就不用攒赢钱了 唉 您去忙公务吧 我就不打扰您了 我还得去看看我那亲家老太太呢 高氏向屈成美行礼 屈成美看着陈老太太的背影 别看老太太衣裙是旧的 脚上的鞋也不腥 路上长途跋涉 但经济神却不减半分 这样的老太太 尾时让他敬佩 心里想着 屈成美边对着陈老太太的后背 行了礼 陈老太太和高氏 带着物件去了宋家 宋老太太从院子里迎出来 一把拉住陈老太太的手 如果是晚一步 我就要出门去陈家村了 两个人许久未见 有太多的话要说 陈老太太正要开口 就瞧见宋启正走了过来 哎哟 郑国将军也在家里啊 宋启正上前行礼 老太太去堂屋 我让人封茶 高氏也忙向宋启正问好 众人一起去了堂屋坐下 宋启正问陈老太太的身子 又提及巴州之事 都挺好 巴州坐的花站 真是好看啊 这花站本是我们先坐的 现在啊 代州的花样倒更多 如今我们反过来 还要向他们学了 不过哪里的药材 都种不过郑州 熟药食药 还是郑州厉害 就像赵州打铁铺最多 每个州都有自己擅长的 脂肪是大家都有的 粉蜡纸花尖 时间久了也会各有千秋 这就是外孙女儿 没有藏丝才会有的结果 宋启正点点头 这就好 等宋县回来 还得让他照应这定州 齐州呢 将军这是要出去 朝廷命北方兵马去泽州 一起围剿鲁王 我递了奏折自请前往 这往后北方的事务 都交给宋县和梁臣了 陈老太太知晓宋启正的意思 与朝廷一起攻打鲁王 不怕战事艰难 就怕有人背后 用那些阴谋诡计 想一想皇帝 对广阳王的那些手段 让人不得不防 说了一会儿话 宋启正起身告辞 他还要带人回定州 做些安排 宋启正离开之后 陈老太太道 到底也是心疼自己的儿子啊 宋老太太冷哼一声 都是他自己造的孽 就让他慢慢还吧 就算夏儿哥永远不原谅他 我也不会帮他多说一句好话 父子之间没有永远的仇 宋启正最大的错 就是没有善待宋献生母 听信谣言让宋献生母背负冤屈 虽说是中了肖心踪的计 但换了个人未必如此 到底还是自己性情使然 才将这路走成这般模样 在我跟前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 不知什么时候就变了 我看是在外冲昏了头 现在想明白了 转头找家门 哪有那么容易找到 宋老太太不知该怎么劝说 毕竟这是宋家的家事 他们不是献哥 没有经历过那些 没有立场说和 宋老太太挥挥手 不提这些糟心的 咱们说说好事 有什么好事啊 梁晨他们在越州 一切顺利 还不是好事 你这是有什么话 跪藏着呢 这话不该我说 等一会儿孩子们回来了 你就知晓了 他们就是提前 知智慧了我一生 让你有些准备 会是什么好事啊 是不是 家里要天丁进口了 莫非 是梁晨有了深院 两个人成亲 也有段日子了 还真的有可能啊 也是 也不是 你就再等一等 有半个时辰 就差不多了 你也跟着他们 一起胡闹 哎哟 这件事啊 我做不得主 否则一准先跟老姐姐说了 陈老太太看着宋老太太的神情就知道 这事不简单 不过 他还想不出个究竟 几个人一起说话 时间过得很快 陈老太太喝了两杯茶 管家就来禀告道 谢大老爷他们一起过来了 宋老太太笑着向陈老太太点头 多亏你来了 这才能将少元他们来府上 我也跟你一起沾沾喜气 外面脚步声响起 宋老太太先看到了谢少元 他正要往后寻外孙女 结果从谢少元身后走出来一个人来 陈老太太的笑容 令急僵在了脸上 他仔细地看着那个人 不知不觉中 已经站起身向外走去 高氏忙上前搀扶 两个人对望了许久 杨淑英上前几步 跪在了陈老太太面前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八十五集 陈老太太没说出话来 上前将杨淑英搂在怀里 过了许久才哑声道 你这两个孩子 一个比一个让人就去 在外头做什么呀 怎么就不知道回家啊 是女儿不好 还走不走了 不走了 陈老太太伸手将她扶起来 看着她脸上的伤疤伸手摸了摸 没事 受点伤也没关系 娘也能认得出来 杨淑英点头 陈老太太又看了一会儿 你说这 不是做梦吗 不是 女儿真的回来了 杨淑英伸手擦掉 老太太脸上的泪水 陈老太太想笑 可笑容没出来之前 泪水又滴在了 杨淑英的手背上 她伸手再次 搂住了女儿的肩膀 怎么不与我说呢 早知晓 我就去接你 女儿该自己找回家 陈老太太 陈老太太抬起袖子 给杨淑英抹泪 没想到啊 有生之年 我还能见到自己的女儿 看来啊 咱们娘俩这辈子缘分还未尽呢 以后还尝着呢 女儿好好孝顺您 快去拜见老亲家 陈老太太转头去看宋老太太 却发现宋老太太正在偷偷抹泪 杨淑英和谢少元 双双上前给宋老太太行礼 陈老太太站在旁边看着笑 谢良辰和陈子更上前 一左一右拉住陈老太太 祖母 母亲被人救到了一处岛上 那岛上被人看管着 母亲送不出消息 所以都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在做梦 陈老太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心头一阵阵地 又是欢喜 又是酸涩 欢喜的是女儿回来了 酸涩的是 不知道是不是大梦一场 平日里脑子清明的陈老太太 这一刻觉得自己糊涂了起来 谢良辰和陈子更扶着陈老太太坐下 宋老太太安抚亲家 你看看 这是不是大喜事啊 我有没有骗你 若是早与你说了 你定然觉得是假的 倒不如你亲眼瞧见 就算是亲眼瞧见了 也不知晓真假 回去睡一觉 第二天就相信了 大家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高氏还没回过神来 就那样痴痴地愣着 盯着杨淑英仔细地看 他嫁到陈家村时 谢少元夫妻还没有离开郑州 他是亲眼见过陈家大姐的 大姐还给他缝了件衣服 秀了一双鞋 那衣服和鞋子 他没舍得穿几回 后来村中没有吃的 他便拿去跟人换了坑皮 这几年村里好起来了 高氏不止一次后悔 如果当时没有把东西卖了 是不是还能给良辰 让良辰留个念想 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见到大姐 就这样想着呆愣着 身边有人与他说话 他都听不到 直到杨淑英站在他的面前 高氏才张嘴喊了一句 大 大姐 杨淑英应声 高氏如梦初醒 双手拉住他的手臂 真是你 你没死 你还活着 我的天 这么多年 你是咋过的呀 你脸上的巴是怎么回事 是被谁害成了这样 你不知晓 大伯母做梦都喊着你的名字 你的小名是艾音对不对 我听过好多次 我还瞧见大伯母偷偷掉眼泪 还骗我说杀自己眼睛里了 听到高氏的话 程老太太愈发地觉得 自己不是在做梦了 梦里的大家伙不会这么真 高氏竟讲这些 惹得他又想哭了 宋献走到谢良辰身边 谢良辰只觉得手上一暖 被宋献的手指轻轻地勾住了指尖 宋老太太站起身 走吧 在我这里站一脚就好了 我陪着你们回陈家村 宋献和谢良辰去掺宋老太太 谢绍元和杨淑英扶起了陈老太太 众人一路往外面走去 大家都上了马车 高氏才注意到 自己跟陈子庚坐在同一辆车上 哎呀 你们这一趟能找到大姐 比什么都值了 宋老太太说喜事 我还以为是你姐姐怀了身孕 马车到陈家村停下 陈老太太先下了车 门口的陈家村村民 瞧见老太太立即道 哎呦 您回来了 这这是带了亲家老太太 一起回来了吧 杨淑英没有下马车 看着母亲背着手 与大家伙说话 直到听见陈老太太道 回来了 都回来了 我女儿也回来了 杨淑英这才从马车上走下来 陈家村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是梁晨回来了吧 阿姐回来了吗 村中的孩子们也跑了出来 陈老太太点点头又摇头 我的阿英回来了 杨淑英上前 搀扶起了陈老太太的手臂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86集 这一天 陈家村的人记得清清楚楚 陈老太太满脸笑容 虽然没有像往常一样露出荷芽 但隔着老远都能感觉得到陈老太太的欣喜 还是后背略有些勾搂 但整个人好像高了一劫似的 好像无时无刻的都在告诉大家伙 这老太太不容易 硬是将自己的女儿 女婿 外孙女儿 都等回来了 老太太一路和大家说着 村子里年纪大的都见过杨淑英 年纪小的也知道 这位是广阳王郡主 这一路走得格外慢 大家哭着笑着 好像要将这些年的光阴 用这几步的功夫 都回溯一遍 回到院子里 陈老太太没让旁人跟着 自己进了造房 她一手拿着柴盒 一边跟造王爷说话 杨淑英站在门外 隐隐约约的听到陈老太太说 多谢您赵明啊 阿英也回来了 无论将来去了哪儿啊 这造台永远都不会坏 我一辈子给您烧柴盒 这日子好了 我还得将这造台啊 收拾得更体面 让您也住了书的 虽说这心愿都实现了吧 您以后还得在这儿 保着我们一家人 都平平安安的 一会儿啊 我给您蒸米糕 听着那动静 杨淑英的眼泪又落了下来 估计外祖母和造王爷说完了话 谢良辰这才与杨淑英走进去 外祖母要做什么 做点米糕 多做点 给每家伟后都送去些 让大家都沾沾喜气 我来做吧 谢良辰就要动手 却被陈老太太按住 他正色道 我与造王爷都说好了 谢良辰不由得鸣嘴笑起来 哪里是造王爷爱吃啊 外祖母是觉得 母亲爱吃他的手艺 杨淑英看向谢良辰 我来帮母亲做 这里交给我们 你出去吧 去看看县哥那儿 有没有旁的事 过年之后 陈家村还没有这样热闹过 除了陈永逸 陈初二几个还没有回郑州 村里其余的人都来到了熟药所 大家各自从家中端来吃食 摆满了长长的桌子 杨淑英坐在陈老太太身边 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是欢喜 陈老太太举起杯子 今天阿姨回来了 老太太高兴啊 拉着大家伙喝一杯 啊 听大伯娘的 从前以为大伯娘的一双儿女都没了 她没少从旁劝说 大伯娘就说 人都不在了 再难受 我还能跟着去不成 我还得养活自个 打听梁臣的消息 大伯娘说得对 如果不是一直往前看 能有今日 杨淑英抿了一口酒 陈家村自己酿的米酒 微微有些酸 但更多的是甘甜 米可好吃吗 好吃 还是从前那个味 别看陈丫头的手艺好 但做米糕这些吃时 也没有我做的好吃 这村子里没粮食的时候 孩子们全都靠我的糠皮饼 才能活下来 杨淑英不禁一笑 在岛上的时候 每次做得太辛苦时 她都会想起母亲 母亲不管遇到什么 都是这样的乐观 让身边的人 也能跟着松一口气 大伯娘做得是好 不过以后 我还是不想再吃糠皮饼了 大伯娘 还是做些别的吃食给我们吧 众人跟着笑 这次回来 杨淑英发现 陈家村变了个样子 房屋都修气得很好 村子里还铺了路 无论下多大的雨 都不会泥泞 村中家家户户的小仓里 也囤满了粮食 村民们忙忙碌碌 书药所堆积了不少药材 织房中的纺车织机 也不曾停歇 杨淑英也是见到 梁臣之后才知晓的 鲁王卖的那些货物 许多都是出自陈家村 光凭这个 就足够让陈家村骄傲了 陈老太太和宋老太太说话 大家也都凑过来 问杨淑英 这些年发生的事 大家关切杨淑英 脸上的伤疤 早就好了 就是看着吓人些 不吓人 姑姑眼睛生得好看 大家不禁 一笑 气凉尘发现 村子里多了两个男人 问了陈玉儿才知道 是苗子贵带过来的 都是在外走伤的 一个看中了 初二的姐姐 另一个则是 相中了孙阿爷的孙女 陈玉儿下个月 就要和苗子贵成亲了 苗子贵就像之前 与陈永胜说好的那样 在陈家村盖了院子 以后就要和陈玉儿 住在这里 天色不早了 宋献送宋老太太回府 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陈燕昭 陈燕昭这些日子 带着人四处跑 宋献不在北方 他和秦茂行忙得团团转 如今可算是得了机会 前去陈家村 讨口饭吃 看到意气风发的宋献 陈燕昭心中 颇不是滋味 到底是同人不同命呢 人家一家团圆 极乐融融 凭什么他就在外 披星戴月地喝风呢 于是陈燕昭 酸溜溜地说 郡主也回来了 现在可是一家团圆了 宋献没有应声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舒坦 一天就想着早些回家去 郡主的脾气 是不是特别好 我都听说了 郡主给你缝衣衫呢 宋献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一抹笑容 岳母确实待人极好 这一点 良辰随了母亲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言不 第五百八十七集 从前与宋献说几百句话 都不见他露出半点笑容 难得现在每次看到宋献 都觉得他眉眼中含着一抹笑意 瞧瞧你现在 日子过得特别顺心吧 所以呢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想了 我当然想了 等我见到广阳王郡主 我就将你当时让长月半夜 把他女儿抓过来做厨娘的事说了 不但让别人做面条 还嫌弃不肯吃 多亏我将那碗面吃了 否则多对不起人家 多给宋献吹吹冷风 免得宋献烧得太热 宋献的目光顿时变得冷烈 他看着陈燕钊一直不说话 陈燕钊只觉得浑身冰冷 突然想打冷战 我说的可有半句假话 这么盯着我做什么 看看你还有没有得救 什么意思 没救了 宋献纵马先行一步 陈燕钊忙在后面追 宋献骑马功夫本就好 不一会儿就没了影子 陈燕钊气喘吁吁地 问身后的家将陈思 你说他那话什么意思 陈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也不知想 不过二爷还记不记得 您曾说过 等宋集都市成亲的时候 您是必也成亲了 现在人家成亲了 岳母也找到了 您的亲事在哪里呢 别过了两年 人家孩子都有了 您还是这样 到时候啊 说不到老爷一怒之下 会将二爷抓到山上去剃肚 干脆就让二爷做了和尚了 我这不是遇不着吗 我还能怎么样 陈家村的赵王爷好使 我总不能向赵王爷求个欺世吧 而且宋献的婚事是遇刺的 皇上也没准备遇刺给我一个 那您之前在陈家村 遇到的那位 田大小姐呢 陈彦昭眼睛一亮 不过想到 田慧珍手里的鞭子 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孟大小姐呢 陈彦昭心又是一动 不过 想到孟长叔看到他的字 强忍着的笑容 就觉得颜面尽失 再也不想和孟大小姐相见了 都怪宋献 要不是他将我留在军中半个月 哪有这种事啊 唉 陈思叹了口气 他认同宋杰渡使了 他家二爷没救了 陈家村渐渐安静下来 宋献也吹了灯 躺在床上 谢良辰快要睡着了 感觉到身边一动 迷迷糊糊地靠过去 就被宋献顺手搂在了怀中 早些歇着吧 明天还有许多事呢 明日开始 我要让铁匠铺 开始打造兵器了 谢良辰听到这话 睁开眼睛 宋献在他额头上 亲了一口 睡吧 今天不闹你 有什么事明日再说 接下来 他就要带着北方 好好做些准备 准备与皇帝争个高下 秋收季节 如果站在郑州的一处 高山上往下看 就会吓一跳 田里的浓雾快速被收割 路上伸口车 一个跟着一个 一批人收割离开之后 换成一批小娃娃们 这些孩子捡大人们 漏下的庄稼 一个个的排着队 也是听号令干活的 整个郑州 不分是谁的底 一起听村里县里的安排 将所有能用的人 车 牲口 农具 都用上 几天功夫 就将农物和药材 都收材好了 赵州比郑州 稍慢了一两日 紧接着 两州腾出的人手 就去了定州齐州 北方的活计坐好了 众人一路往南去帮忙 往常时候 即便人手不足 秋收也就是晚上几日 可现在不一样 因为有战士 人心惶惶 能有人帮手 自然再好不过 赵州最近的农州 之县都前来感谢 这些人真是厉害 务事齐活 干活也利落 忙了一整日 歇着的时候 还吃自己带的干粮 农县之县 带着村民来送饭食 领头的孙家村 李正的长子孙长兴 收下了一些吃食 让人将答谢的银钱 拿回去 眼下这样的时候 就是要互相帮衬 千万不要太可惜了 我们带着干粮已够 季县之县再次失礼 等到郑州的人离开了 大家开始议论 那领队的孙长兴 看起来不过 十六七岁的样子 都说郑州的人厉害 还真的是 这么小就如此闯荡 将一切都安排得 妥妥当当 季县之县看向县卫党 郑州用的那些农具 都是事先备好的 还有那些牲口和车 往后我们也得跟着学一学 同样是秋收 在人家手里 就是不一样 让郑州的人传授经验 他们也没有丝毫地隐瞒 还留下了几个农具的图样 那些农具都很简单 与从前他们用的 只是有很小的变化 不过用起来就顺手得多 自从郑州访车出名之后 不少擅长这些的工匠 都前去郑州 郑州尾时留下了许多人手 现在这些人的好处 就都显出来了 季县之县也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 逐渐生出与郑州 赵州十分亲近的心思来 往深秋 就是对宋节都市的感激和敬佩 要知道 他们农州不止一次 被宋节都市的人帮忙了 鲁王和朝廷开战之后 不少贼匪也跟着作乱 他们不挨着边疆 束手的兵马不多 立即就吃了大魁 让山匪近村伤到了人 最后还是宋节都市市一援手 将周围的贼匪搅了个干净 今年要收到不少流民 流民进城需要粮食 还可能带来十亿 我们也得仔细这些 不能阻让别的州来帮忙 这样的时候 谁都有一堆事要安排 县位应声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八十八集 其实 几个周线都商议好了 但凡这时候需要帮忙 只要知会一生 尤其过些日子 面对流民和实义 光靠一两个周线 无法做好 大家齐心协力 才能渡过难关 几乎是同时 身在禄州的宋启镇 正在与昭义节度使一事 大战一开始 鲁王就将几个周的粮食 都争作了军粮 当地百姓 偕老服幼地奔逃 尤其是最近的禄州 泽州 商州 城外已挤满了流民 昭义节度使道 近一些的泽州 不让流民进了 因为朝廷在泽州步兵 怕鲁王的人手 会入流民之中 泽州城门已关 所有人都盯着陆州了 朝廷那边 是什么意思 若是朝廷答应 让陆州收流民 至少会调拨些粮食 昭义节度使摇头 我们的公文早就递过去了 一直没有答复 皇上 现在只顾得对付鲁王 对付鲁王就要有足够的军需 皇上恨不得一股作气 将鲁王拿下 撂动了太多兵马 人吃马胃的 一日要消耗多少 便顾不得其他了 不至于 大旗建朝这么多年了 这库中还是有些粮食的 要么皇帝觉得 这是小事 要么就是不想给北方粮食 也不排除有人在其中谗言 现在皇帝如同金弓之鸟 对各处的节度使 都存着一份防备 我们怎么办 宋启政也算是看清楚了 加上这些日子 与镇州时常通家书 与宋县也有过公文往来 心中拿定了主意 人命是大事 有些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早就已经支撑不住了 在好些日子 恐怕要上了不少性命 北方几个州县 都在急着求收 粮食不一定够用 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也是这样思量 没开城门之前 先腾出地方安置流民 路周不够 就往北去 让所有官吏都准备好 流民进来 可不是打开城门那么简单 管控不当 就要闹出事端 等到都筹备好了 再让官吏引流民 将人安排到该去的地方 尤其是生了病症之人 一定要分隔开来 面对这么多的流民 没有一些底气 绝对不敢开城门 下了决定 宋启政和朝邑杰度使 正要各行其事 宋启政就收到了信函 他看向朝邑杰度使 我家长媳 嘉安郡主带着人过来了 朝邑杰度使脸上露出笑容 有了嘉安郡主来帮忙 他尾时安心了不少 两日之后 鹿州城门缓缓打开 外面的流民立即涌入城中 虽然早有准备 鹿州的官员见状 还是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没有事先做了一番安排 现在定是乱成一团 进了外城之后 内城城门口就有官吏接引 将流民带去相应的流民锁 生了病的立即去见郎中 简单的一番安排之后 流民们被带去了落脚之处 远远的就闻到一股香气 几口大锅 里面熬着热腾腾的粗凉粥 猪愁得立柱不倒 流民们看着那些饭食 周围灯食一阵鸦雀无声 排好队来领招 每个人都有 不要争强 饭食下了肚 流民神情才轻松了些 波折这么久 终于活下来了 谢良辰在人群中穿梭 至少有一半人的症状 可以用成药 这样一来 郎中和医工就轻松了许多 不远处传来一阵哭声 妇人抱着孩子给郎中跪下 我就知道来陆州 能有一条活路 我们没选错 牙医将地上的妇人搀扶起来 劝说道 先给孩子治病 再做别的打算 谢良辰听到 身边的陈玉儿叹了口气 阿姐 每次看到这些百姓 我就想起郑州遭难的情形 多亏我们有姐夫在 否则可能也是这般 谢良辰点点头 若非送县 北方也无法像现在一样安定 整日里战乱 想要做点什么 更加不容易 也只能背井离乡 看到黑蛋跑过来 谢良辰道 出二辰东他们呢 几个哥哥这久过来了 我再过去催一催 刘明所的病患不少 风餐露宿 受了风寒的居多 也有些病重之人 有患杂役的迹象 谢良辰从安置病患的院子里出来 就看到陈初二 陈仲东 带着几个人等在那里 我在安置 刘明的地方走了走 可以找到不少人手 纸方 毛毡房里有许多活计也不难 只要想学就能做到 过几日 府衙就会和刘明说起此事 你们同几个管事 一起过去选人 战事没有那么快平息 刘明不可能全都挤在刘明所 眼下最要紧的是将刘明安置好 安置刘明 不是每日将他们丢在刘明所中 让他们领粮食度日 这样绝不是长久之计 能以功代阵的 让刘明做些活计是最好的 八州和北方各州都需要一些人手 尤其是八州之地 因为连年战祸 户籍数目锐减 今年春耕 即便是事先筹备了不少 却还是有不少田地没来得及耕种 眼下虽然不能耕地了 但是还有脂肪熟药所 脂肪和铁匠铺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89集 刘明所毕竟简陋 天气越来越冷了 寻到活迹的人都会有更好的住处 冬日也就不会那么难熬了 还想要返回乡里的人 会给一些粮食 让他们路途上用处 那些做不了活迹的 又因为种种缘由不能离开的人 可以暂时留在 刘明所 这样一层层筛 刹剪过后 那些居心不良 或是本来就品行不端的人 也就更容易辨别 程老太太和高氏来的时候 已经有刘明 动身前往八周了 高氏坐在罗子车上 已经一炸了的 宇成老太太说话 哎呦大伯娘 咱们来晚了 你看看 已经有人动身了 怎么会这么快呀 到底是雅鼠的老爷们厉害 办起这些事 雷厉风行 去年村子里请先生时 我还盼着黑道啊 能够做官 现在想一想 还是算了吧 我家黑道脑袋小 半不明白这些 真的考中了做官 天天想着安排这个那个 哎呦 还不得丑死他 总不能让他 整天去找他阿姐 想主意吧 你想得还真长远 哎呀 大伯娘不是总与我说 凡事要多想想 程老太太听到这话 不禁露出笑容 高氏将毛毡拿过来 盖在程老太太腿上 哎呀 您说您 这会留在家里不好 非要出来 大姐劝说您也不听 现在代州和村子里 有少元和阿音在 我就更不用挂念了 趁着腿脚利落 也好多出来走走 那天走不动了 你别是抬我 我也不来 是 您说的都对 哦 对了 大伯娘 前日里 我看您的账目上 画着一些 从没见过的图 那些是什么呀 什么图啊 那是我写的字 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 非说自己写的是字 问题是那些字 除了老太太自己 谁也不认识 啊 就您写的那个 一根棍上面 长了两个树叉 那是什么字啊 那也看不出来 高氏摇摇头 一个圆圈那是蛋 一个卷起的尾巴那是猪 尖尖的嘴是鸡 长竖叉的 不知是牛还是羊 这两个牲口价钱 可是差不少呢 是牛 对不对 哎 别说出去 明白了 您放心 除了媳妇之外呀 别人绝技看不懂 陈老太太颇为欣慰 她整日将账本给高氏看 总算是交出了半个学生 可见 做先生也是不容易呀 大伯娘 我跟您打个商量 下次呀 将猪尾巴画长点 其实猪尾巴没那么短 让车夫赶快点 良辰顾不过来 职房的人手啊 还得你跟正式去学 正是这些日子啊 定是累坏了 咱们就早点到 也好多帮尘帮尘 高氏应声 刘明的安置 比朝一节度史 预想得还要顺利 这两日 他总将笑容挂在脸上 陆州接收刘明这桩事 可以在地方志上 留下一笔 北方所有州县 难得齐心协力 救济刘明 救了这么多百姓 让人欣慰 后世之人看到这一段 也会赞许 他们所有官员 都脸上有光 宋县还没被封为 节度史之前 东黎先生就写信函给他 他相信东黎先生的眼光 但终究百闻不如一见 经过流明之事 他隐隐觉得 眼前的正局 可能还要有一番大的动荡 宋县渐渐不去遮掩锋芒 而北方的州县 皆有追随宋县的意图 渡家 秦家 以及与宋县正要好的催归 整个北方动起来 比鲁王的势头更盛 等皇帝镇压了鲁王 回过神来就会发现 已经无法制约宋县了 更何况 除了北方之外 宋县与越州之州来往甚多 这次西边战乱 北方的户物都要往东边和南边去 借着户物往来 互通有无 所差的 或许只是时间了 到时候机会来了 一切可能都会顺理成章 最近他得寻个机会去见见东黎先生 大部分的刘明都离开了陆州 还有几拨人要往新州去 这次做好了 往后再有刘明到 也是如此安排 见到这样的结果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郑氏与高氏 也从刘明中 寻到了不少女眷 这些女眷 愿意去镇州的织房 陈老太太拉着 谢良辰的手 颇为心疼 这件事了了 就好好地在家歇歇 可可 这脸又瘦了一圈 谢良辰靠在陈老太太肩膀上 哪有那么多啊 从镇州离开之前 孙女儿还胖了些呢 现在父母都在身边 她可是半点烦心事都没有 这次来陆州 宋县还思量了许久才答应 生怕路上不太平 她跑来跑去惯了 这点路对她来说算不得什么 可能是事情都做好了 这样想着想着 就有些睁不开眼睛 好像片刻的功夫 就会睡过去 马车很稳当 谢良辰原来想着 在车上多与外祖母 说说话 可刚说完 子庚与东黎先生 读书的事 谢良辰就又睡着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 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九十几 高氏看着 靠在车厢旁 安睡的谢良辰 不由道 当我听到读书就发困 陈丫头也会这样啊 大伯娘下次 再说点别的 秋收之后 不光是陈子庚 黑蛋他们跑完这一趟 也要回去读书 刚放下农具 就得拿起纸笔 郑州村中都赚了银钱 陆陆续续的 也都请了先生去 从采药 熟药 到如今的 做线碎和粉蜡纸 雅鼠动辄 就要文告贴出来 县里还有书阁 书阁中放着 谢良辰等人画的药材图 药材图上 有许多关于药材的药性 若是识字的人 一看就知晓 还有熟药所的那些 熟药的法子 也是挂在熟药所里的 随便让人看 认得字 学起来就比旁人要快得多 从前都说 读书将来要做官 可是一个县里面 能出几个官老爷啊 穷苦家的孩子 想都不用想 现在他们切身体会到 读书识字 可不光是为了做官 识字的好处可多着呢 将来想要走得远 就得懂学问 走商 论价 算账 造访车 哪个不需要读书啊 郑州这样做了 赵州定州也跟着效仿 北方自己就有许多纸房 卖给村中给孩子们读书用的纸 都是平日里做得不太好的那种 但盛在价格更便宜 大家都能用得起 高氏有一次走在村中 听到老七家弟媳妇训斥孩子 知道旁处哪有这样的好事 先生和纸笔都是村里买好的 你还不好好读书 你对得起谁 高氏是深有感触 回去将到处疯跑的黑蛋打了一顿 读书写字的银钱 都是村子省下来的 这样的生活哪里来的 还不是打走了疗人 大家辛辛苦苦 赚银钱换来的 狗子看不到 都比自家儿子用功 越想越生气 小木棍抽得呼呼响 将黑蛋屁股后面 攒了许久的尘土 都抽了出来 陈家村现在家家户户 都多了个烦恼 都是聚在一起说 自家孩子书读得如何 谁在族学中被先生骂了 转头就被家里大人追着打 从前谁敢想 在陈家村还能瞧见这样的情形 高氏这一思量便扯得有些远了 等回过神来 发现陈老太太一直没有说话 她刚要凑过去再说两句 陈老太太示意她 不要弄出动静 免得吵醒阳臣 旁边的陈玉儿 安安静静地坐着针线 不时将谢良辰腿上 滑下来的毯子盖回去 谢良辰这一觉睡得很沉 几乎忘记了自己在马车中 连续几日都是如此 从陆周一直睡到行周 谢良辰依稀知道 过了行周城 马车停下之后 外面天色已黑了 她刚想要问到哪儿了 就发现外祖母 高氏和育儿都下了车 车将帘子被掀开 一个人走进来 谢良辰揉了揉眼睛 瞧见了宋县 四目相对间 谢良辰先是正了一下 而后开口问道 你怎么来了 这是到哪儿了 总不是回到郑州了吧 谢良辰想起身 却被宋县一把拉住 慢点出来 这里窄 出去我帮你走 不用 我不累 睡了好几天了 我知道 外祖母让常月给我送信了 啊 所以 外祖母为何要将这件事情 告诉宋县呢 或者 我想错了 外祖母是说了别的 顺道提了一嘴 谢良辰要跳下马车时 宋县还是伸手一捞 将他稳稳抱在了怀中 管师妈妈上前掌灯 他们一行人走进驿馆 谢良辰伸头 看了一眼这驿馆 他眼熟 是在赵县附近 放我下来吧 一会儿被人瞧见了 那怕什么 我们早就成亲了 成亲了 就敢在外面任意妄为 你要害羞就靠过来 瞧不见就没事了 这么做 是我看不到别人 还是别人看不到我的脸呢 都行 我又不傻 他看不到别人 就不会臊了 别人瞧不到他的脸 也知道宋节度时报的是谁 傻一些也没关系 我不嫌弃 谢良辰还是将头 靠在了宋县身上 倒不是眼不见为净 是因为这样很舒服 进了门 他被放在了床上 宋县拿起被子 就要盖在他身上 谢良辰看了一眼门外 等一等 外祖母去哪里了 二舅母和月儿呢 黑蛋他们没有过来吗 我还没有梳洗呢 谢良辰话还没说完 肚子就咕噜一叫 宋县定定地望着他 满脸都是笑意 我让人备好了饭菜 等一会儿就去吃饭 谢良辰要起身 却还是被宋县拦住 许先生也与我一起来的 先让许先生给你看一看 啊 先生也来了 为何要让先生给我整脉啊 谢良辰立即感觉到了不寻常 宋县又整理了一下被子 轻轻拉了拉他的手 没什么大事 先别急 我去请许先生 宋县起身走出去 片刻之后 许厅真进了门 谢良辰一头雾水 不知晓到底是什么情形 许厅真坐下之后 伸手拉起了谢良辰的手 谢良辰看着先生 又瞧了瞧站在旁边的宋县 宋县似是有些紧张 眉头微微皱着 这气氛着实古怪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悦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被您领衔演播 许久 许久 许先生才挪开手 看着谢良辰的眼睛里含着笑意 平日 平日里让你多学学切脉 你不肯听 否则哪里还需要我跑这一趟 都怪我 刚将母亲接回来 就到了秋收 陆桌这边还要安置刘敏 为是让她太辛苦 顾不得去看医术 好了 我又没说什么 这就护着了 就算真下了功夫 没有几年的经验 也不敢说 先生 良辰迈向如何 让陈老太太猜对了 我可有这么个长辈在身边 先生是说 我 你啊 现在是双身子的人了 谢良辰有些不敢相信 他明明没有什么感觉呀 怎么就怀了身孕了 我真的 我真的要做母亲了 宋献出去报喜 将陈老太太请进屋 陈老太太笑着道 我就说是吧 这个丫头啊 盼点没察觉 您怎么能想到 若非是他相信 许先生医术不会出错 恐怕要质疑 到底是不是真的了 平日里精神的跟什么似的 这一路上你睡了多久啊 不过 这胃口倒是还好 与平日没什么差别 也可能是月份还不到 还得是大伯娘 眼神比谁都好 陈老太太心中欢喜 外孙女儿怀了身孕 她第一个知晓喜讯 回去之后定然要给造王爷上一柱高香 好了 饭菜都做好了 用了饭啊 也好歇着 陈老太太和许天真高视出了门 逆直站在床边的宋献 这才缓缓坐下 她拉起谢良辰的手 轻轻地摩缩着她的手背 谢良辰看向宋献 这是 真的 宋献清澈的眼睛中 如同蒙了层薄雾 她轻声道 是真的 我们有孩子了 我虽然早就盼着 到了现在 也是有些不敢相信 遇到你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一日 有自己欢喜的人 有这样一个家 还有自己的骨血 宋献轻轻摸过谢良辰 将她拢在怀中 依偎在宋献的怀中 她也没有想过 两个本没有关系的两个人 心细彼此 如今又有了孩儿 就像是从此之后 她与宋献也血脉相连了似的 前世她也过了那么多年 但不知晓 还能过得如此不同 宋献拿来场衣给她穿好 服侍她穿了鞋 谢良辰刚要下地 却又被宋献抱起 走 用饭去 放我下来 我自己能走 这些日子太辛苦了 你好好歇着 看样子 真是由言不敬了 好 那你就抱着吧 怀胎十月 一直别放下来 好 别说十个月 便是一辈子我也能抱的 自从被许先生 诊出有孕之后 谢良辰身边 就多添了几个婆子侍奉着 回到郑州陈家村 宋老太太也来探望 陈家村里 明明大家都猜出了喜讯 但见面都不提及 恐怕惊到了胎神 梁淑英道 这消息 先不让人知晓也好 现在梁晨月份尚小 稍有个风吹草动的 可能都会惊着 皇上又放心不下 宋献和他们广阳王一脉 万一有人从中作梗 宋献看出了岳母的担忧 一声道 母亲安心 我托派了人寿照应 不会让皇帝 或是鲁王的人上前 杨淑英信得过宋献 她不放心的是皇帝 她之所以死里逃生之后 没有向皇帝说出自己的身份 都是因为被伪王和撩人围攻之后 父亲母亲有所察觉 母亲与她说 皇帝表面上大度人善 实则不知怀着什么心思 就算当时没有找到真凭实据 但是她心中几乎能够认定 母亲兄长的惨死 与皇帝有关 本想着揭穿肖心宗之后再去查 哪知最终的重担 落在了梁臣身上 杨淑英让谢良辰歇着 她走去了外间 宋献很快也走了出来 杨淑英看向谢少元和宋献 我们去东屋说说话吧 三个人一起到了东屋坐下 宋献给岳父岳母奉了热茶 杨淑英斟酌了一下才说 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们没说 现在良辰怀了身孕 我琢磨一下 还是说出来的好 大家也有所防范 宋献点点头 你们应该看过卢王 让人写的那些习文了 现在又有一些传说说 皇帝觊觎我母亲 阿淫 难不成你是知晓些什么 可能是真的 谢少元脸上一闪亚异 广阳王府被围困的时候 曾有人想救母亲与我出去 但被母亲拒绝了 那是皇帝的人 我听到一言半语 母亲让那人设法搭救父亲 那人不肯 还劝母亲要往前看 这个畜生 宋献想起 良辰入宫那次 曾察觉到被人偷窥 再想想岳母这番话 之前她就有所怀疑 如今果真被证实 良辰有了身孕 再有这样的传言 不要让她知晓 免得饶她心神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92集 还有一些内情 杨淑英没说 她被救下之后 因为朝廷要凭鲁王叛军 她没有进京谢恩 皇帝派来了内侍前来探望她 她总觉得内侍一直盯着她的脸 这种感觉很是怪异 鉴于这些 她更加忧虑女儿 谁知道这个心思龌龊的皇帝 会生出什么思量来 皇帝一直无子 眼下 良辰有了你的骨肉 恐怕又要凭空惹出些事端来 我知晓 这君臣已心的戏码 我也不准备与他再演下去了 陆王这一战 皇帝太过急躁 前期朝廷损失太多 反而让更多人看好陆王 如此一来 皇帝如同被置于火上制烤 皇帝心胸狭隘 却不能忍受这样的质疑 应该会生出御驾青城的心思 御驾青城也是一剑猛妖 毕竟是王氏 鲁王应该不是对手 不过如此一来 也会耗尽皇帝一大部分精神 就算皇帝动作再快 也至少需要一年半的功夫 这一年半足够我筹备了 谢少元知晓 宋献一直在做准备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有所动作 要谢谢良臣 北方现在有织机 有铁匠铺 足够筹筹发兵的君子 广阳王也过失这么多年 皇帝偷的皇位 也该送皇回来了 面对这样的暴君 不能忍让 否则他会得寸进尺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尽快将他从皇位上拉下来 可是还有齐王 还没禀明父亲母亲 我知晓齐王一个秘密 足以将齐王置于死地 有些事是前世发生过的 今生送现在查证就容易得多 原本他不想这么早说的 不过为了能让谢少元和杨淑英安心 还是提及了一些 皇帝身边有齐王的人 落王暗中屯兵 是想着有朝一日与皇帝对阵 齐王不一样 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齐王比起两个哥哥 更会使用一些鬼欲伎俩 谢少元皱起眉头 那齐王是想 鲁王先一步谋反 若是皇帝杀了鲁王之后 再被齐王算计 那么皇位自然就落在了齐王手中 前世鲁王没有谋反 齐王已经忍不住先向皇帝动手 所以才会有皇帝病重 齐王进京辅政 齐王还曾写信给他 让他前去效忠 那个时候他已经兵强马壮 与齐再向别人辅小 倒不如将大权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他也起兵南下 他 鲁王 齐王 势必会是一场混战 但他有七成把握 能够赢得天下 那个时候的他 不计死伤 没想过这会是一场什么样的祸事 其实他对王权也没有那么多执念 只是心变得愈发冰冷 只会木然地向前走 就像是一柄沾满了鲜血和杀戮的利刃 真是这样的话 他们兄弟还真是都想到一处去了 皇帝和齐王也必有一争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皇帝不可能来打北方的主意 谢少元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似广阳王那样 一心一意效忠朝廷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形下 惨死在那些阴谋诡计之中 这写一般的教训就摆在面前 多知晓一些内情 掌握局面 的确能让人心安 你说的齐王的眼线 是不是有些眉目了 是 除了宫中那些眼线之外 还会有一个人为齐王筹谋 你说的是徐皇后 这样的时候 抛开皇帝 能够与齐王站在一起的人 也只有徐家和徐皇后了 新帝登基 旧人都要被打压 要想屹立不倒 就要有雍丽之功 宋献没有与谢少元和杨淑英说 良辰入宫去书阁 还是徐皇后的安排 徐皇后会不吃小皇帝的心思 徐家人他们都见过 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会毫不留情地去加害旁人的性命 而这次就是要让他们自食恶果 杨淑英看向宋献 你也不用太担忧 尽全力就好 无论祸福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宋献心中一暖 谢谢母亲 傻孩子 杨淑英一笑 在他眼中 宋献不过就是个二十来岁的孩子 没想到提及这些他还会害臊 你祖母和良辰这边我们会好好照应 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去做 宋献再次应了 去吧 我准备了一些吃食 一会儿让人送进去 你与良辰再歇一会儿 自从知晓良辰有了身孕 宋献就一直在旁边仔细护着 生怕他磕着碰着似的 他看在眼中 如果这样担惊受怕十个月 那还得了 宋献向谢绍元和杨淑英行礼 回到房中 谢良辰正在看刚刚做好的墨块 墨块里淡淡的香气扑鼻 这里面没有用类似舍香之类的香料 有孕之人闻到也不会伤到胎气 不过谢良辰还是觉得有些不舒坦 看来我这是害喜的症状了 以后看这些墨块的事 恐怕要交给阿弟了 谢良辰轻轻粗眉的动作被宋献看在眼中 他伸手将墨块拿开 又用帕子给谢良辰进了手 不喜欢就不要看了 墨块都差不多做好了 交给海上那些卖的也很好 那不一样 大琪有不少擅长做墨块的字号呢 我们想要推这种墨块 就要尽量做得更好 否则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新鲜 发现太多短处之后 可能就会气之不用了 那我们岂不是白费力气 还会砸了郑州的招牌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93集 宋献将谢良辰的手 拉起来闻了闻 确定没有墨味 不会让他再不舒坦 这才握住他的手指 习惯性的食指纠缠 卖给海商的时候 为了引出李陶 特意压低了墨块的价钱 正式买的时候 价钱要提高三成 这价钱和墨块的好坏息息相关 我知道了 宋献的思绪忽然飘得很远 他喜欢听良辰与他说话 不管是什么 都让他有种踏实亲切的感觉 谢良辰知晓 宋献想的定然不只是墨块 但又拿不住他到底在思量些什么 看到谢良辰疑惑的神情 宋献低下头 现在可真好 有人为我筹谋 有人为我担忧 谁为了你啊 不是说你 我是说父亲 母亲 刚刚母亲叫我出去 还是担忧朝廷向我下手 我便说了一些前世的事情 告诉母亲亲王早有准备 等到皇帝解决了卢王 亲王就会设法夺权 所以 只要我们有所准备 就不会被他们献算计了 谢良辰点点头 母亲听了还劝为我说 只要尽力就好 不管复活 你家人都在一起 谢良辰心中也暖暖的 宋献沉默半嗓 故意又靠近了他些 我觉得母亲心疼我 比心疼你还多了些 七夕扑在谢良辰的耳朵上 他笑着躲避 两个人就这样一个推 一个靠过来 在床上闹成一团 谢良辰笑了半嗓 忽然捂住肚子 宋献立即紧张起来 后知后觉的发现 闹得太过了 怎么了 谢良辰板着脸 片刻之后就忍不住 又笑出声来 没事没事 只是笑得肚子疼 宋献将他抱在怀中 与他食指相扣 身体浅浅浅浅地 缓缓摇晃着 就像是 在哄强宝中的娃娃 犯人的事不用担忧 你却有我 只要你们都好好的 我就什么都不怕 京城 转眼就到了十一月 朝廷兵马连连告捷 京中的气氛 也好了许多 正阳宫中 徐皇后微微皱起眉头 消息可做准了 做准了 嘉安郡主怀了身孕 孰季已经快三个月了 徐皇后手中 是刚刚画好的童子图 听到这话 她手一松 童子图落入到碳盆之中 灯石烧了起来 徐皇后想起自己 唯一一次怀上身孕 喜讯刚刚抱入宫中 晚上她就见了红 太医院来了御医看诊 用了不少的药 她却没有因此好转 到了夜里肚子疼得愈发厉害 太医的意思是 她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可若是她那个时候知晓 自己往后余生都没再能有孕 或许反而不会哭了 心如死灰 没有了任何期盼 三个月了 现在才有消息传出来 可见北方那边 已经被宋县牢牢地把控住 不要说我们 皇上留在那边 有多少眼线 其实班科 居然都打听不到实情 当时去巴州的官员 可是皇上精挑细选的 如今可有什么用处 光从这一点上来看 宋县尾时可怕得很 不声不响地 就将那些人都挑剑出来 该杀的杀 该收服的收服 前前后后 用了仅仅不到一年的功夫 女官知晓 薛皇后心中不舒坦 低声道 这不也打听到了吗 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还能瞒到生不成 这样一味遮掩 岂非更加刻意 都让皇上觉得 宋县和广阳王一脉 是在防备着朝廷 娘娘的意思是 宋县是故意放出了消息 不早不晚 让人挑不出错 不用问也知道 谢良辰这台已经坐稳了 镇州有那个许厅真在 他们又借着官要局 笼络了不少的郎中 这么多人 还能照顾不好一个谢良辰 这一台 来得太是时候了 如今证据不稳 宋县有了子嗣 将他和广阳王一脉 联系得更紧了 一切都像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连他都这么想 巴州的百姓 和那些拥护广阳王的人 自然更会如此思量 谢良辰这一怀孕 无形之中 又算是给宋县增添了助力 屈皇后皱起眉头 他早就发现 宋县是个难对付的 没想到 一切来得比他预想得还要早 这样的局面太过危险了 但也不是束手无策 若皇上解决了鲁王 立即转回头来对付宋县 大吉的江山 或许还能顺顺利利地传承下去 或者 更好的方法 是在对付鲁王的同时 腾出一只手来拿捏宋县 但显然 皇上已经被鲁王激起了怒气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甚至他觉得 打压了鲁王之后 皇上会立即处置齐王 早就忘记了 齐王是他的兄弟 大齐王朝还需要他们一脉来支撑 内侧进来禀告道 皇后娘娘 齐王 齐王是子 齐王是子来正阳宫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娘娘 齐王是子向皇后行礼 皇后看过去 他的脸色不是很好 垂在身侧的手 微微有些发颤 这是怎么了 又遇见什么事了 方才 宫中又抓到了一个内侍 说是鲁王的眼线 殿前司的人 就在我面前将人打死了 吓着你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泥 由唐宝哀寺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部 B594集 等到宫人退下 齐王是子忽然上前一步 飙开袍子 跪在了皇后面前 娘娘 您救救我 我可能活不成了 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快起来 娘娘 这次您一定要再帮帮我 发生什么事了 皇后说着 看向身边的女官 女官摇摇头 显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今天抓到的 今天抓到的内侍 曾在我跟前侍奉过 不是 是我和鲁王世子一起进宫之后 那个内侍就在 他先是跟着鲁王世子 之后又调给了我 我与他没有说过几句话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个眼线 徐皇后听到这里 暗自松了口气 原来是为了这个 可是皇上让人问你话了 皇上还查了那个内侍的祖籍 说他的族人都在父王属地 提及这个 鲁王世子眼中满是慌乱 皇后娘娘 你说皇上是不是觉得 这眼线是我父王派来的 鲁王世子本来十分聪慧 经过鲁王世子这桩事后 突然变得战战兢兢 颇有些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的意思 尤其是他听说了 鲁王二子的惨状之后 情形就愈发地严重 鲁王起兵谋反 皇帝命人抓捕鲁王一家 鲁王逃脱了 可鲁王妃和幼子 却被禁军拿住 押戒入京 鲁王妃在押戒途中 自尽身亡 剩下一个鲁王二子 皇上念其 那孩子少年幼 便命人将鲁王二子 关押起来 鲁王二子 经历了父亲谋反 他和母亲被捉拿 母亲又自尽身亡 惊恐之中得了疾病 没几日就夭折了 当然 这是对外的说法 齐王世子亲眼看到了 鲁王二子的惨状 一日早晨 他突然被叫起来带出宫中 马车到了一处宅子前停下 那时撩开帘子 让他目睹了 鲁王二子的尸身 被人从宅子中抬出来 那尸身就停在他的面前 让他看了个清清楚楚 鲁王二子的尸身 蜷缩成小小的一团 一双眼睛还不甘心地半睁着 手指都被他自己给啃破了 那个时候他才知晓 内侍和工人将宫门封上 不往里面送饭时 鲁王二子是活活被饿死的 夜里面他不敢睡觉 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 满嘴是血的鲁王世子 还有那恶得面容恐怖的 鲁王二子 没事 只是问话罢了 你不要放在心上 娘娘 我都知晓 他知晓 皇上猜忌父皇 将他困在宫中 给他看鲁王二子的下场 都是在警示他 宫中内侍每日都来与他说话 看似是闲聊 实则是向他探听消息 娘娘 我不是父王喜欢的儿子 鲁王世子与我说 看似我们是被挑选出来的 实则 我们都是被父王舍弃的那一个 唉 徐皇后叹了口气 到底还是鲁王世子有心机呀 居然在这样的情形下 还能偷偷地影响 齐王世子的心绪 这种话不准再乱说 两人听到了 会如何向你父王 齐王世子额头扣在地上 紧接着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 徐皇后看到这一幕 听到你再也不要提及了 那是没的选拨 宫里唯一能帮他的只有本宫 如果没有本宫 他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那也是好事 前朝的高宗和太宗的高皇后 还不就是如此 高宗一生都对高皇后恭敬 甚至剩余他的生母 这也正是徐皇后所求 安安稳稳坐了太后 扶着徐家再走上一程 她也算是为徐家尽心竭力了 徐家怎么样了 都安好 只不过国舅爷身边多了些眼线 由着皇上去吧 不要让国舅爷在身边 谁叫他长子在福州任职 岳杖是福州节度使 虽说他岳杖没有与鲁王一起谋反 但私底下与鲁王有往来 我要庆幸皇上早一点发现了鲁王的意图 否则很有可能徐家在不知不觉中 就站在了鲁王那边 当时皇后知晓鲁王谋反 冲进正阳宫打了他 除了怪罪他没有进中宫的职责之外 也是因为对徐家有所怀疑 从徐元玉为杨武做出那些事 到鲁王谋反 他带着徐家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这次也一定会成功 告诉国舅爷 让人盯着送线 北方有任何举动 都要让皇上知晓 女官应声 皇上这些日子 饭食用得怎么样了 徐膳房说 皇上用得不多 今天太医院的唐御医 还去给皇上请了卖 皇上最信唐御生 这些年来 一直都让唐御生整脉 当年他唯一一次有生孕 也是皇上吃了唐御生的药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九十五集 皇上也曾寻过其他郎中和太医 往阳王妃在世的时候 也为皇上诊治过 也是束手无策 只让皇上顺其自然 绕了一大圈 最终还是唐御生 这些年 宫中时常进心人 外面人都不知晓 可徐皇后却清楚 没有唐御生的药 别说盼者生育子嗣了 只怕那些新人 都进不得宫 想到这些 徐皇后露出了 计窍的笑容 没有子嗣 怪她这个忠宫吗 若真是她因为忌妒 不想让旁人怀孕也就罢了 可说到底 根源并不在她这里 去给新晋宫的两个美人 送去赏赐 还有一人一个童子图 让他们好好侍奉皇上 希望能早些为皇上 担下子嗣 尤其是那个徐美人 皇上在宫中四处抓人 就没有想想 那些新选上来的美人 为何有一个 与广阳王妃如此相想 大殿中 唐御医为皇上请了脉 退后两步站在一旁 皇上 皇上揉了揉额头 淡淡地道 怎么了 皇上这些日子 不应太过劳累 否则 身子恐怕守不住 现在 连你也要拦着阵了 微臣不敢 微臣 还是那句话 事在人为 皇上的病症 好好调养 定会好转 那就是了 立刻开药来 杜正在旁 欲言又止 皇上最近用的药 有些太多了 一边攻打鲁王 一边后宫 敬了几个美人 这样前朝后宫 一忙碌 恐怕身子 会有亏空 他好不容易 才劝住皇上 可是收到 家安郡主 怀了身孕的消息 皇上立即又改了主意 传了唐御医前来 皇上 这些事都能缓缓办 您还是 不用说了 能调养好朕的身子 你便是大旗的功臣 有什么心愿 只管与朕说 朕都能帮你达成 唐御生攻身谢恩 微臣无所求 只愿皇上安康 皇帝向唐御生挥了挥手 靠在龙椅上闭目养神 可能是为战士 国事太过劳累了 他总是觉得没有力气 宫中心境的那几个美人 看笑貌都是好生养的 甚至有一个许美人 与当年的广阳王妃 有三分相似 他心中伸出迫切的想法 想要许美人为他生一个孩儿 许美人也一定会怀上他的子嗣 他一连半个月都睡在许美人那里 昨夜却不能成事 幸好有唐御生在 唐御生定会为他调好身子的 就快了 卢王吃了几次败仗 军性溃散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杀掉卢王 到时候 后宫再有人怀上神韵 那就一切都好了 我还是春秋盯盛之年 还有精神 慢慢收拾其望 对了 还有宋献 和那些个解肚使 一晃就从冬天到了春天 谢良辰的肚子渐渐隆起 算一算 已经有六个多月了 再有三个多月 孩儿就要与他们相见了 谢良辰看向桌岸上的吃食 那是一盘米糕 不过米糕做得不太齐整 一看就不是外祖母和母亲的手艺 是大爷做的 谢良辰看向身边的张妈妈 张妈妈是宋老太太身边的人 做事十分妥贴 自从她有了身孕 张妈妈就贴身照看 是 大爷今天起得早 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个多时辰 我想要上前去帮忙 大爷还不肯 大爷做好之后啊 我尝了一块体相不太好的 味道倒是不错 您可以安心用 谢良辰忍不住笑起来 张妈妈不是心疼宋献出入造房 而是怕宋献做出的东西吃不得 也难怪张妈妈会这么想了 宋献的手艺 尾食是不太好 十次有八次都要扔掉 外祖母有一次见到 心疼了半赏 见到宋献 就让子庚堵住造房的门 谢良辰吃米糕时 成老太太进了屋 瞧见她手中的盘子 就知道外孙女婿又霍霍吃食了 从前每次看到外孙女进造房 拍着心跳的就不做主 现在瞧见外孙女婿进造房 她简直就要喘不过气来 你说说 外孙女婿做什么不好 怎么就盯上了造房 早爷也不知道脱脱梦 让外孙女婿离得远远的 成老太太坐下 赵丽和没见面的曾孙说话 好孙儿 咱们女孩不拿针线 男孩不进造房 谢良辰看着外祖母 脸上满是笑容 外祖母啊 我听说男孩孝母 女孩孝父 若是反过来要怎么办呢 成老太太没想过这个 男孩不拿针线容易 女孩若是不进造房 那曾孙女就不学女工 也不学烧火做饭 谢良辰仿佛能想到 外祖母拦着女儿 不让她碰针线的模样 高氏刚好进门 听到这话道 这也不学 那也不学 那还能学些什么 那可多了去了 跟许先生学药理 还能读书写字 为何非要学内心啊 我呢 外孙女 良辰做的饭食可好吃了 这也不往下传 不传 臣丫头就好好养着 之后啊 也不用进造房 大伯母 您到底是心疼良辰和宗孙女 还是心疼造房里的米 油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寺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言不 第596集 外孙女进一次造房 能把十里八村的孩子都招过来 一个个的站在院外吞口水 郑州的村子明明都能吃饱饭了 可这些孩子还跟从前一样 就似是饿了八顿似的 这若是让外人看了 还当郑州的人喜欢饿着自家孩子呢 她是心疼吃食的人吗 她只心疼外孙女 一下子要做那么多 再说了 也不只是米和油啊 她攒了半个月的东西 外孙女一顿饭就全都用光了 这样的家里有一个就行了 现在外孙女婿还动辄来这么一趟 她的造房是招惹谁了 里面可还住着造王爷呢 家里绝对不能再多一个人去霍霍造王爷了 程老太太下定决心 不管好曾孙 是男是女 她都要严防死守 不让人进去 别的不好说 这肚子里的孩子 生出来之后 八成就会算账 梁辰整日里看账目 一整日算筹都不离手 那些木块卖的价钱 都是梁辰和做木块的几位先生 一起商量出来的 高氏一开始 还不太能看得上那些黑漆漆的东西 看不明白有什么好处 总觉得那木块 卖不过他们的线碎和毛毡 第一个月下来 墨房那边每个人分了三辆银子 银钱是不少 但高氏还是觉得 他们更胜一筹 一群大老爷们 整日里造得黑漆漆的 身上含一股子腕 哪里比得上他们的大纺车啊 结果 第三个月开始 木块突然之间卖得特别的好 岳洲那边又有人来学智墨 高氏听岳洲的人和他们的智墨先生说话 要知道 这种墨不用祸祸松鼠 若是能代替松烟墨 对日后必然有好处 高氏虽然觉得好 依旧不服气 总不能让做木块的人给比了下去 他可是记得 每月分银钱的时候 那些男人羡慕的眼神呢 从前在他们眼中 妇人们做不得什么大事 脂肪领银钱的时候 男人们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那种滋味 别提多舒坦了 脂肪里有几个妇人 平日里都被夫家打骂惯了 握着自己赚的银钱 眼泪掉个不停 这些事 一直都是高氏挂在嘴边上的 也是最让他骄傲的地方 脂肪只是赚几个银钱吗 不是 银钱虽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让人有了信心 东力先生说过 这东西是最难得的 既然有了信心 他们怎么能轻易认输 高氏这才想到 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向门外看了看 长月和长童守在门外 两个活门神 眼观六路 但凡不是特别重要的事 都不能来麻烦梁晨 好在 他是梁晨的旧母 有金光傍身 这才能随意出入 梁晨啊 我们的纺车要改建 这是作坊画出的图 你瞧瞧可不可行 谢梁晨将图接到手中 仔细地看 陈老太太埋怨地 看了一眼高氏 永义不是在家里吗 那怎么比得上梁晨 有些东西 四弟也拿不准 这纺车不改也不行 大纺车 是我们镇州县 做出来的 总不能让别人比下去 陈老太太还不知 小高氏的心思 一准是因为 现在墨块卖得好 心中不服气 月份这么大了 这样盯着瞧 小心坏了眼睛 看上一会儿就行了 陈老太太劝说着 这梁晨应声 不过目光 却没有离开那图纸 新访车 准备什么时候坐 我早就琢磨着 用手摇太费力了 不如好好赶一赶 你觉得 这新访车可行 行不行 坐出来看看就知晓了 若是怕坐大访车 太费功夫 就让作访 坐几个小的 若是小的能用 那大的 自然也就没有问题 高氏眼睛一亮 梁晨看了都说可以 那就是真的可行 这些东西 从前都是出自梁晨的手 如今作访的工匠 第一次坐 他们总是心里没底 非得梁晨看过之后 才能踏实 高氏从谢梁晨手中 将图接过来 那我这就去作访 做完了如何 再来与你说 嗯 好 高氏笑着 拿着图走了 谢梁晨看着 他的背影 如今可是不得了啊 一个个的忙得很 你吹我干的 生怕被落下 不只是陈家村 整个郑州 乃至北方都如此 熟药所那边 陈玉儿他们 除了熟药之外 还在育苗 想要在春耕的时候 种一些别的药材 如今 郑州算是 药材聚集之地了 前来北方购药的商谷 都会前来郑州 城内的西市 现在全都成了 药材铺子 隔得远远的 都能闻到一股药香味 苏家那后商 还让管事儿 给许先生送来一些药方 这都是从民间来的 古药方 要请许先生帮忙 看看能不能用 是史高的药方 你怎么知晓 太医院允许药铺 做卖好的史高 我和许先生 一直在改进史高 苏怀青是听说了 这桩饰 才会送药方前来的 不过 苏怀青 怎么会让管事 来给许先生 而不是给我呢 那药方 许先生 也会拿来 和我一起参详的 这样做 岂非是绕了一大圈 之前 秦茂行与他说 要在苍州建熟药所 他答应好了 会帮忙的 苍州建熟药所 是好事 许先生说 苍州那边 为种植药材 育了一些新苗 那些新苗 看起来都不错 很有可能 种得活 这些 应该都是 苏怀青的手笔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了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597集 苏家自那件事之后 全都由苏怀青接掌 苏怀青好似 也没有了 考取功名的思量 一心一意地 打理苏家 父亲回来之后 苏家老太爷 曾写信函给父亲 信中向父亲赔礼 提及苏家 种种不应该 愧对当年 父亲的恩情 父亲将这件事 讲给他听 言语中 没有埋怨苏家 倒是有些后怕 怪自己 太早与苏家 定下婚约 本是怕事情有变 想给他寻个 落脚之处 却差点害了他 谢良辰 怀了身孕之后 愈发明白 父亲母亲 当年的心情 逆心一意地 想要护着自己的孩子 稍稍有个风吹 这些草栋 都会担惊受怕 所以当年 父亲母亲 安排了那么多 苏家那后生啊 人还是不错的 谢良辰在思量 种植新药的事 听了一耳朵 脑子里还是 迷迷糊糊的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程老太太的声音 再次传来 献哥 今日怎么这么早 就回来了 谢良辰抬起头 看到了走进屋的宋县 宋县除了浑身的风尘仆仆 眉眼中带着一抹笑容 看起来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 见谢良辰就要起身 宋县道 你和外祖母好说话 我去梳洗一下 换这衣服 程老太太是个明眼人 外孙女婿回来了 她当然不好在这儿了 免得耽误小夫妻两个说话 她还是心疼外孙女婿的 良辰怀了身孕之后 有一段时间胎气不太顺 吃不下饭 脸色也不好 宋县干脆不去巴州 一直留在陈家村陪着梁晨 巴州有事 她也是快去快回 这么两边折腾着 哪有不辛苦的道理 也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护着 四个月之后 梁晨的身子才好起来 脸上有了血色 也稍稍胖了一些 宋县回到屋子里的时候 陈老太太早就背着手走出去了 怎么样 早起脚有没有主 宋县熟练地握住了 谢良辰的脚 轻轻地捏了捏 她的脚踝和小腿 没有 都很好 孩子呢 有没有闹你 没有 你不是早晨才出去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说牙里没什么要紧事 我只是待人去寻营 说完 宋县坐过来 伸手揽住谢良辰 米糕吃了吗 吃了 先吃了粥和小菜 之后又吃了米糕 前三个月她身子不太好 眼看着就瘦了下去 宋县从外面买了不少吃食给她 她吃不了两口就觉得难受 许先生煎药给她 母亲亲手做饭时 全都没有用处 宋县也是那个时候 学会往造房里跑的 能用的法子都用了 她尾时没办法 明知道连母亲做的 她都吃不下 又怎么可能吃得下她做的 可她还是弃而不舍 从一碗汤开始做 到现在能将简单的点心 做成这般模样 谢良辰心想 多亏她好起来了 否则她倒要反过来 担心送线了 鲁王那边如何了 朝廷夺回了华州 不过南边有兵马 前去与鲁王会合 这一仗至少要打到秋天以后了 皇帝这个月有七日没有上朝 听说是因为操劳过失 染了风寒 但李大人给了东黎先生送来消息 宫中连续进了十几个美人 皇帝为了子嗣日日召见 如今子嗣没有见到 皇帝的身子 反倒是愈发不如从前了 宋献说到这里 眼睛中闪烁着冷意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皇帝也快自食恶果了 那些美人是不是啊 与七王有关 连同太医院里也有七王的人 这就对了 趁着皇上猜忌鲁王和齐王 太医院的人只要顺着皇上的心意 为了皇上的龙寺着想 就能轻易让皇帝就范 要知道 许多所谓的生子药 根本就是助兴的药丸 吃多了必然会伤及根本 孟宿也送来消息 说朝廷在沿海为所大肆抓人 虽说沿海几个州 有不少官员追随陆王没错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背忌了朝廷 现在只要有所亲连的官员全部下雨 弄得人心惶惶 站下去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无辜惨死 为李大人想办法 寻几位御事上奏 先稳住沿海的周仙再说 谢良辰点点头 拉住宋献的手 按理说 大七现在越乱 对宋献就越有利 但是宋献终究不再是 前世那个宣威侯 就算将来会有一战 也不会在那之前 利用阴谋诡计 如此不顾人的性命 宋献伸手将谢良辰抱起来 范围的阳光不错 我给你穿好鞋 我们一起出去走走 谢良辰点点头 虽然宋阿弟对他体贴入微 但是有些事依旧十分执着 谢良辰见了沧州送来的药材苗 却没能见到苏家的管事 明明在那之前 宋献对苏怀卿的戒备 已经削减了不少 难不成 谢良辰想起外祖母和他说的话 说苏家那位后生还不错 他好似还点了点头 谢良辰不禁觉得好笑 春耕很是顺利 虽然战事没停 但是北方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耕地山上都种满了浓物和药材 大家欢欢喜喜地等待着秋收 日子过得飞快 田慧正来的时候 谢良辰正在熟药所看药材 怎么才两个月没见到 肚子一下子这么大了 田慧正跟着父亲去越州才回来 换了身衣服就前来探望谢良辰 夏日里 阳光格外地耀眼 田慧正跑得满头大汗 谢良辰递了帕子给他 这一个多月就是长得快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五百九十八集 田慧真擦了擦汗 笑着道 真是不一样了 我算着 再有两个月就要生了 你呢 这一路上可顺利 还是在外面走商好 我与父亲商量了 日后经常与他一同出去 那 那件事呢 你有没有想好 若是你思量好了 我可以让宋县将程燕昭约出来 田慧真没有思量太久 就摇了摇头 就算见到了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有几次 在村中遇见了 程二爷都远远地躲着 生怕他一鞭子会抽过去似的 其实他哪里会啊 那次就是将程二爷当成了眼线 谢良辰想想 没有开窍的程燕昭 不禁暗地里叹了口气 再说 我与他也不一样 谢良辰知晓田慧真的意思 田慧真是觉得 田家和程家相差甚远 程燕昭整日在军营中 田慧真则打理田家的商队 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 归根究底 还是他们两个没能互相靠近 感情上的事无法劝说 有时候还会越帮越乱 不过田慧真的性子一向爽利 既然想通了也就放下了 那时候 对那个黑暗中身手利落的 程将军有些动心 但这本就是他一厢情愿 之后就再没有了什么往来 该放下的就要放下 田慧真这才拿定主意 要与父亲一起出去看看 这一出去 心情果然好了不少 见识的东西多了 也就不再执拥那些了 我与你说说路上的事吧 这一路上 要说太平也太平 但也遇到了不少事 你知道 外面也有脂肪在做粉蜡脂 知晓我们的商队是从郑州来的 还花银钱 想要收买我父亲 是想要我们代卖他们的货物 最好将他们的粉蜡脂 掺在北方的那些纸张中 我父亲想要打探消息 没有立即拒绝 那些人就说 之前卖过一个商队 那个商队 将他们的粉蜡脂 带去稍远的西南 赚了不少银钱 我父亲将那些人的底细 摸了个清楚 还找到他们的小作坊 后来被那些人察觉了 双方还动了手 那些人还想遮掩 却不知我们早就告知了雅鼠 父亲生怕他们与雅鼠有所勾结 刚好父亲认识临线的线位 整桩事情解决得很好 也算是有惊无险 你第一次远走 就遇到这样的事 可害怕 还好 将那些人抓住 找到他们的账目时 我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不肯好好地做生意 想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小伎俩 可知晓北方为了做这些粉蜡脂 用了多少功夫了 好不容易才有了些名声 不能让他们这样 以此充好的给败坏了 要知道 现在南方的几处老脂肪 也自己做出了粉蜡脂 质地和价钱 与我们北方差不多 一不小心就会让人比下去的 嗯 我也听说了 毕竟粉蜡脂在前朝就有了 只不过经历了战乱 如今会做的人很少 我们先一步寻到了方子 早些将这些纸件做出来 算是抢了先机 既然卖得好 其他脂肪也能试着做 其他脂肪可以做 甚至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 这些都是寻常事 不过 再如何也不能一次充好 更不能打着其他脂肪的名号 谢良辰说完 慢慢揉了揉腰 可能是肚子愈发大了 腰总是会觉得酸疼 我想寻些精通纸张的人 做一个纸行 不管是哪个脂肪做的粉蜡尖花尖 都可以送去纸行 就像官药局为药材分等一样 也将纸尖分成甲乙丙丁四等 若是将来认同纸行分等的人多了 就可以一等论嫁 这样一来 对所有脂肪都有好处 也就不会有什么南北之争了 无论是哪个脂肪 只要能做出好脂肩就能卖出高价 这么一来 粉蜡脂就不是北方独有的了 本就不是独有的 我们先一步做脂 从卖粉蜡尖开始 就一直在试着做其他的脂肩 与其他脂肪相比 已经有了足够的优势 若还做得不如人家 那也是我们自己无能 怨不得旁人 就像至末一样 那么多至末的名家 为何北方又能做出新末 北方脂肪不可能靠着粉蜡煎吃一辈子 田慧珍想通了这个道理 那我们商队 是不是也能有个类似纸行的地方 那些四处招摇撞骗的商队 应该让所有人都知晓 免得旁人再上当 自然可以 我回去和父亲说 父亲认识的商队多 说不定真的能做成 那些偷偷摸摸 坏事做尽的人 等着吧 必然再也吃不上这碗饭 如此震慑之下 至少一部分人 会收了这个心思 田慧珍和谢良辰 一起用了饭 这才离开了陈家村 到了晚上 宋献回来 谢良辰与他提及田慧珍 我也没劝说 就算宋献知晓 前世成燕昭和孟长叔的过往 也没有自作主张 寄成燕昭去安排 而且成二爷不是那种 能够心领神会的人 许多事到了成二爷的脑袋里 立即就会朝着一个 奇怪的方向去 就像宋献将成燕昭 留在京中半个月 成燕昭反而不愿意 多提孟长叔 宋献用滚热的掌心 慢慢捏揉着谢良辰的腰 不要再替他想法子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家商 等成家人押他去替毒时 我将东西给他 送他一程 也算是尽了多年的情谊 谢良辰不禁发笑 成燕昭再不开窍 身边的人都要被他给熬丢了 不过成燕昭私底下 一直在恋子 不知是不是觉得 在孟大小姐面前 丢了恋面 想要日后寻个机会找回来 孟姐姐年纪刚刚好 也不知道 孟之舟会不会为他寻人家 唉 应该不会这么快 如今证据不稳 孟之舟也有所察觉 你与孟之舟说了 没有 不过到时候 他也能够明白 局势如此 到时候 谁都能看清楚 宋献话音刚落 放在谢良辰肚子上的手 忽然被顶了一下 仿佛有一个小拳头 打在了他的手心上 宋献一正 低下头来 梁辰 你感觉到了吗 我们的孩儿方才 这是在与我玩闹吗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梁辰 改编子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弦演播 第五百九十九集 肚子里的孩子十分的精神 仿佛真的听明白了父亲话里的意思 一会儿挥舞手臂 一会儿踢踢小巧 着实与宋献闹腾了一阵 宋献怕劳累了梁辰 低声劝道 好了 该睡觉了 让你母亲也睡一会儿 压低声音生怕吓着孩子似的 谢梁辰看着宋献这般模样 猜测着 或许 宋献会是一个 慈父 随着月份越来越大 谢梁辰晚上睡觉都觉得不舒坦 躺下来就喘不过气儿似的 将床上的麦杖都撤掉了 也没有用处 后来宋献与他搬到了外间的大炕上 最后这一个月 尾时有些难熬 用许先生的话说 虽然一直都在好好调理 但胎气依旧有些不顺 宋献也颇为紧张 本来无论多忙 处置政务都得心应手 却因为几次他突然腹痛 闹得心神不宁 好几次都耽搁了 谢梁辰见到宋献这般 也有些着急 老老实实地用饭散步 就想要早些好起来 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怕宋献肚屎会在人前绷不住 不过还是不遂愿 吃进去不少东西 他就是不见胖 肚子倒是长得更快了 晚上宋献帮他拍背顺气 肚子里的孩子又开始伸展手脚 不过这次宋献没心思和孩子玩闹 眉头一直皱着没有松开 没事 用不了多久就到日子了 从前想着 与你多要几个孩儿 到时候一家人热热闹闹在一起 如今看着你这样辛苦 倒是不想要了 若不然就剩这一个 我也喜欢热闹些 一个太少了 不如要两个吧 而且大家都说 头太难一些 后面不会这般辛苦的 都一样 都是十月怀胎 这十个月 要过好多管 之前还说三个月以后 就不难受了 还不是都这样 谢良辰能感觉到宋献的焦躁 宋献肚屎在家中的时间 比在雅鼠的时间都长 恨不得每天都盯着他 非要等他睡着了 才会在外间看公文 谢良辰心疼他 假装睡着了 不过终究是瞒不过宋杰度史 宋献不怕辛苦 却知晓谢良辰的心思 于是亲自去将东黎先生 请过来帮忙 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进了五月 整个陈家村都小心翼翼的 村子里守了两个吻婆 许天真每日都要去看谢良辰 谢良辰自己倒是不觉得紧张 只盼着早些见到肚子里的孩子 十个月过去了 不知道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 长相性子都像谁 会喜欢些什么 讨厌些什么 更期盼着看着他长大 每天夜里歇下的时候 宋献都会叮嘱他 若是夜里不说他 就喊我 其实哪里用得着他喊他呀 只要他稍稍动一动 宋献就会醒过来了 要么扶着他去进房 要么拿水给他喝 最后这几天 尾时躺不下去了 宋献几乎每日都绊抱着他睡觉 所以瓜熟蒂落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宋献比他先一步察觉 那天晚上 谢良辰好不容易睡着 迷迷糊糊地 又梦见在海上遇到了撩人 他挣扎着从撩人手中逃脱 想要求到岸边 用尽了力气 却离岸边越来越远 双腿仿佛被海水裹住 身体开始向下沉去 海水缓缓地淹没了他 梁辰 醒一醒 谢良辰听到宋献的声音 才从梦中惊醒 慢慢睁开了眼睛 宋献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 低声道 你可能要生了 我让人去叫晚婆和许先生过来 说完 宋献拿了影枕 让他靠上去 就要下地去寻人 谢良辰有些茫然 下意识地拉住宋献的手 宋献见状重新回到他的身边 见下身子 低声道 别害怕 我去说一声就回来 谢良辰感觉到了身下有些异样 下意识地伸手碰了碰 裤子和褥子都湿了 别怕 这是要生了 徐先生和粉婆都说过的 每个人都这样 我先去叫人来 自己拿干净的衣服和被褥给你换上 谢良辰点点头 静静地靠在那里 这才感觉 肚子一阵阵地发应 看来是肚子里的孩儿 真的要出生了 宋献果然回来得很快 先是重新铺好褥子 然后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中医 这才让吻婆进屋 吻婆道 让造房烧水准备好 今天家中就要大喜了 早就有所准备 一切都按部就班 陈老太太听到消息 亲自前去掌控造房 热水早就烧好了 要多少有多少 造王爷那边他也打点了 一定会保佑外孙女 平平安安地生下曾孙 是男士女都好 只要良辰母子康健 宋献是不能待在屋子里的 一个男子留下也尾时不方便 可无论众人如何劝说 宋献就是不肯走 谢良辰看向宋献 握紧了他和他相扣的手指 你出去吧 你在这里我也不自在 有母亲 许先生还有吻婆呢 不会有事的 宋献无法拒绝谢良辰 只好跟着谢绍元去了东屋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 谢良辰感觉到了疼痛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疼得愈发厉害 杨淑英端来了煮好的鸡汤 不疼的时候吃一些 第一胎时间会久些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 谢良辰点点头 本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 可真的到了生产的时候 才切身地感觉到艰难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子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泥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六百集 从天黑到天大亮 又熬到了晌午之后 还是没有动静 她已经被折腾得没了力气 身上的中医早就被汗水打湿了 疼痛那般的清晰 每一刻都很艰难 喝下一碗药 疼得愈发厉害 却还是没有到火候 哎 时间有些久 若不然 还是推一推肚子 迷迷迷糊糊糊中 谢良辰听到 稳婆和许先生在说话 她抬起眼睛 看着围在身边的一张张面孔 有焦急 也有心疼 谢良辰眨了眨眼睛 瞧见宋县大步走进屋子 良辰 你怎么样 她很想开口说话 却觉得浑身疲惫 没有任何力气 这一刻 宋县看似神情平静 却像是被阳光久照的冰雪 随时都会开裂崩塌 谢良辰心中一缩 努力向宋县露出笑容 但是她不知晓 这样面容憔悴 满头大汉 无比虚弱的她 还努力地想要安抚身边人的模样 几乎快要成为压垮宋县的一根稻草了 宋县知晓了心疼的滋味 不是感觉 而是真真切切地疼 她紧紧地握住谢良辰的手 两只手中间 放着她始终戴在身上的那半块玉佩 就像是前世 他们回到这里时那般 谢良辰瞬间知晓 宋县在想些什么 她是想 若是自己不幸离开 她也要同自己同去 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啊 能让一切再重来一次 谢良辰眼睛一热 身体深处又涌出了些气力来 好不容易才有的这一事 她得牢牢地抓住了 又是一阵疼痛传来 谢良辰握紧了宋县的手 什么都不重要了 唯有疼痛来临时 用尽全力地挣扎 终于 伸下一股温暖传来 婴儿洪亮的啼哭声 响彻了整间屋子 恭喜大爷 大奶奶 喜得贵子 稳婆笑着报喜 听到这话 谢良辰舒了口气 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孩子平安降生了 这样的喜悦 让她颓迷的精神也跟着一阵 她转过头想要与宋县说话 却又感觉到一阵疼痛 已经远比刚才要舒缓许多 可她还是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宋县立即紧张地看向杨淑英 姐 良辰怎么还疼 不是已经将孩子生下来了吗 都是这样的 还要再疼一会儿 女子生产就是这般不易 好在宋县知晓心疼良辰 杨淑英颇为欣慰 旁边的稳婆跟着道 太医也出来了 大爷就放心吧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家中男子 守在旁边的 可见节度使对郡主伟实挂心 说话间 许天真将墙堡中的孩儿抱了过来 给宋县和谢良辰巧 孩子由字提哭着 眼睛紧闭张开大嘴 夏合因为哭得太厉害了 不停地颤抖 看起来让人心疼 还有点儿好笑 谢良辰用空出的一只手 碰了碰孩子的脸颊 比他想得还要软 还要小 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鼻子嘴巴 居然看不出到底是像他 还是像宋县 他哭什么呢 哪儿不舒服吗 他什么都不懂 只得向母亲求助 孩子一直不肯停下来 让他不由地又一阵紧张 杨淑英笑着哄了哄 许先生看过了 都好好的 你就放心吧 许是还不适应 良辰虽然没有胖起来 但孩儿却很壮实 杨淑英虽然只生了良辰一个 不过多多少少 心中也有点数的 这种哭得很大声 挣扎起来很有力气的 都很康健 程老太太走上前 我瞧瞧 这厉害的 都要将房顶掀开了 程老太太伸手 将孩儿抱回怀里 终于瞧见了曾孙 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这臭小子 可没少折腾他母亲 不过这孩子看起来 也太可人了些 瞧瞧这声音 瞧瞧这气势 到底是他们 陈家村的孩子呀 宋老太太也让人扶着进了屋 两个老太太围着孩子看 屋子里到处都是 喜气洋洋的模样 终于孩子不哭了 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睡起觉来 良辰 你先一会儿 我在这里陪你 方才疼得厉害 感觉就像是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那时候什么都顾不得了 谢良辰倒也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好起来了 感觉到宋县在旁边看着 多多少少有些不好意思 宋县 你也出去吧 这里还要吻婆收拾 到处乱成一团 宋县哪里肯走 光看谢良辰脸色难看的模样 他就放不下心来 没事 我就在这里 说着 他重新将玉佩拿起来 戴在谢良辰的脖梗上 玉佩被握得温热 谢良辰想起宋县刚刚的举动 不禁道 别再那么傻 睡吧 我守着你 宋县凑过去 在他额头上清了一口 真的是用光了力气 看到孩子安好 谢良辰也就放心下来 闭上了眼睛 迷迷糊糊中 他感觉到 手依旧被人紧紧地握着 它使温暖的感觉席卷而来 他很快便睡着了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有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六百零一集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身下的被褥换了新的 身上也感觉到干爽 他隐约记得是宋献帮他换过中医 他侧过头看到宋献的脸 宋献躺在他的身侧 一只手依旧与他手指相扣 皱着眉头 仿佛有什么事依旧放心不下 谢良辰就这样看了一会儿 宋献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在他的注视下睁开了眼睛 字幕相对 从彼此的眼睛中看到了笑意 还疼吗 有一点儿不是很疼了 喝药 徐先生祝福好的 你醒来就喝下 会有会儿再用饭菜 谢良辰将药喝了下去 宋献就要起身去换人将饭菜送进来 却被谢良辰抓住了手臂 我不想吃 我现在只是觉得累 想要多歇一歇 喝四糖再睡 听话 少吃些也好 谢良辰是真的觉得 吃饭还不如多让他睡一会儿呢 或者安安静静地躺着也行 身子就像散了家似的 动一动就会有冷汗冒出 不过任由他再怎么拒绝 宋献还是坚持让他喝了一碗汤 你有没有去看孩子 现在是祖母外祖母他们在看着吗 现在已经是孩子中 大家该歇下了 孩子在如母那里 母亲不放心 与如母一起住在东湖 原来都这么晚了 虽然知晓大家都睡下了 谢良辰还是想要去看孩子 白日里就瞧了一眼 还没有看够 许先生说了 这两日你要好好协诊 月子里不能落下病症 否则日后不好调养 等你好些了 再将孩子抱过来 宋献将谢良辰的手臂 送回到被子里 谢良辰勉强地点了点头 你跟着去东屋里看过吗 他有没有在哭 宋献没有去看过 他一直就守在谢良辰的身边 谢良辰半晌 没有听到宋献说话 瞎意识地头绪询问的目光 瞧见宋献 没与接纳熟悉的 酸酸酸酸酸气 没想到 这位节度时 还与自家孩子争宠 孩子还小 自然要多关切些啊 说着 他故意向宋献身边靠了靠 你睡着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想什么 若是将来你说的话 他不肯听 今日的证 我就与他一字算了 宋献在谢良辰脑海中的 慈父模样彻底崩塌 或许他应该生个女儿 这样宋献度时 至少不会将威胁挂在嘴边 在宋献怀中 寻了个舒服的地方 谢良辰闭上了眼睛 两个人刚要入睡 东屋的方向传来了 婴儿啼哭的声音 那嘹亮的动静 整个陈家村 可能都听得清 谢良辰下意识地觉得 他们的孩儿 可能是被亲爹给吓着了 东屋里 乳娘哄着墙堡中的孩子 杨淑音接过去 抱着在屋子里走动 哎哟 这是怎么了 干什么委屈成这模样啊 怀里的宋大满脸 委屈 委屈 委屈屈 谢良辰不知晓 就在东屋门口 还趴着两个半大小子 一个是陈子庚 一个是黑蛋 两个孩子都不小了 平日里在村子也带着孩子们做事 一举一动 远超过他们这个年纪 应有的稚嫩和青涩 不过现在这两个孩子 却与小孩子一样 趴着窗子不肯走 被杨淑音撵走了几次 又偷偷摸过来 就是为了多看几眼小娃娃 现在小娃娃哭了 陈子庚更是恨不得 就冲进去帮忙哄着 直到杨淑音再次敲窗户 陈子庚和黑蛋 才依依不舍地走了出去 你说像谁 像我阿姐 黑蛋一笑 若是姐夫听到了 大约要伤心的 子庚喜欢姐夫没错 但永远越不过阿姐去 明天过来之前 你从头到脚 都仔细洗一洗啊 知晓拉 两个人一起出去 陈子庚还在思量着 也不知道 姐夫和姐姐会给外甥 取个什么名字 远在巴州的杜卓 三日后收到宋献的消息 江安郡主 为宋献生下灵儿 母子平安 杜卓看着那写满了字的信函 其实 一句话就能说完的 宋献非要足足写两页 而且宋献的信使就在外面 等着带她的回信 这要写什么 杜卓心中鄙视了一下宋献 这 谁没生过儿子是吧 我不是要顺着宋解度使的话 献宴一番 宋献从没成亲之前 就整日地夸赞陈家村和谢大小姐 成亲之后更是变本加厉 眼下又多了个炫耀的事 宋献心中写得明白 家安郡主说 那孩儿生得像宋献 宋献却觉得那孩子像家安郡主 不过肯定远远不如家安郡主 因为这世上没有谁比家安郡主更好了 瞧瞧这话说的 乌眼镜 我当我傻呢 还是怎么着啊 刚生下的孩子都一个人 能看出像谁啊 我再说了 家安郡主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只有宋献自己才讲得出 家安郡主说一个字 宋献能幻想出成百上千句话来 每一句都是对宋献的夸赞 想是这么想 杜卓还是麻利地写满了两页 交给姓时 他也不想谄媚呀 但是为了他的耳朵 也只能委屈求全了 再说 只要想想辽国那位三皇子葛坤 他总比葛坤要强得多吧 葛坤还要自己打探消息 还得揣摩宋献的意思 有时候还得被宋献骗着卖羊卖马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良辰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演播 第六百零二集 看着宋家信使走了 杜卓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在这个时候 广阳王后辈为宋献生下子嗣 会让很多人觉得这是天意 善恶到头终有报 即便是皇帝 也难逃天理昭昭 名字去了吗 叫什么 程燕昭在陈家村见到他的乖义子 立即学着乳娘的模样去报 报主之后就舍不得放下了 他叫义子没错 父亲不是一直想要将宋献认作义子吗 他与宋献差不多就是亲兄弟 宋献的儿子还不就是他的儿子 长安看了程燕昭一眼 心中默念 程二爷 你可心里有点数吧 他去军中给程燕昭报喜的时候 程二爷居然说自己有儿子了 这话让大爷听到 程二爷的嘴八成已经没了 小名叫哲歌 是祖母和岳父宣诞 哲 双吉 这个字寓意很好 一直到乳娘要喂孩子 程燕昭才依依不舍地将哲歌还了回去 转身去给陈老太太请安 喜欢孩子 程燕昭点点头 你也到年纪了 既然喜欢就早些成亲生子 你跟宋献一起长大的 若是孩子也能一起长大 那该多好啊 说得没错 程燕昭之前没仔细想过这一桩 怎么样 可有心仪的姑娘啊 还是家中有什么安排 程家长辈倒是说过很多次 但程燕昭都拒绝了 家中想得你不看 你自己又不去找心仪的姑娘 当着人从天上掉下来不成啊 老太太说的是 既然觉得我说得有理 就自己上点心 这世上从来都是好女百家囚 这好姑娘被娶走了 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唉 好姑娘都被娶走了 程燕昭心中一动 仿佛有什么念头 从脑海中一闪而过 不过跑得太快 她没能抓住 从陈家村出来 程燕昭骑在马上 胡乱思量着 半赏却都没有个结果 她看向身边的家将 对了 你说我到底有没有心仪的姑娘 二爷是在问我 我怎么知晓 家将好半赏才到 二爷觉得孟大小姐怎么样 算一算 除了自家人外 二爷见得最多的女眷 也就是那位孟大小姐了 程燕昭脑海中 浮现出孟长叔的影子 每当想起她 她都有种 什么都不对劲的感觉 不是觉得自己穿得不得体 就是觉得自己的字写得太丑了 她与孟家那位大小姐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缘分 七岁的时候 她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的时候 刚好被她遇到 九岁被父亲打得光着脚四处跑 也被她瞧见了 十一岁玩火气 将自己的眉毛撩了个金光 到现在她还都记得 孟大小姐看到她狼狈的模样 不禁低头失笑的情形 原本这些事 她都已经忘了 这次在金中笔墨铺子遇见 她又在她面前丢了脸 从前的那些过往 一下子就都被想了起来 孟大小姐也一定觉得 她是个凄惨又可笑的人吧 二爷 您若是弄不准 可以寻宋大爷问一问 或许 宋县能取上嘉安郡主 还不是我在一旁劝说 我哪里用得着宋县指点 用不着 你二爷我心中有数 二爷真的有数就好了 也不用连心仪谁都不知晓 二爷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调队弦呢 生下折戈之后 谢良辰熬了一个月有余 才从屋子里走出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再看看头顶明媚的阳光 心中说不出的舒坦 她走去东屋 从如母手中接过折戈 折戈这一个月能吃能睡的 见到的人都说 折戈比同月份的孩子 要大出不少 将来说不得 比你爹还要更高些呢 不过 这话也只能在私下里说 若是让宋县知晓 他怕是又要说自己 偏心儿子了 一个做了父亲的人 反倒像个小孩子似的 整日里和折戈 比来比去 前些日子 朝廷与鲁王的战局 陷入胶着之中 宋县带着人前去打听消息 也不知道 那边的情形 到底怎么样了 宋县在西州军营中 看着手中的渔图 这里曾是王杰杜使的束手地 王杰杜使被皇帝承办之后 他的余部随鲁王一起谋反 那些人被宋家家将 从马背上捉下来 丢进到了大牢里 于是 西州雅蜀便被收拾了出来 宋县暂且在此处处置公务 这次朝廷调用八州的兵马 他与杜卓让人守在 沿州西州一线 以免鲁王战败想要北逃 守在这里 不光是为了朝廷 也是为了让北方百姓远离战祸 纪远怎么样了 长安低声道 纪远被分在朝廷的统兵官 张池将军回下 张池将军一开始 因为他救救王家的关系 没有重用他 但这一路攻打鲁王 纪远也算是骁勇 加上朝廷缺少人手 张池就让纪远带了一队骑兵 纪远能随朝廷兵马攻打鲁王 八成是鲁王的安排 想关键时刻 让他做内营 不过若是鲁王不幸战败 纪远内营的身份没有败露 他还可以继续留在朝中做官 王家落败之后 纪远还能在这里 而不被朝廷怀疑 可见有些本事 大爷爷是想要堵住鲁王的去路 助朝廷拿下鲁王 鲁王想脱身就要南下 但南勤的州府 都有朝廷兵马把守 鲁王只好先往西 过了卫船 再设法逃离 我们的人设不多 只够在魏州南北都设关卡 逼着鲁王吸井 魏州以西数百里 不见村落 鲁王到了那里 必定艰难 虽说朝廷想拿下一个鲁王 还要费一番波折 不过这些 与我们无关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嗯 还不够啊 那 再听一遍咯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喜遇 良辰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云尼 由唐宝哀死 白小生白又白 为您领衔言不 第六百零三集 长安明白 大爷要防备皇帝 不能被牵制太多人守 所以守住魏州南北关卡 已是不易 再说 秦拿鲁王的功劳 皇帝也不会让他 落在大爷的头上 不过大爷也不谢这些 南边关卡 一旦有朝廷的人接应 大爷也会毫不犹豫地撤兵 免得被朝廷暗算 鲁王逃入西北后 朝廷是要带兵合围 还是让人探查 设伏击杀 或是一路追赶 那就是皇帝的事情了 继续盯着纪约 找到鲁王留在朝廷大军中的内隐 如此 只能获知鲁王那边的消息 长安应声 将纪远就留在这里吧 他已经让纪远活得够久了 纪远感觉到肩膀上传来一阵疼痛 就像是要将他整条手臂撕下来似的 大人伤得很重 必须要敷药缝合 免得溃烂 您要忍着些 郎中说完 递过去干净的精子 让纪远咬住 纪远立即感觉到了刮骨剃肉般的疼痛 牙上一紧 额头上的冷汗也跟着速速而下 脑子却无比地清醒 居然没有就此晕厥过去 纪远闭着眼睛苦苦忍耐着 他是想要在张池将军面前立功 关键时刻以身相护 他也是算好的 眼看着宋县的援军到了 鲁王的兵马很快就要撤退 这才带着几个人去解救被围困的张池 以宋县援军的速度 他应该不会受什么重伤的 可哪知道 这次宋县的人仿佛刻意地晚了一步 就在他要山穷水晶的时候 才出现将张池将军救走 救走张将军时 还将他甩在了后面 那时他肩膀都已经被鲁王的人砍了一刀了 重伤之下差点没能逃脱 纪远曾怀疑 是不是宋县发现了他是鲁王的人 刻意地在试探他 看看鲁王的人会不会真的向他下手 他暗中效忠鲁王的事很少有人知晓 更别提鲁王麾下的寻常将士了 他真的是慢一步就会死在鲁王的兵马手中 所以他这伤半点不掺甲 受的罪承受的痛苦都是真真切切的 纪远有些后悔 早知道会伤成这样 他还不如晚些随送家军一起去救人呢 自从丢了孟家的婚事之后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 有时候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冲撞了什么似的 就连现在给他治伤的郎中也似是有意要折腾他 半赏都清理不好伤口 在他的血肉中搅和来搅和去的 让他整颗心都跟着他一抽一抽的疼痛 纪远就快耐不住的时候 郎中总算上好了药 他松了口气 整个人瘫在了那里 耳朵里是一阵阵的嗡鸣声 纪远觉得自己刚刚仿佛死过了一回 此时副将前来探望纪远 纪大人 您回战中歇着吧 张将军说您受了重伤 就不用跟着骑兵前去追赶鲁王了 那怎么行 张将军身边的人手本就不多了 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好不容易取得了张将军的信任 他一定得把握机会跟随张将军前行 而且他不去的话 鲁王也饶不了他 纪远想得很明白 如果得了机会就放鲁王离开 若是鲁王没机会逃脱 那也怪不得他 他会设法先保全自己 反正鲁王和亲信一死 谁也不知道他曾效忠鲁王 你真的想要一起前去 你救了张将军一命 无论如何 张将军都会为你请功 你也不必强撑着 将军也受了伤 还不是强撑着主持大局 我这又算得了什么 副将听得这话 伸手拍了拍纪远 张将军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放心 这次捉拿鲁王你立下大功 回朝之后 再也不会有人提及你救父之事 纪远满脸感激 副将转身离开 纪远常常舒了一口气 就快拨开云雾了 纪远休息片刻 就咬牙强撑着去中军大营 听张池的安排 朝廷兵马是想要在魏州围困鲁王 纪远记住了张池的兵马 调度与安排 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鲁王 鲁王事先知晓薄弱之处 就会有所准备强行突围 张池道 纵线不肯借兵给我们 只愿意守住北方 这么一来 我们南边就缺少人手 但我们让一队人马 前去南边乍影 故意让鲁王的赤猴探到消息 误以为 我们在南边的关卡上早有准备 这样一来 鲁王就不敢轻易难行 我们在集中兵里全力攻打鲁王 鲁王只能往西逃窜 我们在西边设下埋伏 鲁王被前后夹击 只能束手就擒 纪远仔细地想着张池的安排 果然不错 我只要告诉鲁王南方是宜兵 鲁王就可以从南边离开 纪远趁着身边人不注意 将这个消息带去了农户家 谁也想不到 这户人家就是鲁王的人 战事时 不免有百姓邪老拂小的避祸 这户人就算被抓到 也能撒谎遮掩过去 纪远看着户人前去送信 终于长长地输了口气 他必须做两手准备 在他心中 当今皇帝始终比不上鲁王 鲁王说了 皇帝不会有子嗣 那么谁来继承皇位呢 鲁王留了一线生机 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他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前程 本集结束 下一集很快续上 还不够啊 那再听一遍了